第五十一集 新宁镇本来就是三不管地带 这里没有官府 一切都是按江湖规矩来办 说白了 就是有钱的是老大 可人也得有命想才行 你们胡说什么 我都不认识你们 岳和明难堪地说道 魏岳泽悠悠地说道 话可不是这样说 既然这两个嫌犯 都说是你这位岳公子指使的 看来岳公子 也要跟我的属下走一走了 言下之意 他作为魏将军 是不会处理这些小事的 到时候就是岳峰有什么威严 也不敢来他这儿撒 岳和明压低了声音 明哥 你就这样看着兄长 兄长不用担心 岳宁哥匆匆打断了 岳和明的话 魏将军 赏罚分明 白天的时候 岳和明还咄咄逼人 不是说让他去找魏岳泽吗 如果不是魏渊 出手相助 只怕这家伙 早就把曹森给杀了 现在又要打青情牌 李沧和不要脸 果然一双儿女都不要脸 想到白天的事 岳宁哥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又道 对了 魏将军 你要不要去瞧瞧 被你关在隔壁的那个人 岳宁哥一提 魏岳泽便是知道 他在说什么 只是那个人 不是他安置起来的吗 不宜有他 魏岳泽假装不解地问道 我的那个人怎么了 我家兄长为了军营的安全 可是操碎了心 生怕我引了什么贼匪劲来 那旁边的那位 是本将军的眼线 怎么了 魏岳泽试试地借过 岳宁哥的话 当时 岳和明的脸色 就不好看了 原本他并不知道 魏岳泽和岳宁哥的关系 此时 如果魏岳泽是一个人 送岳宁哥回房间 他还有的话说 可眼下 魏岳泽是带着一队人马 他真是 无话可说 旁边的那位 被兄长误以为是反贼 所以 揍了 魏岳泽无所谓地耸耸肩 这有什么 让他揍回来就成 魏岳泽越说越离谱 岳和明的脸色 越来越难看 魏岳泽道 大半夜的就不要瞎磨蹭了 赶紧的 你们审完了 赶紧扒皮 再次听到扒皮的时候 其中一个色狼 已经被吓得 尿了裤子 那些个士兵 忍俊不禁 没出息 岳宁哥眼角 闪出冷光来 岳和明三人 几乎是被宣甲军的将士 硬逼着离开后援的 强行将他们 都带到了外堂 去审讯 既然魏岳泽 已经下了令 岳和明 若是强行反抗 只会让魏岳泽 有了杀他的理由 暂时 他唯有 按兵不动 我要见兽将军 岳和明 提出了申诉 然而 宣甲军的人 才不会理他 岳和明等人 被押走了之后 房间就只剩下 魏岳泽和岳宁哥 看来 你的兄长早对你起了杀意 这一招可真是狠毒 岳和明亲自带了人来 侮辱岳宁哥 就算岳宁哥想反抗 他武力高强 也能让岳宁哥 任人在割 毒啦 阴狠 看在你帮我一次的份上 我同你说件事 岳宁哥道 你父亲 回银自成了 回 他曾经来过西宁镇 魏岳泽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我说呢 明明有人看着他进城的 怎么我将西宁镇翻了个底朝天 都不见他的踪迹 岳宁哥 皱眉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 找自己的父亲 还需要将西宁镇翻个底朝天 你当他是敌军啊 你不懂 他是一只老狐狸 那你就是一只大尾巴狼 从未听过有人说自己的父亲 为老狐狸的 魏岳泽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魏岳泽道 宁哥 你觉得 应该如何处置岳和明 巴皮呗 岳宁哥呵呵一笑 不过我想你应该 巴不成 何以见得 岳和明既然已经露出了 对岳宁哥的敌意 这个人就不能久留 既然魏岳泽说要审讯巴皮什么的 岳宁哥也就由着他 可是 岳和明此人 只怕眼下 还除不掉 虽然生育学院 是下九流的学院 可李明念书的达官显贵 不在话下 我晓得你魏法 不在意那么多权势 只是 你总不想 内部起了矛盾吧 内部矛盾 说的自然是魏渊 魏渊和岳和明是什么关系 并不需要岳宁哥多提 魏渊则道 魏渊要出手相救 那是不明智的 他十分淡定地说道 就在这个时候 却有士兵来报 说是少将军在外堂闹了起来 果然 魏渊实在不明智 魏渊则道 看来 有人想要我用个理由 来牵制他 老虎不在 你这只狼 就准备 收拾小山羊了吗 岳宁哥的比喻 十分贴切 魏渊是那只老虎 老虎刚刚一走 大尾巴狼 脚动手了 魏渊则忍不住笑了起来 要不要去看好戏 免了 我一介女流 还是不要掺和你们这些破事 也幸好 岳宁哥没去 就连魏渊这样的男子汉大丈夫 在亲眼看到 魏渊则命人将其中一个色狼的皮 活活扒出来的时候 竟也忍不住干呕起来 另外一个色狼被活活吓死 死无对证 加上魏渊答应了魏渊则一些不平等的条约 才让岳和明幸免于难 在新宁镇又处理了些琐碎事 魏渊则才吩咐 拔营回营资 回了营资 魏渊则并没有直接回魏法 反而是亲自送岳宁哥和岳和明回岳府 自然 魏渊也得跟着 浩浩荡荡的军队来到岳府门前时 看门的护院就差点没吓得屁股鸟流 他们何时见过这样大的阵仗 因为岳宁哥这些日子失踪 所以岳峰一直都在家中等着消息 当护院来报 说是外面有一群军队来的时候 岳峰的心渐渐沉了下去 他记得当初原配夫人被绑匪撕票的时候 也是有那么一队军人来 虽然和岳宁哥的母亲王室 并没有实际性的感情 但岳宁哥可是他往上爬的最后希望 这点希望都没了 他的前途也就完了 岳峰虽然不情愿 但还是拖着缓慢的步伐 朝外面走去 在傲天大路之上 军阀是最不能得罪的 只是当岳峰带着李仓和和先一步回府的岳锦秀 走出府门的时候 却见岳宁哥 正乖乖巧巧地站在魏渊的身边 那模样就像是天造地设的一双碧人 看得岳峰心怀怒放 宁哥 他的前途又回来了 岳宁哥嘴角微微上扬 果然看到李仓和和岳锦秀那两张难看到了极致的脸 怎么还没死 岳锦秀疑问地看着岳和明 后者的脸色也不是很好看 明明他从圣语归来 好歹也是个有用的舞者 可眼下在父亲的眼里 他竟连半分位置都没有 岳峰快步走到岳宁哥面前 然后又上下打量了一番岳宁哥 你没事 你没事 太好了 岳宁哥嘴角抽了抽 岳峰的反应也太大了吧 李仓和赶紧走过来 装作一副慈母的模样 宁哥 可算回来了 在魏明有没有吃苦 有没有被人侮辱 是啊 是啊 岳锦秀赶紧走上前来 听说 你被掳到了西宁镇 那儿可是三教九流混居之地 三不管 那些贼匪 没有对你做什么吧 两母女一唱一和的 让岳峰的脸色极致难看 你们胡说什么 岳侍郎 站在一边被人谅了许久的魏明泽 终于是忍不住发声 岳峰赶紧对魏明泽作一 失礼了 魏将军 然后又对魏渊道 邵将军 李仓和和岳锦秀 也挨着到了万福 魏明泽这才缓缓地说道 岳小姐倒是想得太多 这几日狄小姐 作为魏伐未来的少夫人 一直都有宣甲军和虎奔营的保护 哪有那般容易被人欺负 岳宁哥一愣 魏明泽竟然如此维护她的声誉 明明这几日 他们都不清不楚地私混在一起 她却将魏渊也给拖下水 这男人也不是太坏 李仓和和岳锦秀的脸色 越发的难看了 岳宁哥到底是采了什么狗屎 岳峰见岳宁哥 得到魏伐两位将军的器重 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赶紧让开路来道 魏将军 少将军 路途劳累 请到寒舍一坐 魏月泽自然不客气 镜子往里面走 见魏月泽都进去了 魏渊自然也得跟着 毕竟他才是月宁哥的未婚夫 让未来的大伯替他 魏渊心里老是觉得耿着 魏月泽自然是上座的 眼如长辈一般 倒是让月宁哥看了都忍不住发神 他这一发神 在他对面站着的月锦秀更是气急 那脸就要拧得出水来 月锦秀正要发作 李沧和却是微不可见地拉住了他 这场面若是出了什么幺蛾子 就是月锦秀 也没法子收拾了 月锦秀这箱作罢 可魏月泽却是不依不饶 月室老 眼下本将军 倒是有件事要和你商量一番 魏月泽说这话的时候 忍不住环视了下 在这个大厅里面的所有人 最后才冷冷一笑 官家小姐被人绑架 此事非同小刻 加上月家嫡女还担着我 为罚未来少夫人的名义 这群贼匪也太不识实物了 这话提起的时候 李沧和的脸色微微一变 莫非这位魏将军 是抓到了什么把柄 他向月和民看过去 后者轻轻地摇了摇头 李沧和这才暗暗地松了口气 心中打定了主意 这位魏将军是在虚掌声势 月和民前些日子 就飞鸽传书而来 说是已经将账簿给处理得 干干净净 物账既然都销毁了 也就没有什么害怕的了 月丰沉重地点点头 是 这群贼匪该杀 杀了 魏月泽很耿直地说道 多亏了令郎 被点到名字的月和民 陡然一愣 他怎么知道 魏月泽嘴角上扬 令郎亲自将 鲁杰狄小姐的 贼匪头子给杀了 而阿渊也将黑龙门 图进满门 杀得好 月丰恨得咬牙切齿 这些人差点毁了他的前途 魏月则道 杀是杀得好 可本将军却觉得 此事不甚简单 李沧和的心里 忽然咯噔一声 然后陪笑着说道 魏将军觉得 哪儿不简单了 第五十二集 魏月泽道 本将军在狄小姐被掳截之前 不巧有过一面 当时狄小姐坐着的 是月府的马车 用的也是月府的马夫 这有什么问题呢 李沧和洋装不懂地说道 问题大了去了 魏月泽缓缓地说道 月府的马夫 为何要将狄小姐和丫鬟 带到荒郊野外 刀 整个大厅都安静了 月宁哥诧异地看着魏月泽 原来他来月府 竟然是为他撑场面的 魏月泽又看向魏渊 阿渊 你说大哥分析的 对是不对 魏渊道 对 魏渊心中已经猜到了 是谁要置月宁哥于死地 他不是傻子 当他看着月鹤明 亲手除掉独孤霸的时候 心里已经起了疑心 只是后来 他被魏月泽制咒 心烦气躁 并没有想太多 直到那夜和月锦绣缠绵 忽然 他就豁然开朗了 月锦绣来缠着他 好让月鹤明有可乘之机 若是说这两兄妹目的都一样 那么在背后谋划的人 自然是他们的母亲 李苍和 魏渊心里有些鄙夷李苍和 不过一个田房 还敢在府中搞那么多花样 真是不知死活 月锋 满逼地看着魏家的两兄弟 然后又看着月宁哥 宁哥 你也觉得 是咱们府上的人要害你吗 月锋不敢相信 既然是自家人要害月宁哥 要毁了他心心念念的前途 月宁哥无辜地扑闪着大眼睛 十分委屈 爹 我不知道 听闻 身为嫡女的宁哥小姐 竟然在回城的第一日就被人鞭挡 难道身为礼部侍郎的月侍郎 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吗 李苍和浑身一颤 脸色铁青 难道还要让他回来不成 李苍和赶紧说道 那是咱们月府的事 魏将军是否管得太多了些 本将军管多了 魏月泽看向月风 冷冷地哼了一声 哼 月家嫡女担着的是我魏伐少夫人的名义 若是坊间传开了 说是魏伐的少夫人被人当街鞭挡 毁了魏伐的名声 你们月府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这一顶高帽子扛下来 月风都差点从椅子上滑下来 亏得他紧紧地抓住扶手 才能稳住自己的身形 月锦绣赶紧哭诉道 那也不是我娘的本意呀 月宁哥 月宁哥本就是不祥之人 他是 他是棺材子 锦绣 月风怒斥 这两母女到底要给他添多少的乱子 为法本就寄回月宁哥的棺材子 眼见着这十四年都搪塞过去了 今朝竟然被月锦绣给翻出来说 月风赶紧冲卫冤 陪笑道 少将军 月侍郎 不等月风说完 也不等卫冤开口 卫月则辨识道 我为法一众热血男儿 个个叱咤沙场 难道还惧怕棺材子吗 他的宁哥是完美的 启荣月锦绣这个贱人 胡叫蛮缠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他好歹也要控制脾气 万一不留神下手中了 将月锦绣直接给打死了 月宁哥也不好交差 魏将军说的是 魏将军说的是 月风一直陪着笑脸 然后又吩咐外面伺候的下人 来人 将长小姐和夫人都带回去房间去 他才刚刚一吩咐 下人也才刚刚一进来 然而魏月则却是悠悠地说道 莫非月侍郎还没有听懂本将军的意思 月风有些尴尬地看着魏月则 的确 他没有听懂 魏月则眼底涌出戏谑来 定定地看着魏渊 阿渊 你也不想咱们为法被人说三道四吧 不想 魏渊心生不快 都是月鹤明让他如此憋屈 魏渊念在同窗之情 加上月鹤明为月锦绣的兄长 从魏月则手里救出他 却让魏月则有了可乘之机 答应了不平等条约 当夜魏月则告诉他 已经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岳府长女所做 所以要在回营姿时做些事 以让月宁哥在岳府立威 旁人不敢再随意欺辱 魏渊觉得此事不为过 然而现在看着月锦绣速速落泪 他的心头又软了 一夜夫妻百日恩 他和月锦绣虽然没有夫妻之名 但夫妻之实却还是有的 夜夜闯地之欢 怎么能够忍心 魏月则点头赞许 阿渊如此明示力 大哥也就放心了 月宁哥连连摇头 真是虚伪的男人 明明两人斗得火热 天生要在外人面前 表现出胸有地公的模样 实在是 唉 魏月则对月锋一笑 眼底的凶狠 让月锋这个一辈子都只和书本 打交道的人 忍不住心中发出 如果时间倒留个十年 二十年 他还有雄心壮志 可多年在朝堂之上的 郁郁不得志 早让他身心俱疲 只想着怎样官职大一些 靠山狠一些 赚的银子多一些 月锋深吸了一口气 心中已经有了打算 世上之事两难全 有得必有失 月锋道 来人啊 把夫人给我抓起来 下人一愣 定定地看着月锋 老爷这是不是下错了指示 然而月锋见人没有动 又催促道 看什么看 没听懂吗 把夫人给我抓起来 送到大门 家法伺候 大门口 家法伺候 李沧和自己都没有明白过来 双手已经被人给架了起来 老爷 李沧和这才惊慌失措 老爷 小和自问 这些年尽心尽力 为你打定这个家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啊 老爷 你怎么忍心 月锋叹了口气 无归不成方圆 宁哥是嫡女 虽说你是当家主母 可以教训她 可她 还是未乏未过门的儿媳妇呀 月锋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李沧和 厚着心中恨得牙痒痒 可脸上还是挤出无辜的表情来 可那个时候 不是要退婚的吗 说到这里 卫渊也觉得十分奇怪 她回城也有一段时间了 明明听说母亲要给她退婚 那这一回来 母亲却从未说过此事 反而是她听闻 祖母和原夫人等等 都对这位岳父嫡女称赞有加 倒是稀奇 月宁哥到底有什么手段 能够让强势的母亲大人 打消退婚的念头 猪嘴 月锋本就听不得退婚二字 更是让她怒火中烧 拉下去 李沧和一面哭诉 一面被拽下去 那场面简直让月宁哥 吃惊不小 这年头 全是大过天涯 月和铭心中有些难受 本以为自己从圣域回来 能够帮得了母亲 那只前脚被人抓住把柄 眼下又自身难保 不能保住母亲 她的心也隐隐作痛 连看都不想去看 童月锋说了一声 便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月锋不阻拦 从刘嫂的手里 接过二指粗的木条 气势汹汹地走了出去 魏月则道 阿元 不去瞧瞧吗 魏月生着气 灯石怒道 去就去 两人一前一后地往外面走 月锦绣哭着往前跑 那身形摇摇欲坠 他完全没有想到 今日会有这么一遭 赶紧追上魏月的步伐 少将军 救救我娘亲 少将军 月锦绣什么都遗传到李沧河 这哭得鱼打梨花的美态 让人挪不开眼睛 只是唯一没有遗传到 李沧河的 就是忍耐 也不瞧瞧 眼下是什么情况 非得要让他魏冤 淌这套浑水吗 刚才怜悯月锦绣的心思 这会儿全没了 愚蠢 魏冤不耐烦地摆摆手 你和你娘亲 兄长做了些什么 是该算算账了 他大不留心地往前走 丝毫不理会 在原地待了许久的月锦绣 月锦绣下意识地 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眼底涌出一丝狠意来 下人将李沧河架到了门外 很快便是引来了不少围观者 月锋拿着木条走出来 外面的人便开始直直颠颠了 就在前不久 这位医治气室的当家主母 也是这样拿着辣眉条 要教训月家嫡女的 李沧河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他以后还怎么见人 魏月泽和魏冤已经走了出来 月宁哥跟在他们的身后 明明是魏月泽替他报仇 可他却觉得 即将有事要发生 月锦绣呢 月宁哥往后面一看 但见月锦绣沉着一张脸 迈着极其缓慢的步子走过来 眼神略显空洞 月宁哥一直都注意着他 却是被李沧河的惨叫声 给扯回了思绪 哎呦 老爷 饶命啊 哎呦 疼啊 有味法的人在场 月锋 饶是再喜欢李沧河 都不敢打得太轻 所以李沧河这些叫声 也是货真价实的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说话的是二夫人 也许是听到这外面的大阵仗 二房和三房的人也都来了 月梁元倒是很喜欢月宁哥 见着了他 赶紧跑到他身边 挽着他的胳膊 月宁哥笑了笑 很温暖 良元是除了燕武之外 他在月府 唯一一个真心相对的人 燕武忍不住插嘴道 夫人做些事 也太不知轻重了 对了 按照月府的家规 要打多少 大敌最少 都是一百八 二夫人还记恨着李沧河 李沧河当初 要对月梁元动家法的事 所以说起话来 也是带着看好戏的味道 谁都没有看到 月锦绣怎么走到李沧河面前 又是怎么接下 月峰的那重重的责打 只是喧闹的人群之中 他轻力的声音 显得无比突兀 爹 女儿怀孕了 月峰手里的木条 应声而落 你也女 一个耳瓜子 毫无意外地 落在月锦绣 白皙的脸皮子上 灯石 五根手指的印子 清晰可见 田房鞭打敌女 长女未婚怀孕 这叫什么事 月峰一下子觉得 天旋地转 月府怎么了 灯石 月峰不解气 又从地上捡起木条来 重重地打在李沧河和月锦绣的身上 看你养的好女儿 看你娇的好女儿 你 你 一下下的疼痛 更是坚定了月锦绣的盘算 少将军 难道你就眼睁睁的 看着我娘亲挨打吗 月锦绣哭道 难道你就忍心 看着我怀着你的孩子挨打吗 晴天霹雳 孩子竟然是少将军的 二女争一夫 这场戏 好看 第五十三集 魏月泽当下眉开眼笑 他还真在愁 宣布到借口 让魏渊和月宁哥解除婚约 哪知魏渊 竟然给他送来了一个借口 魏月泽赶紧连去 自己脸上的笑意 故作深沉的模样 月侍郎 令爱污蔑魏伐少将军 可知是什么罪吗 我没有 我没有 少将军 你说句话呀 月锦绣哭得梨花待雨 更是说得动听 孩子是无辜的呀 少将军 魏渊心里一软 冲过去一把抓住月锋 高高举起来的手 月侍郎 别打了 少将军 月锋有些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和眼睛 难道锦绣和少将军 还真的有一腿 这场戏 不大好看了呢 月宁哥转过山去 只觉得身子疲乏 燕舞本来准备 快步跟上的 可又想着一定要为自家主子 看完这场闹剧 万一主子心情好的时候 想听呢 于是忠心耿耿的厌恶 最后还是留下来了 魏月泽有些恨铁不成钢的 走到魏渊的面前 叹了口气 又拍了拍魏渊的肩膀 阿渊 真是让人不省心呢 对于这些 魏月泽并没有任何八卦的心情 反而觉得魏渊此举 做得十分好 跨上高头大马 带着一队宣甲军 便是往魏发走 半路上 魏月泽对身后的副将 吩咐道 今日在岳府听到的 看到的 尽可能散步出去 有多大闹多大 魏渊和岳峰说了两三句 便是回了魏法 徒留十分郁闷的岳峰 和难堪的李沧和 岳锦绣 在岳府的大门口 让人指指点点 不出半日 整个营姿城就传遍了 听说魏法的少将军 和岳府的长小姐 有染呀 可是魏法的少将军 不是和岳府的 狄小姐 有婚约吗 长幼有婿 自然是 长小姐新嫁 我看不对 狄叔有别 狄小姐 怎么着也是正方 听说 长小姐怀孕了 万一是个男孩 母凭子贵呢 可狄小姐 傍晚的魏法 可就不那么安静了 混账 本是想安安静静地 吃顿饭的魏云 在听到这些闲言碎语时 当下就怒了 魏夫人一面安抚 一面让魏云解释 可说来说去 还是将自己抹得 黑不留秋 完全不能洗白 魏云十分生气 你自己说说 该怎么办 取了呗 魏月泽 满条丝里地盛着汤 今天的汤水 倒是很滋补呢 魏夫人冷面 递了一眼魏月泽 并不是她 不想接纳这个儿子 而是魏月泽 从小到大 对她都有敌意 让她很适宜闷 明明她才是受害者 阿泽的话 不无道理 魏云道 人姑娘都怀孕了 总不能搭着肚子 还没明没分的 不行 魏夫人极力反对 月宁阁那边 她才谈好了条件 现在又来了个月锦绣 还要不要她的宝贝儿子 有个好媳妇了 相比月锦绣 她倒是比较喜欢月宁歌 不仅仅是敌树有别 那月锦绣 竟然将自己肚子搞大 要尽魏法 这份心思 不轻呀 魏夫人还想着魏法 轻轻尽尽呢 怎么不行了 魏云道 你儿子都把人肚子搞大了 难道要闹到王族那边去 你才松口 将军 咱们儿子好歹也是嫡子 那月锦绣什么身份 魏夫人气不过 眼下就更觉得 月宁阁讨人喜欢了 那不争不强 还十大局的性子 着实可贵 你就作吧 魏云不满地说道 再这么下去 连阿渊都取不到妻房了 魏云看着魏月泽 不由得粗眉 你倒是给我找个儿媳妇去啊 别听你母亲的 魏夫人赶紧道 我这不是自小就给他养了个吗 去 就你那侄女 不靠谱 魏云叹了口气 然后又将话题重新扯了回来 阿渊 你打算怎么处置月家那个庶女 不如 纳妾吧 这也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 魏云粗眉 尚未娶妻就纳妾 你这是要给宁阁那孩子难堪啊 魏云叹了口气 那就先娶宁阁 不行 魏月泽脱口而出 本来还觉得这汤水挺滋补的 怎么吃着吃着就腻了 魏云道 有你什么事 魏月泽心中付费 我的小狐狸 肯定有我的事 自然话说到嘴边又得改改 阿渊这个不得气死祖母呀 我可听说了 祖母疼爱月小姐得很 再加上长公主和丽贵妃 只怕此事难办 缓了缓 魏月泽又道 再说了 只怕月小姐也不会同意 他这话说得笃定 让魏云也呼吁起来 怎么就不同意了 父亲难道是忘记了 他娘亲是怎么死的 不说这话 魏云都差点忘记了 当初就是李沧和魅惑了月丰 先怀上了孩子 然后又逼得月丰 娶她进门 导致月宁哥的母亲 频频出城拜佛 结果在归途中遇上劫匪 后来死于非命 也是月宁哥福大命大 虽出生在棺材里面 好歹还有一口气 否则那就是一尸两命 想到这儿 魏夫人又对月锦秀 比试了三分 那个月锦秀 只怕也不是好人 若是梁家妇女 怎么可能不顾李树 丢了清白 魏月泽没有再多说 魏云的心思可比他重 若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万一露出了把柄 只怕月宁哥也难堪 想他堂堂一个将军 还得处处为个女人着想 着实是太值得托付终身了 魏云有些惆怅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我明天就去王宫 只怕此事已经传进了宫 魏云捶着脑袋 他哪知道事情会闹得这么大 不行 魏夫人忽然站起身来 你又发什么疯 凭什么月锦绣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说他怀孕了 他就真的怀孕了吗 魏夫人到底是过来人 明天若是有人问起来 直接说 此事尚未得到证实 魏云道 你准备如何证实 明日我进宫 去找王后 让她指派个御医给我 我亲自带去月府瞧瞧 你 你是闹的 月锦绣都敢闹得这么大 我又何须给她面子 魏夫人看着魏冤 儿啊 你觉得娘亲这样做 合不合理 魏冤哪儿还有话说 全凭娘亲处置 这一夜 大多数人都无眠 李沧和月锦绣上了药之后 都恨得牙痒痒 恨不得吃月宁哥的肉 喝月宁哥的血 若不是月宁哥的出现 他们怎么会有今日的狼狈 只有月宁哥睡得十分安稳 就连有人进来了 都不知道 直到那个人 钻进了他温暖的被窝 他才惊觉起来 嗯 尚未等他出声 一个熟悉的吻 便是压在他的唇瓣上 缠绵翡策 好不容易魏月则松开月宁哥 却是斥责道 你个小东西 睡觉都不警觉 万一不是我怎么办 月宁哥付费 不是你就不可能轻薄我 算了 我还是给你安插几个好手在身边 免得你被人吃了亏 占了便宜 魏月则自顾自地说道 完全不给月宁哥反应的机会 月宁哥表示很郁闷 他嘲讽道 除了你要占我便宜 还有谁 他近来脾气渐长 魏月则越是觉得他心中有事 魏月则将他揽在怀中 宁哥 你有心事呢 他的笃定 让月宁哥 有些害怕 内心都呈现出 惶惶不安来 月宁哥 沉默了 他不知道 该如何回答 两个人 就那么依偎着 一直到东窗发白 月宁哥倒是睡得熟 连魏月则什么时候离开的 都不知道 只是晓得 当燕舞端着洗脸水进来的时候 他的心咯噔一下 猛地睁开眼睛 然而 床榻之上空荡荡的 唯有他一个人 魏月则倒是 闪龙见首不见尾 可眼下 也不止床榻之上 空荡荡的 还有月宁哥的心里 也是空荡荡的 月宁哥周车劳顿 加上昨日 又闹出那么多动静 今日的早膳 也没有什么人围坐在一起 李沧和被罚了禁足 月锦绣羞于见人 只有二房三房的人 看起来兴致勃勃 就是月宁哥没有去饭厅 也能够听到些许风声 说是 哑巴小姐月良元 早膳吃了两碗小米粥 心情颇好 到了下午 月风从里部回来了 他带了两个消息来 一个是魏云 进封兵马大元帅 另一个便是魏月泽 加封朝五都尉 魏月泽年纪轻轻 已经官拜四品 更是让魏法气势大声 只是月风以及礼部的众人都不知道 魏和魏月泽能够连跳两极 从六品到四品 只是一场仗的事 他们并不知道 月宁哥昨夜 同魏月泽说的一些悄悄话 就在这几日 邻资城的周边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到了晚膳时候 魏法的马车却是来到了月府门前 月宁哥本是已经落座 偏生有人来禀报 说是魏法传来话 要让月家敌女去用膳 月风不敢怠慢 赶紧送月宁哥出府 确确实实地见到了魏法的马车 他才嘱咐燕吾道 你要好生照顾小姐 若是出了什么事 立刻同我说 为了他的前途 这宝贝女儿可不能再出什么事 月宁哥上了马车 见到早就窝在车厢里面的贺平 魏月泽 要让我去哪儿 月宁哥醋眉 早在之前他就猜测到了 定然是魏月泽那家伙派出来的人 魏法现在还忙着自己的庆功宴 怎么可能让他去 贺平笑道 月小姐当真是聪明人 将军说要好好地犒劳你 在慕宁轩设了宴 既然是在慕宁轩 那就应该没有其他闲杂人等 只是为何不在他的别院 月宁哥心中起了疑惑 转念又是异想 难道还有其他不能去他别院的人 到了慕宁轩之后 月宁哥一下马车便是见着了曹森 当时豁然开朗 曹森作为江湖众人 若是随随便便地出入魏月泽的别院 确实不得好 曹森迎上前来 月小姐 魏将军在里面等了许久了 对待月宁哥 魏月泽从来都有耐心 月宁哥脸上平静无常 曹森却是轻轻笑道 看来魏将军料得不错 月小姐应该已经在路上想通了些什么事 他以为我想通了什么 月宁哥好奇地问道 魏将军说 只需要差人将月小姐带到慕宁轩来 月小姐就会知道 这场晚宴到底会有哪些人在场 月宁哥步履微微一致 而后又继续往前 第五十四集 等到后院的饭厅时 但见魏月泽一副悠哉哉的模样 斜靠在门框上 哪里有一点点将军的姿态 你倒是好 刚刚升了官 不再为法庆功 跑这小地方来做什么 魏月泽走了上来 呵呵一笑 我这不是来犒劳大功臣吗 月宁哥装作很讶异地看着他 我听不到魏将军在说什么 若不是曹森的证词 正务 只怕西宁镇还得与朝廷分割多年 魏月泽冲曹森轻轻地点了点头 表示对他的肯定 这一次魏月泽功劳不小 不仅仅压制住了狂躁的江湖势力 更是趁机将西宁镇的潜在危险都给摸清楚了 虽然魏法全是滔天 但魏法的实力却不容小觑 其王在听了魏月泽对西宁镇的想法之后 连连赞赏 更是对这位年轻的将军刮目相看 若这一次魏法自己将西宁镇的事情解决了 那便是有西军网上的嫌疑 当朝者怎么可能和陆林合作 所以魏月泽这一次借由替魏冤擦屁股的机缘巧合 妥妥当当地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江湖曹莽 并提议其王 眼下是朝廷去接手分割多年的西宁镇最好的契机 这一餐饭和月宁哥料想的一样 有他 有魏月泽 有贺平 有燕武 以及刚刚加入的曹森 魏月泽宴请曹森 这一招笼络人心用得最是好了 用完了晚膳 月宁哥断着刚刚砌好的普尔茶 漫不经心地说道 曹森 我打算让你帮我做件事 月小姐有什么事 我要开家赌访 除了魏月泽以外的人 一个个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月宁哥 谁会想到一个良家妇女会想着要开赌访 那可是三角九流聚集的地方 贺平面有难色 有些忍不住地说道 月小姐 此举怕是不妥吧 不妥 大大的不妥 在此事上 燕武和贺平达成了共识 若是让人知道 堂堂魏法未来的少夫人开赌访 这还让魏法的面子往哪儿搁 燕武也重重地点了点头 小姐 你是在开玩笑吧 我很认真 月宁哥道 地点我都已经柴人选好了 店面也装修好了 眼下就差一个管事的人 曹森知道 月宁哥要和他合作 自然是有他的可取之处 不过当下还是在心里 对月宁哥有了一丝佩服 这女子不按常理出牌 月宁哥道 曹森 你觉得呢 曹森道 既然月小姐吩咐了 我去办就撑 魏月则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出异议 就表示他也认可 月宁哥的行事方法 贺平和燕武也就没有再多说 年后的夜晚 格外的热闹 街道上到处都是花灯 燕武玩心大起 提出赏灯的想法 倒是合了魏月则的意 不过月宁哥近些日子 动静了些大 许多人都认识了这位月妇嫡女 事已在出门前 魏月则差人送来两套男装 让月宁哥和燕武都换上 一行人这才出了慕宁轩 在走出慕宁轩的时候 月宁哥却是疑了一声 魏月则在他身边 问 怎么了 又是他 月宁哥朝角落低了一眼 抱着双臂 心中在盘算着什么 魏月则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他 沉思之中的月宁哥 显得更是狡猾 就像一只正在盘算猎物的下一步行动的狐狸 那个人已经出现在慕宁轩不止两次了 每次都鬼鬼祟祟的混杂在人群或角落里面 着实让人觉得费解 有些人喜欢偷鸡摸狗的 你何必在意 魏月则笑道 不要让别人坏了我们的好心情 今日魏月则的心情好得很 五人在街上穿梭 看着令人眼花缭乱的花灯 燕武和贺平走着走着 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迎自成除了大年三十到元宵节期间 没有宵禁外 其他时候都沉浸在安静之中 虽说迎自成路不时宜 也不庇护 可到底谁也不会有事没事的 在大街上留的 燕武这丫头也不知道去了哪儿 真是让人不省心 月宁哥一面寻人 一面嘀咕着 魏月则倒是觉得人少一些挺好的 至少不会打眼 眼下他们的关系还真是一层难题 真的得找个合适的时机 取下月宁哥脑袋上的那顶帽子 灌花灯真无聊 月宁哥撇撇嘴 实在提不起兴致来 魏月则倒 既然你觉得无聊 不如我们找些有聊的事情来做 月宁哥心里咯噔一声 滴滴地骂了一声 死变态 这家伙 这家伙脑子里就只剩下那些事了吗 然而就在他骂出口的时候 魏月则却一本正经地说道 你想哪儿去了 我是打算去你的毒坊瞧瞧 末了又将声音压得极低 浮在月宁哥耳边小声地说 若你觉得咱们在床上做的事更有聊 我也不介意 话音落下还不忘往月宁哥的耳朵里面吹了一口气 惊得月宁哥满脸通红 该死的魏月则每回子都捉弄我 月宁哥恨得咬牙切齿 只是一转念 月宁哥却是笑得老奸俱滑 魏将军 啊不 是魏都魏 不如咱们来赌一局 赌什么 苏哈 嗯 魏月则连听都没听过这两个字 当时觉得有趣起来 上一次月宁哥带来了麻将来 哄得魏老夫人喜笑颜开 更是教会了原夫人七姨娘等人 眼下整个迎姿城都掀起了一股子麻将风 和之前的金叶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金叶子到底有些贵重了 麻将可是什么材质都可以做 现在慕宁轩的生意叫之琳琅阁 好了不知道几倍 这让琳琅阁的老板都眼红了 魏月则道 苏哈是什么 我那个赌方已经准备好了 既然你是合伙人 不如先去瞧瞧 不过现在咱们就得说清楚 赢了该如何 输了又该如何 这一次月宁哥可是要赌一把大的 你想赌什么 魏月则无所谓的耸耸肩 反正我的就是你的 你想要什么直说就成 月宁哥沉默了三秒 然后才缓缓地说道 我要入天道院的一纸文书 魏月则猝起眉来 你可耻 此事非同小可 就是难办 所以才要你去办呀 月宁哥笑得话之乱颤 怎么 魏都尉不敢了 天下就还没有我魏月则 不敢做的事 魏月则气定神贤地 看着月宁哥 自信满满地说道 若是你输了 三天之后就陪着我去西宁镇剿匪 他提到剿匪的时候 曹森的脸色忽然就沉了下去 魏月则道 曹森 你要记住 虽然你身在曹营 心在汉 可到底你现在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曹森知道魏月则指的是什么 不过既然他和月宁哥有了协议 那么除了报仇之外的事都和他没有关系了 月宁哥带着两人往他准备好的毒房走去 然而走到一处宅院的时候 曹森却是愣了 月小姐 不是要去毒房吗 他见过不少毒房 可从未见到过这样的毒房 月宁哥道 你觉得我这里不像毒房 很不像 曹森抽了抽嘴角 这月府迪小姐还真的是不按常理出牌 月宁哥看着大门口的两座大狮子 一个个张开了血盆大口 心中十分满意 月宁哥快不上前去将门敲开 等候多时的铁柱赶紧将门给打开 小姐 您可终于来了 这段时间他一直在这里候命 虽说是吃穿不愁 可他到底是想干一番大事业的 都布置好了吗 布置好了 只需寻个黄道吉日 就可以开门做生意了 我带两个贵客来 可别怠慢了 月宁哥说着就往里面走 魏月子和曹森也跟着往里面走 曹森有些凌乱 这里哪是毒坊 这里根本就是个住所嘛 雕梁画洞 吃水狼桥 毒坊不应该是一个大屋子里面 乌烟瘴气的混乱之地吗 不过月宁哥带着他们行至大堂的时候 曹森才知道之前所看的都是表象 大堂才是真正的花桥 大堂前的一个罩壁被全部打碎 竟安置了一座皮修在这门口 气势逼人 大厅连着会客厅和偏厅 全都被月宁哥给打通了 窗户全都用黑色的纸给糊住 外面的一点光芒都投射不进来 而在暗处 他倒是开了不少换器用的小孔 房梁上吊着花灯 墙壁上也安置了壁灯 看起来倒是金币辉煌的 你这花了不少钱呢 卫月则识货 他初初地估计了下 就是月宁哥有一千两磅身 这座宅院加上装饰 只怕也用了七七八八了 月宁哥耸耸肩 不撒点鱼耳 怎么钓鱼啊 卫月则摇头 我怎么觉得我在助纣为虐 月宁哥义正言辞地说道 我们这是在为民除害 你想啊 会染上毒瘾的人 都是自制力不强的 何必让他们祸害旁人 不如就在我这消惊窟 死了算了 说到此处的时候 月宁哥眼底闪出金光来 炯炯又深 他的狠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和这张无辜的面孔 根本毫无违和感 铁柱为三人起好茶 小姐 您要玩什么 嗦 月宁哥道 我和魏都会玩 你给我拿些泥马来 铁柱应了一声 赶紧拿了些红红绿绿 写着数字的小圆盘来 这让魏月泽都忍不住好奇地 拿起一块 魏月泽将小圆牌捏在手里 又看着月宁哥 你这脑子里面 怎么都是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这怎么用 月宁哥道 这东西是在进入赌坊的时候兑换的 分为两种 一种是银子兑换的 叫筹码 而另一种就是泥马 月宁哥清晰地解释道 这种是不能兑换银子的 只能凭你的本事 到赌桌上赢得筹码 然后才能对话 你不亏吗 这叫营销手段 月宁哥挑眉 十分不屑地说道 你们都是大老粗 懂什么 如果我将这些泥马 送给达官显贵 你说会有多少人 愿意来我这儿 无本生利 魏月泽笑道 果然 你脑子里面 竟是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曹森听得一愣一愣的 月宁哥说的这些 他可从未想过 只是 曹森道 可达官显贵 都喜欢摆架子 能和普通人一样 在这里赌钱 不是有雅间吗 月宁哥道 你以为 我弄那么大个宅院 是做什么的 这里的东乡西乡 以及后院 全都被做成了雅间 月宁哥针对的 就是 达官显贵 月宁哥指着 魏月泽手里的 泥马道 现在我们手里 一人都一百两 为了公平几件 三局定胜负 毕竟 魏月泽是第一次玩这个 如果一局定胜负 的确是对人 不大公平 不过后来 月宁哥十分后悔 自己的这个决定 第五十五集 铁柱领着三人 走到梭哈的堵桌上 又将月宁哥 前段时间 吩咐他寻人 做出来的扑克牌 拿出来 更是让曹森 觉得匪夷所思 这是什么 扑克牌 月宁哥和和一笑 然后又让铁柱 为他们解释了一番 曹森听得连连点头 他可从未见过这玩意儿 魏月泽拖着腮 静静地看着月宁哥 心里更是觉得 月宁哥这个宝 他简定了 铁柱解释完了之后 魏月泽问道 也就是说 第一张牌 我们都不能看 只能看后面 何观发的 是啊 那开始吧 铁柱倒是忠心地 朝月宁哥看了过去 直到他点了点头 他才开始发牌 第一张底牌 谁都看不到 到了第二张牌的时候 月宁哥一张红星K 魏月泽一张黑桃石 看来我的运气比较好 月宁哥嘻笑着 然后又看着自己 面前的泥马 丢出一块磕着十两的泥马道 稍微大一些 我也不和你玩太多 就十两 魏月泽倒是不介意 他稍微得志 笑道 我跟呗 你这牌面 还跟 为什么不跟 魏月泽道 你是赌徒 我也是 你在赌坊赌钱 我在沙场赌命 月宁哥嘴角 挽起笑容 冲铁柱 点了个头 铁柱 赶紧又发牌 不管月宁哥 给多少泥马 他都跟 美其名曰 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自然第一局 是月宁哥赢了 他赢得太过轻松 更是自信满满 到了第二局 刚刚开出来的牌面 也和上一局 一模一样 看得曹森 忍不住笑了起来 月小姐 该不会是出签吧 月宁哥道 我会出签 你也太小看我了 他这 可是凭真本事 不过曹森 倒是提醒了他一些事 赌场 应该要安排 几个老千 来压场子 只有老千 才最懂老千的套路 铁柱继续发牌 可牌面 却越发地 对月宁哥不利 魏月泽 已经是三张十 而月宁哥 却是五花八门的牌面 这一局 已经不言而喻 曹森暗暗地 为魏月泽 捏了一把汗 幸好一比一打合了 你这人倒是奇怪 皇帝不计太监气 月宁哥 没好气地说道 你是有多想我输呢 明明和他定下 口头协议的人 是他月宁哥 这家伙 倒是胳膊肘往外拐 一心向着魏月泽了 曹森道 并不是 那你为何 只是我觉得 都尉会赢 曹森阅人无数 直觉很准 月宁哥愤愤地 在心里暗道 死人倒八难 魏月泽无所谓地 怂怂肩 最后一局了 你做好准备了吗 他这样 最让月宁哥 觉得心里没底 魏月泽这个人 就像一匹 大尾巴狼 随时随地 都在谋划着什么 此刻 如此气定神闲地 他心里发怵 怕了 月宁哥 冷冷哼了一声 然后对铁柱道 发牌 他就不信了 魏月泽真的运气好到爆 新手难不成还真的狗火旺 不过事实证明了 新手的狗火并不旺 魏月泽的第一张牌便是黑桃八 已经是最小的了 而月宁哥却是一举拿到红桃A 灯时喜笑颜开 曹森哀怨地看着铁柱 些许不满 再这么下去 魏月泽还不是输定了 铁柱继续发着牌 神色如常 月宁哥早就培训过他 作为和官 绝对不能够露半分情绪 是输是赢 都是庄稼和闲家的 和和官 没有任何关系 这样才能够让人觉得可以信任 红桃S King Queen 月宁哥兴奋地说道 看了你的运气 是一阵一阵的 魏月泽的牌面并不小 三条八 如果再多一张八 就会变成四条 除非月宁哥能够拿到大铜花 否则就输定了 可梭哈考验的并不是运气 而是冷静的思维 精湛的毒计 以及超强激励 所以月宁哥并不认为 魏月泽这个新手 能够赢他 还跟吗 月宁哥下意识地问道 他们两人都不知道 自己的第一张牌是什么 所以两个人的心里都没有底 暂时也就只有看着牌面来 最后一局 若说不跟 岂不是自己放弃了 魏月泽微微一笑 将面前的尼玛 全都推了出去 月宁哥的脸色 呼得变得凝重 别说这不是真的筹码 就是一百两 我也输得起 可宁哥 跟我去剿匪 你得想清楚 魏月泽的话 让月宁哥犹豫了 可转念一想 天道院的入学 更是重要 他招 岳府不能再成为 他的容身之所实 只要他是天道院的学生 别说是月和明和李苍和 想要对付他 就连魏冤 若是对他起了歹心 只怕天道院也容不得 想到这里 月宁哥坚定地点了点头 大不了就输一次 为何你要进天道院 魏月泽从未问过月宁哥原因 可这一次他想知道 月宁哥知道天道院 是魏月泽心中的一根刺 每每提到这所学院 魏月泽就会想到 当年徐一世 对他做的种种 我要变得更巧 月宁哥毫不避讳地说道 他不是魏月泽 没有那么高的悟性 也不能去战场上 体会那些血雨腥风 在生离死别之中 成为强者 月宁哥有自知之明 除了学院的系统学习 否则他的武力停滞不前 喝杯封印时候 又有什么区别呢 魏月泽朝铁柱道 放牌吧 这一次的牌面 却是让月宁哥 差点惊呼起来 你三条八和一个S 我却是SKQJ 多位大人 你输定了 月宁哥忍不住 就要去翻底牌 魏月泽 却是先翻看了 自己的底牌 然后出其不意地 将底牌 给捏在手心里面 稍微一用力 扑克牌化作了粉末 月宁哥 诧异地看着魏月泽 半赏 都没有回过身来 至于吗 魏月泽 不是这般小气的人呀 魏月泽站起身来 无所谓地耸耸肩 这玩意不如麻将 我不玩了 话音落下 魏月泽便是往外面走 走到门前的时候 还是不放心地说道 曹森 一会儿送月小姐回月府 她得需要时间 好好想想 这是魏月泽 第一次将月宁哥丢下 月宁哥完全不知道 该如何表达 自己现在的心情 就像吴卫平一样 这种感觉 让她有些不好受 倒是铁柱 见魏月泽都走了 然后手欠地 将月宁哥的牌面 给打开 确实大惊失色 小姐 你这一对K都能够赢 真是运气爆棚啊 原来月宁哥的底牌 并不是红桃石 而是梅花K 就是乱名牌 也是魏月泽的 月宁哥醋眉 把牌清理一遍 我要知道 魏月泽那张底牌 是什么 扑克牌本来数量就不多 铁柱很快就清理完了 然而 小姐 是 铁柱有些支支吾吾的 不大好说 是爸爸 铁柱诧异地 看着月宁哥 小姐 你怎么知道 您该问 魏月泽为何要这么做 月宁哥叹了口气 然后又吩咐了铁柱一些事 便是让曹森送他回府 燕武早就回来了 兼月宁哥安全地回来 心中的大石头 也就落了下来 好在没有出什么事 否则他就真的 难辞其咎了 只是见月宁哥 有些闷闷不乐的 燕武关心地问道 小姐 怎么了 你说 魏月泽这个人 到底是几个意思 月宁哥莫名其妙地 反问了一句 让燕武 战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一时之间 也愣在原地 不知道 该如何回答 然而 月宁哥 并没有直接回答 反而是回到了 自己的屋子 顺势往床 踏上一滚 可惜 半点睡衣都没有 明明拿了四条疤 还说不好玩 这不是让着我吗 月宁哥嘟囔着 又翻了个身 今夜 他还真的 就睡不着了 一闭眼 脑子里面 全都是魏月泽的身形 挥之不去 目的 月宁哥脑子里面 闪出一个想法来 那个想法 把自己 都给吓了一大跳 他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也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 魏月泽 那个常常让自己 忍不住骂一句变态的男人 却温暖地 给他做饺子 那个在战场上 叱咤风云 却为了他的小心思 而甘愿认输的男人 他 已经在某个时候 在月宁哥不知道的情况 走进了他的心里 小姐 小姐 你去哪儿 月宁哥出门着急 这夜深人静的时候 燕舞的声音显得突兀 可他却全都听不到 他的心已经去了魏法 今夜是魏法的庆功宴 虽说还是有人当职 可大伙都差不多酒醉 事宜 月宁哥这一次翻墙 更是轻松 他轻车熟路地 来到魏月泽的小宅院前 和他一样 在魏法里面 魏月泽也是不得当家主母认可的外人 月宁哥心里 微微疼痛起来 他的内心足以强大 是因为他上辈子 见惯了生死 有一个强大特工的灵魂 在支撑 可魏月泽呢 他被魏元带回魏法的时候 受尽人的白眼 更被主母挑三拣四 只怕还是孩童时候 魏月泽就承受了 不该承受的太多 如果他看到我 会不会觉得吃惊 月宁哥心道 魏月泽的好 就像寒冬时候的温酒 一点点地流入了他的心房 让他不再畏惧寒冷 在这个异式大陆 他终于是找到了依靠 魏月泽就是他的依靠 月宁哥笑了笑 想着 若是个月泽 听到我说接纳他 会不会开心地飞起来 他一定高兴死了 正想着 那间黑暗之中 亮着昏黄灯光的房间里面 确实出现了两个人 在魏月泽的房间里面 出现了两个人 其中那刚毅的侧脸 分明就是魏月泽的 还有一个分明是 女人 长发及腰 还不是女人 两个影子似亲密地交织在一起 就像一把匕首 狠狠地扎进了月宁哥的心脏 拥挤在他心头的温暖 一点点地散开 余下的 只有冰凉 月宁哥忍不住心中的战力 一步步地往后退 全然没有方才的激动 干枯的木枝 在月宁哥的脚下 发出清脆的声音 在夜深人静之中 显得无比清晰 什么人 女人的声音率先 从屋子里面传来 月宁哥扭身就跑 他不能被人看到 他有自己的尊严 是了 魏月泽身边 从来不缺女人 他对她 不过是一种征服欲望 真是荒谬的误会 他从来都是 将它当作玩物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月宁哥飞身 出了魏法 抓住他 大半夜的 居然敢擅闯 魏法军机重地 强势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是那个女人的声音 月宁哥下意识地 想要回首看看 三更半夜 能够在魏月泽房间 里面的女人 到底长什么样子 然而 当他刚刚一转头 一只白羽剑 便是朝着他的面门而来 火辣辣的疼痛 刹那间 就在他左边脸颊 绽放开来 浑厚的武力 能够调动 魏法军人的魏力 他应该就是 魏月泽心里那个 足够疲惫他的人吧 月宁哥心如寒冬 他没命地往前奔跑 竟然不知不觉地 出了城 第五十六集 没有宵禁的迎资城 就像一个四通八达之地 月宁哥奔至郊外的时候 身后的追兵 依旧不屑追击 夜晚的荒郊野外 月宁哥慌不择路 只是知道 自己一定不能被抓住 否则他就真的完了 半夜三更潜入魏法府邸 在魏家大公子卧室前徘徊 传出去根本是死路一跳 自己怎么会这般傻呀 就这样毫无防备地处处沦陷 月宁哥强忍着心中的酸楚 撑起疲惫的脚步又加快了步伐 等他跑得更累了 再回过神来 身后早就没有了追兵的踪迹 终于是逃掉了 只是 黑暗之中除了野兽的吼啸声 再无其他 这里是哪儿 月宁哥疏的发现 自己竟然在这个异世大陆上 毫无容身之所 截然一身 终于 强忍许久的眼泪夺眶而出 他要强 可再坚强的女人 也会在潜意识里 想要一个宽阔 可以依靠的肩膀 原以为 魏月则是他的后盾 可最后 他却从未是他 避风的港湾 他一直将他当作王母 那时候 他变态的言辞 今朝回忆起来 却是狠狠地扇了月宁哥一个耳瓜子 他早就说过了 他不过是偷不着的技 何必将自己看得高贵 一切的一切都是他月宁哥咎由自取 他从未想过娶她 从来没有过 他一次次地强行将她按在床榻之上 一次次地坦诚相见 为的不过是解决生理上的需要 他的心里早就有了其他人 想到悲痛的地方 月宁哥终于忍不住大哭了起来 这是他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真正的委屈 那就好比孩子本来以为自己得到了一颗糖 但当他剥开糖果的时候 看到的却是空荡荡的糖质 月宁哥捏紧了拳头 终于身上的力气都被抽空了一般 无力地瘫坐在泥地上 世界上最觉醒的人 大抵就是魏月泽了 杀伐果断的魏将军 月宁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努力地镇定下来 人都是有情绪的 哭过了 累过了 咆哮过了 余下的不过是振振空虚 他还有嬷嬷要照顾 他还有羊皮碎片尚未找到 他不能就这样大推堂鼓 月宁哥站起山来准备折返 然而在黑暗之中 他早就被一群犯着贪婪的 绿油油眼睛的魔怪 给包围了 这里 倩记山 在黑夜里面 月宁哥慌不择路 竟然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这里 是倩记山 月宁哥回过神来的时候 如狼似虎的魔怪 已经发动了攻势 他抽出匕首来 手起刀落并不犹豫 只是魔怪善于群攻 月宁哥虽然武力强悍 可也是挂不敌众 很快 月宁哥的胳膊 大腿 腰背 都有被魔怪 撕咬出来的 不同程度的伤口 枕水影 威月宁 短见至心 月宁哥不知道 谁在说话 可这言辞要表达的是 方向 在黑夜之中 人的眼睛 永远都没有魔怪清楚 他吃亏 就吃在这个地方 眼下 月宁哥选择 相信这位陌生人 枕水影 是居于东南方向的星宿 威月宁 是居于西北方向的星宿 这十四年来 莫莫教他最多的 就是记忆星辰的方向 虽然星辰 时时刻刻都在变化 可东方青龙 南方朱雀 北方玄武 西方白虎里面的 二十八星宿 却足够让他分清楚方向 月宁哥忽然间醒过神来 他有超强的速度 先将匕首刺向东南 然后再往西北 他能够感受到 匕首刺进血肉之中的力度 月宁哥仿似 嗜血一般的兴奋 鲜血进入黑色的土地 并没有留下什么 在陌生高人的指点下 月宁哥反败为胜 魔怪不敢恋战 速速撤退 周围陡然安静下来 月宁哥这才松了口气 瘫坐在地上 他垂眸 悠悠地看着染血的匕首 匕首上的红色宝石刺眼飞长 就像寒冬雪地 反射出来的光线一样 让他忍不住落下泪来 所有的一切 不过是他的异想罢了 月宁哥无力地松开手 匕首的分量太重了 他已经拿不起了 倩基山腹地 居然丢开唯一磅神的武器 你是准备寻死吗 那个声音再一次响起来 低沉得很 只是月宁哥大惊 竟然在不知不觉中 他来到了倩基山腹地 是了 方才他太过慌张 惶恐 并没有看清楚前面的路 便是闷头往前冲 而今和迎资成是越来越远了 他得回去 他必须回去 月宁哥正打算站起身来 可双腿酸染到无力的状态 他根本已经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了 恍惚间魔怪的吼笑声又再一次响起来 这一次的声音比方才还要凶狠 难道他真的要死在这儿 月宁哥看着四周的黑暗 除了斑驳的树影子 他根本看不到其他 要活下去吗 声音空洞无比 月宁哥第一次听不出真假 只是到了这个关键点 若是不搏一搏 就真的是死路一条了 月宁哥道 你有办法让我活下去 我有这个能力 不过得做个交易 你和一个将死之人做交易 有我在 你还死不了 好大的口气 那些吼笑声越来越近 月宁哥已经在死亡边界徘徊了 他没有多余的气力再浮于顽抗 他不想死 他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 你该庆幸 月宁哥没有犹豫 你说 做什么交易 我需要一柄可以杀人的剑 月宁哥 月宁哥下意识地就往地上看去 那颗红宝石依旧发着金光 看起来无比璀璨 我要的是一柄活着的剑 简单地说 就是要一名刺客 月宁哥 月宁哥 你要我杀谁 你以为 你现在能够杀谁 诚然 月宁哥现在谁都杀不了 他自身难保 月宁哥垂下脑袋来 忽闻一种诡异的声音 从林间传来 那声音类似于司主管弦 可仔细一听 其中又有沙沙声响 仿似掺和了杂志一样 声音并不婉转 但好似可以蛊惑人心 月宁哥听得入神了 再后来 那些魔怪的吼笑声 也渐渐消散了 月宁哥忽然醒过神来 这是 当今天下 有一种神奇的术法 可蛊惑人心 亦可御寿 那是嬷嬷在夜间 同他闲话家常的时候 提到过的 那时月宁哥还十分好奇 可嬷嬷说 御寿术早就失传了 从大夏王朝覆灭之后 就失传了 大夏王朝武力至尊 可上武也会带来许多矛盾 文武不均衡 军阀混战 名不聊生 久而久之 便是让四个诸侯 成为佼佼者 分别演化出 齐国 楚国 赵国 秦国 而大夏王朝 便如垂垂老矣的 驰木者 最后 轰然倒下 没想到 竟然在 倩济山腹地 会有人懂御寿之术 你往前走一百步 声音如同指令 越宁哥有些犹豫 整个空间都安静得如同凝固一般 气流游走过的声音都格外清晰 他别无选择 越宁哥垂下头 看着自己满身的伤痕 他已经走投无路了 这一次 输得太过彻底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已经做好了准备 他朝着前面走了一百步 却是看到一处矮小的灌木林 越宁哥知道该怎么做 他将灌木林扒开 一个洞口便是出现在他的面前 若是对方想要他的命 何必大费周章 越宁哥不宜有他 竟自爬进了这个山洞 洞口不大 越宁哥的身形娇小 倒是可以出入自由 若是再丰满一些 可就进不去了 山洞里面很黑 却有潺潺的水流声 有水的地方自然就有生命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越宁哥还要往前走 可正前方却是传来阴冷的声音 若是你再往前 就会踩到我 嗯 越宁哥停下脚步 这里没有半分灯光 他连方向都看不到 就在这时 一点点光芒在正前方闪了闪 火折子 拿去 越宁哥觉得十分诧异 他顺着火光接过火折子 然后又找了些干燥的木枝 将其点亮 算是一个简单的火把 此刻越宁哥才看清楚 这周围的环境 这里并不开阔 还没有一个篮球场大 越宁哥把火把朝那个人 举了过去 当时心里无比惊骇 这个男人 衣衫蓝绿 棚头垢面 整个人都靠在石壁之上 他坐在地上 本来在看到这幅画面的时候 越宁哥应该很惊恐的 这个人就像一个流浪汉般 只是当越宁哥迎上 他那双眼睛的时候 却安静下来 他很冷静 你不怕我 越宁哥没有说话 只是用火把将周围都照亮 到处都是骸骨 这个男人看起来 好似雷弱的 不要不要的 可越宁哥并不认为 此人是泛泛之辈 见到这么多的骸骨 你都不怕 男人嘴角裂开 扯出诡异音森的笑容来 你不怕我将你引进来 吃掉 他的话让越宁哥忍不住 毛骨悚然 他方才看见了 这里并不只是有 魔怪的骸骨 还有 人类的骸骨 无用的人 留着浪费粮食 不如当成我的粮食 他说的十分有道理 可人听了 定然是不舒服的 吃人了都 越宁哥沉吟了片刻 这才开口道 人肉是酸的 不好吃 你吃过 男人眼底涌出金光来 这个女人 是他要找的 那是越宁哥并不想回忆起来的悲惨经历 那是上辈子的事了 越宁哥现在十分疲惫 一些不想再提及的事 他连开口的欲望都没有 男人并不勉强 转了话风道 作为一柄利剑 你知道要做什么吗 杀人 杀人他并不陌生 只是有些厌恶 厌恶听命行事 男人满意地点点头 只是你现在的身手 只怕被人杀 你打算教我 越宁哥挑眉 如果有高人相助 驾至他体内的练血珠 短时间内 应该会有所小成 男人道 我不教你 但可以给你指一条名路 什么路 破军谷 天书院 越宁哥皱眉 我只听说过 天道院 男人冷笑 不识货 越宁哥趁机休息了会儿 等自己恢复了些许体力之后 又朝洞口看了看 心道 如果原路返回 你必死无疑 男人好似猜透了越宁哥的打算 不慌不忙地说道 既然你进了这个山洞 就是和我做了交易 若你弃我而去 我一定让外面的魔怪 将你撕成碎片 他不是在开玩笑 越宁哥有些生气 之前被魏月则威胁 现在又被这个陌生 而又古怪的男人威胁 这一辈子 活得真是浓包 第五十七集 不服气 男人阴森森地一笑 你不必不服气 这世道就是这样 他已经见识过男人的玉兽术 也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 越宁哥叹了口气 眼下只能服软 既然你和我做了交易 我先做我介绍 我叫越宁哥 嗯 以前 他们都叫我一声七言 他并不打算 将自己的真实姓名 告知越宁哥 越宁哥不作他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隐 他也没兴趣深究 过来扶我 七爷的声音充满了威慑力 越宁哥不得不从 越宁哥走进七爷 一股血腥夹杂着腐败的味道 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 要不是越宁哥有足够的定力 只怕当场就要呕出来 将已经无法用邋遢来形容的七爷 搀扶着起来 越宁哥才发现 他能够行走 只是整个身子使不上气力罢了 你是舞者吗 越宁哥问 七爷的 曾经是 曾经的他 越宁哥醋眉 现在怎么又不是了 因为七个人 你倒是和七有缘 聂缘 这样的对话太枯燥了 越宁哥识趣地闭上了嘴巴 七爷指着路 越宁哥一步步地往前走 他一面走 心中一面犯嘀咕 这里 不是更往附地伸出去 前面是血水泉的源头 七爷好似长了一双透视眼 每每越宁哥在嘀咕些什么 他都能够准确无误地指出来 越宁哥微微咋舌 并不回答 经过血水泉的源头时 越宁哥几乎是下意识地 朝那地方看了过去 却见一块无自卑 这里埋葬着成千上万的舞者 血水泉之所以能够有那么强悍的力量 是因为这些舞者的武力灵魂 已经升华融入其中 很多时候 有些事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风光 实际上潜藏着的恶心 是你无法想象的 他一有所指 越宁哥却只觉得背脊声寒 然而是越宁哥再怎么胆子大 也无法想象自己当初在这 成千上万舞者的血水里面泡着 那画面真的是太好看了 穿过血水泉的源头 越宁哥搀扶着七爷走到了路的尽头 越宁哥借着火车子打量了一番四周 并没有其他出路 接下来怎么走 打碎这面墙 那你 越宁哥诧异地看着七爷 你说什么 七爷重复道 打碎这面墙 这难道不是在同他开玩笑 虽说他不是弱智新鲜的女子 但要劈开这面石壁 就算用脚趾头想 也知道这是不可能事件 人力怎么可以和自然界相抗衡 你疯了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 七爷的声音缓缓的 好似在表述些什么 可越宁哥直勾勾地盯着这面石壁 心中再次否定了他这个疯狂的想法 七爷不恼 他在这山洞里面待了那么长的时间 早就学会了冷静 别人以为他疯狂 其实他只是出其不意 天地长且久 以其不自生 揣而睿之不可长宝 弓碎天之道也 他的话就像一串符号似的 钻入月宁哥的耳朵 然后将他的天灵都填得满满的 就像修行者遭遇的醍醐灌顶 趋则全 望则直 挖则迎 弊则心 少则多 多则祸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济息聊兮 独立不改 周行不代 为天地母 大约是 事约远 远约返 他的话就像经文 一个字一个字地 刻在月宁哥的脑子里面 但凡仔细一想 月宁哥就能够感觉到 整个经脉都变得沸腾起来 这是 心法 是的 当初魏月泽在同他念叨的时候 月宁哥就记住了这种感觉 他每天早晚都会将那些文字 背诵一遍 然后再运行一遍 不过那些东西 早就被月宁哥 翻来覆去的运行 到后来 都没有什么功效了 而这些 是新的 月宁哥就像个贪婪的孩子 牢牢地记住 七爷所念的经文 然后默默地 运行起了武力 呼的 一股子强悍的力量 汇聚在了 他的右手手掌处 好似一种动力 驱使着他 抬起右手来 巨大的声响 让陷入麻木的月宁哥 终于回过神来 他看着那堵 被炸掉几块岩石的石壁 呆了好几秒 还差些火候 七爷漫不经心地说道 不过你能够有这样的悟性 已经很不错了 那要怎么做 你继续 呃 月宁哥简直想要抱粗口 不过眼下 也没有其他的法子 按照方才的运行武力方式 月宁哥又再一次地 将武力汇聚到了右手掌上 对着那面石壁 便是狠狠的一批 他每一次都会有进步 终于是在第五次的时候 才将石壁给劈开 月宁哥看着被劈开的石壁 都有些不敢相信 走吧 七爷倒是气定神仙 这些在他看来都是小意思 舞者开山劈石 那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了 月宁哥扶着七爷走出去 外面的空气要清新的很多 只是风一吹过 寒冷刺骨 两人继续往前走 并没有任何魔怪敢靠近 只是月宁哥也发现了 这里好似已经离开了 倩际山 东方已经泛出一点点的白光 他们竟然走了一夜 月宁哥脸上 写满了不可思议 他们在山洞里面行走 并不能看到白天黑夜 只能执行 加上七爷不断地对月宁哥念一些有用的心法 让他可以在赶路时候默默运行舞力 让他并不会感觉到疲累 所以就算是走上一整夜 月宁哥都毫无感觉 很快他们来到一处略显荒凉的大门前 这样荒无人烟的地方 竟然会有大门 到了 七爷的声音提醒着月宁哥 他们此行是要去哪儿了 月宁哥挑眉 有些疑惑 这里是天书院 听天书院这三个字也十分气派 按理说应该和天道院不相上下 只可惜月宁哥的眼前却是一片荒芜 甚至可以用破路来形容 七爷迈动着脚步 月宁哥不敢撒手 扶着他朝他心中所想的地方走过去 但见他走到院门旁的石壁下 伸手拉开交织在一起的青黄色藤腕 这时月宁哥才看到里面的字 天书 深刻的字迹透着被无数风雨侵蚀的破败 这石壁上更多的 还是刀剑所留下的痕迹 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 刀剑伤痕 灰尘布满了字迹 这个地方能够学到些什么 七爷缓缓地抬起头来 十年了 整整十年 他终于回到了这里 有些人有些债 是时候该还了 他很激动 以至于搀扶着他的月宁哥 都能够感受到他因为兴奋而颤抖的身躯 他迫切地伸出手 落到门上 微微一用力 门就开了 这么多年了 沉寂多年的天书院 终于再一次开启了大门 岳宁哥是第一次进入学院 他搀扶着七爷 一步步地往前走 也一点点地将这里的建筑 尽收眼里 天书院虽然看起来泼落 但所有的建筑都气势灰弘 这里为何会变成这样 脚下是蜂长的野草 有些地方都有一人高 岳宁哥道 这里没人 被封印了十年 还有哪个舞者敢来 七爷的声音轻飘飘的 可岳宁哥还是听出了咬牙切齿 这里被人封印了 七 七爷 轻微颤里的声音 从布满灰尘的长廊处传来 那是一个沧桑的声音 岳宁哥回首看过去 在长廊之下 正有一个老夫人呆呆地看着他们 而她长满皱纹的老脸 已经是泪痕遍布 看起来就像雨水落在沟壑里面 蜿蜒 杜嬷 七爷 可算是回来了 杜嬷嬷走上前来 她扑通一声跪下 一张嘴却见岳宁哥 正疑惑地看着她 七爷道 封印尚未解开 大厨尚未了断 一切都不必再提 杜嬷嬷还没有说什么 七爷已经断了岳宁哥小八卦的念头 杜嬷嬷失去地对七爷重重地磕了个头 应了一声誓 才起了身 岳宁哥有时候很厌恶这个地方 明明人家已经这样大的年纪了 还得给年轻人心理 也不瞧瞧人家的腿脚 这样的年纪 谁还没有骨质疏松 万一跪下去 起不来怎么办 他这样想着 眼神就放空了 好似在思考些什么 七爷道 有些事不该想的别想 岳宁哥回过神来 以为被人发现 他脑子里乱想些乱七八糟的事 闪闪一笑 杜嬷嬷道 我去给七爷准备沐浴 这么多年 一身的污渍 是该好好地洗洗了 岳宁哥心里咯噔一声 该不会这家伙 还要他给他搓背吧 好在七爷并没有这个打算 杜嬷嬷老当义壮 什么都清理清为 岳宁哥看了都觉得 他实在不容易 杜嬷嬷并没有太麻烦岳宁哥 七爷沐浴完了 也不打算见岳宁哥 只是拆了杜嬷嬷 传了话 让他自己寻房间休息 天书院占地面积颇大 乡房多不胜数 岳宁哥随便寻了一间 尚算干净地 草草睡了过去 折腾了这么久 他很累了 等他醒过来 已经是一天后了 岳宁哥起山之后 拍了拍山上的尘土 走出房间 准备去寻一些清水 来洗漱 可当他走到长廊的时候 却建议蓝山青年 扮衣红色的木柱子 山晴淡漠 仿佛折仙 看够了没 这声音 岳宁哥足足愣了许久 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七爷 这还是那个一身蓝驴 满身臭味的野人吗 岳宁哥快步走了过去 果真是人靠衣装 佛靠精装呀 换了一身行头 又洗漱干净了 终于算是有人的模样了 看着七爷这副样子 岳宁哥笑道 你身子恢复了吗 我这身子恢复不了了 七爷好似对什么 都提不起兴致来 废了就是废了 走几步也气喘吁吁 他声色超然 就像在说一些 无关痛痒的事 岳宁哥陪笑道 嗯 不是还有我吗 是的 还有你 岳宁哥本是一句玩笑话 却被七爷当了真 第五十八集 七爷道 你现在就去替我办件事 什么事 进天道院 嗯 岳宁哥有些诧异地看着他 他领着他来天书院 怎么一转念 却要让他进天道院 岳宁哥问 你要我杀的人 是否就在天道院 是 七爷并不避讳 他既然已经打算 要让岳宁哥当他的利剑 那就不会任由这把剑生锈 七爷看着天空中 漂浮着的白云 十年的仇 是时候该有个了结了 你要我杀谁 你现在能杀谁 问得十分好 岳宁哥自问 现在谁都杀不了 七爷道 你没有时间多想 也没有权利多选 你能做的 就是替我杀人 他说的笃定 容不得岳宁哥反抗 七爷继续道 算算时间 二月二龙抬头 便是天道院扩招的时候 届时 你务必得考进去 我成吗 岳宁哥不由地提出了疑问 他现在已经不指望魏月泽了 甚至希望在未来的日子 和魏月泽没有任何的交接 本来在疲累至极的时候 岳宁哥是可以好好地睡个好觉的 可一闭上眼睛 脑子里全都是魏月泽那个浑蛋的脸 嬉皮笑脸的魏月泽 不怒自威的魏月泽 在高头大马之上 威风凛凛的魏月泽 在寒冬腊月 为他亲手做饺子的魏月泽 可终究 他只是一个万物 你不成 我就杀了你 七爷眼底涌出阴痕来 岳宁哥能够感受到最致命的威胁 他的玉兽术足够让倩记山的魔怪 前仆后继地冲入迎资城 将他咬死 只是岳宁哥又觉得费解了 有这么厉害的玉兽术 为何他不玉兽 除掉自己的仇人 我要亲眼看着他们的皮肉 被一刀刀地割下 要亲眼看着他们 如何痛苦地死去 他的声音仿佛来自地狱 叫岳宁哥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这个傲天大陆 怎么到处都是变态 七爷随手取出一本泛黄的书来 他冷声道 距离二月二 还有一段时间 你自己去悟 这是什么 岳宁哥接过书 上面并没有名字 泛黄的书本带着饱满的沧桑感 岳宁哥能够感受到 其分量并不小 七爷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岳宁哥手里的书 最后微微叹了口气 杜嬷嬷送岳宁哥出了破军谷 这个时候岳宁哥才发现 原来在破军谷的旁边 便是天道院的盘踞之地 扶苏山 岳宁哥有些意外 杜嬷嬷 天书院和天道院 有些事 不该问的就别问 杜嬷嬷的身上 有一种高傲的气质 仿佛是那高高在上的贵族 岳宁哥觉得自己的想法太多了 一个嬷嬷罢了 又怎么会是贵族 杜嬷嬷转身就要走 然而走了两三步之后 杜嬷嬷却又停下了脚步 权衡了许久 才缓缓地问道 姑娘和七爷 是什么关系 她本有自己的猜想 可今日 却有另外一番感觉 盈盈觉得 之前自己的猜想是错了 岳宁哥审笑 啊 她救了我 我帮了她 很简单的关系 杜嬷嬷悄然松了口气 既然是这样的关系 那她便放心了 她想到那些 因孙而血腥的过往 又见到岳宁哥脸上的甜蛋 心中的不安 才逐渐被按下去 希望姑娘 好自为之 能够留在七爷身边的人 不多了 杜嬷嬷的话 让月宁哥呵呵一笑 谁说要留在那个怪物身边了 她不愿多问 也不愿多想 此刻得立刻赶回迎资城才是 她不能失踪太久 否则 月宁会起疑心的 杜嬷嬷从怀里 取出一个小瓶子 你脸上的伤 还没好 如果杜嬷嬷不说 岳宁哥 还真的没有察觉到这个事 起初 她单纯地以为 是这些日子太过劳累 太过紧张 所以脸上的那条 被白语剑划上的伤 结痂之后又流血 周而复始罢了 这是被武力所伤 伤你的人 别有用心 这瓶子里面 装着火血化瘀的密药 能够快速地促使伤口 快速复原 月宁哥从杜嬷嬷手里 接过小瓶子 又听到她说 用两滴就好 切记贪多 月宁哥赶紧从药瓶里面 倒了两滴出来 凉悠悠的药 滴落在她的皮肤上 实在舒服 她几乎是下意识地 用手一摸 杜嬷嬷却道 药香毁容 只管用手 月宁哥咋舌 正要问些什么 杜嬷嬷却是头也不回地 钻进了野草堆 这里是个谷地 和扶苏山一高一矮 就像天上云和地底泥的区别 只是月宁哥已觉得 此事不简单 破军谷 她曾经看过奇国的地图 并没有破军谷三个字出现 这里 处处神秘 月宁哥没有多想 静自往银滋城走去 他的脚城很快 毕竟是个舞者 所以在太阳下山之前 就到了银滋城的城门外 城门有很多的侍卫在当值 进出的人都要缴纳一定数量的税收 所以通常情况来说 进城的速度较至出城的速度要满得多 然而今日却不一样了 静城和出城都排成了两排 巍峨的城门之前 并不只有府都衙们的守门组把关 还有 未发的军人 月宁哥 促眉暗想 莫非 我出城的消息走落了风声 只是这个消息 刚刚犯起来 便被月宁哥给压下去了 怎么可能 她不过是一介女流 怎么可能劳实动众 就算是有人发现她失踪了 那也是岳父的人 顶多会惊动府都衙门 也不可能让卫发出灭 莫非是 听说了吗 卫发两天前的夜里遭了窃贼 眼下正全城戒严 难怪啊 我就说 怎么进城出城都那么难了 听说是军事图不见了 不能吧 我听说是金银财宝少了些 哎哎哎 我听的版本又不一样了 说是未发的表小姐 被彩花大盗给偷窥了 一个个的版本都异常玄乎 月宁哥只能按照 突突疼痛的太阳穴 两天之前 不就是他潜入未发的那夜吗 我跟你们说 你们的版本都不对 人群里面 一书上十分八卦地 扫了一圈众人 然后仿佛自己高高在上那般 缓缓地说道 我这边有可靠消息 据说未发两天前的确是被人偷偷溜了进去 只是 只是什么 什么都没有掉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那个小贼不走运 被未发的表小姐一箭伤着脸蛋 眼下 表小姐正在城门处挨个挨个的茶 咯噔 月宁哥惊骇地看着城门 感情 那一伤他的人竟然是未发的表小姐 未夫人徐氏的亲侄女 徐如烟 那个就是他刚刚入迎资城 就听说过的强者 未发从来不养先人 这个表小姐自然有其过人之处 她不仅仅是天道院的学生 更是强者里面的佼佼者 在江湖上 舞者的排名都在舞蹈会上 而能够挤入排名的人 已经是很不简单了 徐如烟 年方十八 便是榜单之上的人物 难怪伤口一直无法愈合 原来 徐如烟在这里 那其他城门应该可以走 迎资城有四个城门 徐如烟没有分身术 那小贼以为未发表小姐 只在一个城门就错了 其他的三个城门可都有高手作证 其中还有未发刚刚被封的 朝五都尉 月宁哥的脑袋一下子就大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月宁哥却无比的清醒 魏月泽是什么人 这点小事怎么可能劳烦得了他 除非能够劳烦他的人来头不小 例如 徐如烟 较之徐如烟 月宁哥现在更不想见到魏月泽 月宁哥下意识地捂着自己左边脸颊 试图混进迎资城 他走到前面去 眼底涌出狠意来 用食指抵在书生背后的命门上 压低了声音道 不想死就别乱动 书生一愣 随即明白过来 也压低了声音道 你就是那个小贼 他一直都以为潜入未乏的小贼 应该是个男人 可月宁哥的这个举动 却是让他猜出了一眼 不该问的别问 不该说的别说 月宁哥低声说道 他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迎资城 假装一直都在城中 否则就会有太多的怀疑 这个书生看起来手无腹肌之力 等到时候用完了 只需要用银子或武力来威逼一番 自然就不敢乱说话了 当初怎么就被薇泽那混蛋 给蒙蔽了双眼呢 月宁哥心中愤愤地说道 来到城门前 巡师的守门组 朝月宁哥和书生的方向 看了过来 月宁哥赶紧低下了脑袋 你知道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吧 月宁哥威胁地说道 书生审笑 命都在你手上 我哪敢乱说话 守城族见月宁哥身子矮小 又见书生一脸文弱 也就没有起疑心 顺顺当当地放他们过去 然而就在月宁哥 威胁着书生往前走的时候 一声娇斥便是传来 等等 月宁哥心里咯噔一声 这个声音 就是那夜在魏月泽房间里面的女人 她 是徐如烟 月宁哥捂着脸 往声音的源头看过去 年方十八的女子早就发育好了 前凸后翘 一身剪裁得当的衣裳 更是衬托的她 风情万种 加上她一直习武 所以身材较之其他女子来说 更有线条感 看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月宁哥垂眸看着自己的飞机场 当时觉得被比下去了 卫月泽就是个大变态 相见有肉了不起啊 月宁哥莫名心中泛起酸酸的味道 徐如烟已经走到了她的面前 上下打量了一番月宁哥 不由得皱眉 你把头抬起来 月宁哥心之哀不过了 暗暗地想到 该死的 不会被发现了吧 那天 黑漆漆的 她都没有看到徐如烟的模样 难道徐如烟看到了她 应该不会 月宁哥一咬银牙 抬起头来 你的脸怎么了 徐如烟问道 她清楚地记得 那叶是她射出去的白语剑 伤了那个贼人 眼前的这个女人 身形和那叶的贼人 差不多 虽然她没有舞者的气息 可宁杀错 不放过 月宁哥无辜地摇头 没事啊 没事 你舞着做什么 我牙疼 月宁哥随便扯了个借口 可听起来 这个借口 实在太烂了 你把手挪开 徐如烟警惕地 看着月宁哥 他发现月宁哥 那双看起来 清澈无比的眼睛里面 有对他的敌意 他的感觉不会错 第五十九集 月宁哥咬着牙 心中已经在盘算 该如何逃了 这个时候 如果和徐如烟 起了正面冲突 那他就不只是 要被送回乡下 那么简单了 月宁哥不想 将手挪开 他知道 那条伤 一定会成为证据的 为什么自己 不再仔细一些 为什么要留下 这个证据 真是太不小心了 月宁哥不想 成为逃犯 他还没有完成任务 那些羊皮碎片 到现在 他还一筹莫展 他不能就这么放弃了 他不能对不起 嬷嬷 怎么办 月宁哥进退尾谷 马车的声音 毫无预兆地传来 整齐划一的步伐 也随着车轴声 浩浩荡荡荡地传来 所有的目光 都被城中的一幕 给吸引 金灿灿的车身 提一看 就是土豪级别的人物 而在迎自成 敢用这样的车身 只有一人 虚如烟 轻轻地移了一声 不免皱起眉来 这位人物一来 是要做什么 该不会是来添乱的吧 月宁哥正觉得诧异 却见自己身边的书生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轻轻地往后退去 一步 两步 三步 银丘郡王 你准备又要去哪儿 这声音是 长公主 车帘被拉开 一身华丽衣上的长公主 踩着奴仆的背下了车 缓缓地朝月宁哥走过来 然而她的目光 却不是落在月宁哥身上 而是落在 江吉木 初初回到国都 不打算去见见你的王兄 就要走吗 月宁哥扭头 一脸震惊地 看着八卦的书生 脸上已经写满了 不可思议 当然 她还不是太蠢 在长公主走过来的时候 她挟持书生的手 已经收了回来 与此同时 更头大的当属徐如烟 迎丘郡王 江吉木 这迎资城的城门 是要闹哪样 还嫌不够乱吗 长公主 斜眼瞅了一眼月宁哥 正醋眉 江吉木赶紧道 姐 人小姑娘没你漂亮 别看了 我听话 咱们回吧 突如其来的 江吉木认怂 这倒是头一早 长公主脸上 更是写满了诧异 什么时候 岳父的嫡女 和她的宝贝弟弟 搅合在了一起 不过有些事 长公主还是有分寸的 当下便是朝两人道 那还傻愣着做什么 江吉木赶紧拉着 岳宁哥要进城 徐如烟确实不让 不行 魏法好大的胆子 连迎丘郡王和本公主 都敢来 长公主眉头紧簇 魏法功高震主 早就在朝野上下传遍了 就在前些日子 魏云得封兵马大元帅 为了此事 他还同齐王争执了一番 若不是他担着 先王清风 长公主的名号 齐王保不齐 就要废了他 长公主之所以 无人能管 朝野上下 人人畏惧 正是因为 她是先王清风的 长公主 除了齐王 没人能管 徐如烟道 前些日子 魏法遭贼 小女子不才 怀疑贼人 就是这位姑娘 长公主嘴角 泛起糊涂来 你怀疑她 是 徐如烟并不避讳 她在舞蹈会的排名 虽然靠后 但至少能够上得了榜 从小到大 她知道什么叫 几人篮下 可当下 惊非昔比 魏法里面的人 见到了她 哪个不是 恭恭敬敬的 她并不觉得 长公主 可以一手遮天 可是 她错过了一件事 你若今日拦了她 我保证 你以后的日子 不会好过 长公主 惠莫如深地 看着徐如烟 徐如烟心里发紧 难道长公主 要为了一个陌生人 和她为敌 不至于吧 月宁哥嘴角抽了抽 有些尴尬地 看着长公主 何必呢 月宁哥心里暗道 但我走就行了吗 何必废话呢 周围的人都看着他们 好似 再看一场戏那般 徐如烟心里想着 如果今日放走了他们 她照如果是姨母问起来 我在卫阀 还有立足的地方 若这个人 真的是那个贱人 长公主 又如何包庇 难道是 徐如烟的心里 已经衍生出一个 大的猜想 而这个猜想 却是让她自己 狠狠地 吓了一大跳 难道长公主 有份参与 前两日的夜谈卫阀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徐如烟整个人 都愣住了 长公主松了眉头 怎么 能放人了吗 她红色的单扣 在这一刻看起来 十分耀眼 更是刺眼 徐如烟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不能 她仿佛顶着 巨大的心理压力 她深深地 吸了一口气 这位姑娘的嫌疑 尚未洗净 还望长公主 主持公道 她的嫌疑 她也有嫌疑 长公主挑眉 你会 半夜三更地去喂阀 嗯 月宁哥垂下头去 长公主 却是朝江吉墨 低了个眼神道 你滚上马车 再溜了 下次我见到你 打断你的狗腿 江吉墨乖乖地上了车 心中有些疑惑 姐姐为何 要帮那个小丫头 长公主笑道 我不认为 她会去喂法 长公主 何以这般肯定 徐如烟醋眉 那你何以觉得 她有嫌疑 长公主 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反问道 那夜 我以武力 灌注白语剑 伤了小贼的左脸 徐如烟如实说道 这位姑娘 一直捂着左脸 生怕被别人看到 长公主 瞅了瞅月宁哥 徐如烟不说 她还没有注意到 眼下月宁哥 还真的就捂着左脸 长公主道 你捂着脸做什么 我牙疼 月宁哥都想找个墙 撞死算了 这样别搅的借口 连她自己都不信了 她说她牙疼 我听到了 那你还不放人 我没有看到 徐如烟叫真的说道 除非这位姑娘 把手拿下来 长公主 按着突突腾痛的太阳穴 然后出其不意地 一把拉下 月宁哥的手 月宁哥当场 就愣在原地 糟了 月宁哥惊恐地 看着徐如烟 心中已经在想 怎么逃了 长公主 到底是来帮她的 还是来害她的 看到了 长公主 语气不变 依旧懒洋洋的 这张光滑的脸蛋上 哪有什么伤 什么 月宁哥 扑闪着大眼睛 一副费解地 看着长公主 和徐如烟 当然这表情 落在两人眼中 那都是妥妥的无辜 徐如烟皱眉 你脸上没什么 你捂着做什么 月宁哥算是听出来了 他脸上的伤 没了 月宁哥又赶紧用手 捂着自己的左脸 然后小心翼翼地摸了摸 装作自己很难受的样子 我都说了 我牙疼 杜嬷嬷的药 这么管用 不到一天的时间 伤不止好了 连疤痕都没了 月宁哥在心里 悄悄地松了口气 长公主 洋装可惜地 叹了口气 唉 你这个嫡女当的 也太没轻重了 不仅仅在家 被庶女欺负 现在连未来夫家的 表小姐都敢欺负你 我看你又 赶紧得长长脾气 如此下去 怎么得了 他这话里有话的 徐如烟 却是听了个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英哥 我瞧着 为伐家大业大的 事多 长公主冷冷地说道 再说了 眼下你那不长进的 庶女姐姐 和你那未婚夫 瞒着你朱胎暗结 此事 你还忍得下去 徐如烟的脸 陡然一变 他在两日前回的影子 就在那一日 一副魏云 加封兵马大元帅 大表哥魏月泽 加封朝五都魏 此事未发大庆 也就是在那夜里 出了点差错 所以他根本没有 见过月宁哥 他怎么会知道 方才一直缠着 要茶的人 就是月宁哥 陡然一下 气氛显得 无比尴尬 这两日 二表哥都被关在 房间里面 姨父的怒意 层层不散 连姨母 都不敢多嘴 说些什么 他知道 这一次 他是踩到炮仗了 徐如烟张了张嘴 还没有想到 该怎么说 长公主便是道 宁哥 我瞧着那岳父 也是不甘不敬的 不如你就暂时 住在我府上 到时候 若有人登门道歉 也好有本公主 来替你把把关 咚 徐如烟一时之间 更是懵逼了 这话表面上 是针对魏冤 可实际上 他是冲着他来的 眼下 徐如烟才知道 方才长公主 说的那句话 是什么意思了 在魏法 他的日子 只怕不大好过了 本来这些日子 姨父都在想法子 看如何解决此事 可眼下 他这么一些举动 不仅仅惹了月宁哥 更是将矛盾 都升到了 长公主那边去 这可有的他瘦了 月宁哥 并不想将此事闹大 有些尴尬地说道 嗯 长公主台 可宁哥 也该回家 回什么家 你从城外回来 保不齐 就是被那两个 龌龊的人给气的 外面没有遮风挡雨的 本公主那有 长公主连声吩咐着 李嬷嬷 你去月府通知一声 就说月家迪小姐 眼下正在长公主府休养 让他们没事 少来烦 站在马车旁边的老夫人 赶紧垂眸 应了一声 是了 本公主还有个婢女在月府 你将她带来 好生伺候月小姐 月宁哥简直觉得 一个头两个大 她这次回来 是要拿羊皮碎片的 长公主 莫名其妙地 插一脚进来 是要做什么 然而 月宁哥 无法反抗 长公主 在谋划些什么 她不知道 可这一定 和自己那 不成器的父亲有关 月封呀月封 你招惹谁不好 偏生要招惹到长公主 月宁哥在心里 愤愤地将月封 骂了一顿 月宁哥被长公主 强行带上了马车 徐如烟 整个人都傻了 这是唱的哪一出呀 好半天 徐如烟才回过神来 什么小贼的 她哪儿还有心思查下去 得先将今日的事 告知姨母才对 二表哥的麻烦 大了 而当李嬷嬷到月府通知 厌恶去长公主府的时候 李沧合和月锦绣也发现 自己也有大麻烦了 月封这几日都休目在家 等送走李嬷嬷的时候 她的脸色已经难看到了极致 李沧合赶紧委屈地走过来 老爷 你得为锦绣做主啊 做主 做什么主 月峰提及这件事 就是一肚子的活 自己女儿不争气 和别的男人思通 搞淡了肚子不说 眼下还得让她来做主 李沧合哭诉道 宁哥是你的女儿 锦绣也是呀 为何宁哥能够嫁到魏法 锦绣就不行呢 眼下 锦绣还怀着 魏少将军的孩子呀 孩子 你知不知道这个孩子 给我惹来了多大的麻烦 月峰怒急 抬手朝着李沧合的脸 就是一个耳瓜子 这些天 她心中的怒火不散 全靠奏李沧合来卸货 李沧合的身上 也没有一块好地儿了 第六十集 爹 你别打娘了 是女儿的错 月锦绣哭道 爹 是女儿错了 女儿现在就去修少将军 女儿现在 少将军算什么 月峰恨不得 将月锦绣也一块儿打了 若不是念及 她还怀着魏法的骨血 她一早就动手了 你现在知不知道 长公主一旦插手此事 就让少将军也得掂量掂量 你以为少将军 敢答应娶你吗 这些天 未发一点动静都没有 不是明摆着的是吗 你怎么跟猪一样蠢 月峰实在找不到形容词了 这些年她在礼部 受的那是礼仪薰陶 眼下全都被这娘俩给激怒了 月峰道 你现在除了去求你妹妹 别无她法了 月锦绣一听 那张脸更是委屈得很了 你别给我来这套 眼下魏法定是在打算 怎么除掉你和你腹中的孩子 你给我小心些 别给你妹妹添乱子 月峰的话 算是一语惊醒 梦中人 李沧河和月锦绣 如醍醐灌顶一般 魏法目前什么动静都没有 肯定是在谋划些什么 如果魏法的话是人 有一点点同意 月锦绣进门的意思 至少魏冤 是会来同月锦绣说的 可当下 魏冤一点动静都没有 换句话说 魏冤被禁足了 那么魏夫人徐氏 月锦绣不敢再想 她摸着自己的肚子 爹 他们不会这么狠吧 这可是 魏法少将军的孩子 魏法的骨穴 月锦绣 月锋冷笑着 锦绣 你还是太天真了 难道魏法就凭你这个小女子的一面之词 妥协 让步 要孩子 魏法少将军未来的夫人多的是机会 他们年轻得很 岳峰 岳峰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现在回着的是什么 是野种 野种 他看着自己不成器的女儿 心中如刀角 本来还指望 月锦绣有着过人的容貌 至少能够在迎资城寻到一个好归宿 再不计也该是朝廷的栋梁之才 哪知这个女儿不成器 竟然和人朱胎暗结 这下 什么都毁了 月锦绣一下子重心不稳 跌坐在椅子上 屁股上传来的疼痛 已经麻木了 他当初想到用孩子来扳回一局的时候 是没有考虑到周全的 所以到现在 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想 他处理不了了 爹 我该怎么做 月锦绣的泪素素而落 这才是他发致内心的害怕 他的幻想 他的梦想 全都碎了 月锋摇摇头 除了宁哥 谁都救不了你 月宁哥 不行 他怎么可以去求 月宁哥那个小贱人 月锦绣咬紧了牙 就是去死 他也不去求月宁哥那个贱人 月锋道 锦绣 这一次爹也帮不了你了 月锋已经想好了退路 这些天他一直在家 就是在盘算 他在官场上打拼 虽然没有什么大成就 但对于礼法什么的 还是清楚 所以这件事只要一惊动了朝廷 到时候礼部问责起来 他作为父亲是跑不掉干系的 可在死之前 他若是修了李苍和 再将月锦绣和李苍和都赶出去 那么 他还有前途 他的这个想法已经衍生出来了 缓了缓 月锋的语气也平静了心绪 阿和 你跟我这么多年了 也知晓我的为人 我还有大把的前途 我的前途绝对不会因为锦绣而回 他的话让李苍和灯时 心就提到了嗓子眼 老爷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月锋将一张洋洋洒洒的白纸黑字拿出来 放在桌子上 若是锦绣处理不好这件事 咱们的夫妻情意也就算断了 老爷 爹 两个女人都不敢相信 这样绝情的话会从月锋口中说出来 李苍和颤巍巍地 从桌子上拿起那张白纸黑字 嘴唇都颤抖着 小叔 他步步为营才能够除掉那个女人 坐上岳府当家竹母的位置 这么多年了 他在岳府已经培养出自己的势力 他怎么能够被修掉 时间不多了 锦绣 你们母女就看着办吧 岳峰实在是没心情再说那么多了 话音落下便是起身往外走去 余下李苍和和月锦绣 抱头痛哭 而这个时候 燕吴已经跟着李嬷嬷来到了长公主府 月宁哥有了安顿 这段时间不用看月锦绣那副嘴脸 月宁哥的心情也不算太差 只是 长公主到底在梦化些什么 月宁哥的心里有些不安 他并不觉得长公主就是一个凶大无脑的女人 相反 长公主能够成为平缓大旗和大秦之间紧张局势的媒介 到后来也能够全身而退 至少这个女人的智慧不容小觑 月宁哥觉得 在这长公主府上 其实更麻烦 怎么感觉到处都有人盯着她呢 月宁哥在亭中小坐 有人盯着她 月宁哥回房间的路上 也有人盯着她 现在她就坐在窗边冥想 也有人盯着她 是可认孰不可认 月宁哥一咬银牙 随手拿起桌上的一方物件 便是朝那束目光的主人 砸了过去 哎哟 惨叫声当时让月宁哥心中生快 燕武听到声音 赶紧小跑着过去 一见被砸到的人 当时愣了片刻 啊 小王爷 您怎么会在这儿 小王爷 迎邱郡王 月宁哥站起身来 该死的 这家伙难不成 是偷窥狂 月宁哥快步走了出去 江吉墨正被燕武给拉起来 那一身的狼狈 让月宁哥看了 九生夜 刚刚是不是你打我 江吉墨手中还拿着凶器 他气呼呼地走过来 哪有一点王爷的稳重药 你偷窥我 还来我打你 你没事吧 本王骨子精壮 自然没事 我问的是你脑袋 月宁哥嘴角 抽了抽 这位王爷 是不是脑子出了毛病 连人说什么 都搞不清楚了 江吉墨摸了摸 自己脑袋上的肿块 一点点小声 本王挨得住 我问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没事跟踪还偷窥我 月宁哥实在是认不住了 这样的对牛弹琴 可不是件好事 江吉墨足足愣了三秒 才回过神来 你个雕妇 月宁哥朝天翻了个白眼 冷冷一哼 江吉墨道 你在城门出刀 抵着我的命门 现在还用东西来砸我 你信不信 我可以让刑部的人来抓你 月宁哥的 随便呀 反正我也不想在这里被关着 你也觉得在长公主府 是被关着呀 我和你很熟吗 月宁哥 嘴角抽了抽 什么沦落人啊 我堂堂迎秋郡王 却要被软禁在这个鬼地方 你说咱们是不是同为天涯 沦落人 江吉墨的表情很到位 如果再落下一两滴眼泪来 月宁哥觉得应该可以开个演技奖了 月宁哥道 你怎么不合你自己的王府呢 我的王府被人拆了 啊 谁那么大胆子 长公主 江吉墨道 我出生于吉墨 受风于迎秋 本来在迎子城 有我的一方天地 可哪知 我去周游列国回来 王府就被拆了 地也被占了 王姐说 用于扩充她的长公主府了 这对于江吉墨来说 绝对是一件悲惨至极的事 堂堂郡王 连自己的一方天地都没有 实在是可怜 江吉墨又道 方才我听人嚼舌根 听说了你的事 不知真假 你想问什么 我觉得 你并不柔弱 江吉墨首先就提出了一点 不仅仅是王姐 就是下人 甚至迎子城的百姓 都觉得你柔弱 为什么呢 她的尾音拖得很长 让月宁哥都忍不住 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月宁哥善善一笑 啊 我哪知道 你在半株吃老虎 江吉墨肯定地说道 我觉得 你应该是个舞者 月宁哥的脸 疏得就垮了下来 江吉墨开心地摇晃折扇 他一身长衫 风度翩翩 俨然一副 疏伤模样 不过月宁哥 却对他 起了一点点的疑心 我觉得 你也应该是个舞者 月宁哥道 他不是猜测 而是肯定 如果江吉墨不是舞者 那么不可能会断定 他是舞者 出乎意料的 江吉墨不否认 坦率地承认 我的确是 而且 我修行的地方 你们根本想不到 有什么想不到的 月宁哥装作 无所谓的样子 还不就是天道院 高手都在天道院了 如果我在天道院 你说那个 魏法的表小姐 能不认识我 的确 方才徐如烟 还真的没有认出 江吉墨来 江吉墨 神神秘秘地 压低了声音 这件事 我看在咱俩 同是天涯 沦落人的份上 才告诉你的 不过那个地方 是禁地 什么人都不能进出 禁地 为何你能进出 月宁哥挑眉 一副不相信 他的表情 那地方被封印了 没有人把守 给我会钻空子 什么地方 会被封印了 那四叶先生 没有四叶先生 你怎么休息啊 自学呗 江吉墨 嘿嘿一笑 我聪明吧 断了断 江吉墨 才一本正经地说道 那个地方 距离迎资成不远 看在咱们 那般投气的份上 我才告诉你 那里叫 破君谷 第六十一集 月宁哥 瞪大了眼镜 我的天哪 他怎么知道 破君谷 见月宁哥 一副吃惊不小的表情 江吉墨 又赶紧小声说道 我发现里面藏书很多 很受用 而且里面 只有一个老婆婆看着 外面的人进不去 所以很适合修行 月宁哥的嘴角 抽了抽 是挺适合的 改名 我带你去瞧瞧 说不定还能找到 什么秘籍的 月宁哥 很想告诉这个人 免了吧 我还不想遭死 然而 看江吉墨这般 兴致勃勃的模样 月宁哥 还是没有说出口 这家伙 也然一个傻他个 月宁哥 陪笑着 对了 你知道 长公主 为何到现在 都还一个人吗 你这算是在打听 我王姐的私事吗 江吉墨道 我好奇 这有什么好奇的 明摆着的事吗 江吉墨无所谓地说道 你想啊 身为大齐长公主 若是嫁人 必定是人中龙凤 在这世上 人中龙凤 唯有军阀是嫁 姐姐不想让大齐 再出一个魏阀了 月宁哥 沉沉地点了点头 可难为长公主了 去 他乐此不疲 江吉墨不屑地说道 我还不知道他呀 他善用全数 搞不起又在打什么主意呢 作为弟弟 这样说姐姐 难道不会脸红吗 月宁哥 呵呵笑了起来 江吉墨 却又问 你身为岳父嫡女 又是未乏未来的少夫人 怎么会在城外 我出去散心嘛 这个借口甚好 反正他们也不会怀疑 江吉墨叹了口气 你就不要多想了 我是听说了 那什么月锦绣 和魏渊的事 你放心 我们同道中人 肯定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和江吉墨闲聊了一会儿 月宁哥便是借口有些乏累 领着燕舞回了房间 这几日算得上是风平浪静 在长公主府小住的月宁哥 觉得实在无趣 于是同长公主身边的李墨墨 说了一声 便是出了府 她刚刚一出府 身后便是传来马车车轮的声音 月宁哥猝眉 一转身 却见马车 疏地停在她的身边 车帘被一双 刚净有力的手掀开 里面的人面容不善 上车 月宁哥皱眉 并不想屈服在 这个人的淫威之下 宁哥 你不听话了 她的声音十分暧昧 以至于月宁哥听了 都觉得恶心 明明和那什么表小姐 不清不楚地 在房间里面搞三搞四 现在又来招惹她 算个什么意思 月宁哥没有动 燕吴也察觉到了 两人之间诡异的气氛 有些怯怯地 看向车里 盛怒之下的魏宁哥 他很生气 宁哥 要我在大街上 详情帮你上车吗 赤裸裸的威胁 月宁哥知道 魏宁哥此人说得出 做得到 为了避免自己吃亏 也只有暂时听话 月宁哥上了车 又对燕吴说 去赌坊等我 她没有闲工夫 和魏月泽闹 今日出来 是要办正事的 她刚刚一上车 便是被魏月泽 给压在身上 她察觉到了 她的小狐狸 心情不大好 也察觉到了 她的小狐狸 现在眼如一只刺猬 正将满身的刺 对准了她 魏月泽没有对她做什么 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试图从她眼底 找出原因 她不懂 这些天 她尽心尽力地 为她办那张文书 可这丫头几日来 都避而不见 甚至还躲进了 长公主府 长公主府 和岳父可不同 那里有大批的 王城侍卫巡逻 若是夜叹时候 被认出来 会惹上大麻烦的 所以最近 她都在 长公主府外 静静等候 她就不信 月宁哥 要当一辈子的 缩头乌龟 宁哥 你怎么了 还好意思问人怎么了 月宁哥一肚子的火气 那眼里都快喷出火来了 如果可以 月宁哥现在就想化成一只 喷火龙 将魏月泽活活烧死 月宁哥发怯 不肯说话 魏月泽自然就撬不开 他的嘴 宁哥 你这是在和我闹脾气呢 我没兴趣和你闹 月宁哥知道 如果再这样不清不楚地纠缠下去 最后只会落得两败俱伤 月宁哥深吸了一口气 盯着魏月泽那双深邃的眼睛 一字一顿地说道 魏月泽 我们 井水不放河水 宁哥 你再开玩笑吧 魏月泽嘴角微微上扬 你上了我的床 我摸遍了你的身子 咱们还能井水不放河水吗 你下流 我对你一个人下流罢了 魏都尉 你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本事 倒也炉火纯青 月宁哥心中十分不快 连说话的时候 都忍不住带着酸溜溜的味道 魏月泽粗眉 我几时说下话了 哼 月宁哥的冷笑 让魏月泽察觉到了事情不对 他皱眉 那夜的刺客 当真是你 他本来是有五成把握 所以这些日子 才不断地去月府寻月宁哥 可每回子都是被燕雾挡回来的 他就有了怀疑 魏月泽并不想将此事闹大 可徐如烟在魏鱼面前信誓旦旦 未避免月宁哥落入他的手中 魏月泽只能一尊降贵地 在城门挨个儿地检查着 几日前 忽然从另外的城门 传来月宁哥的消息 可他终究是晚了一步 月宁哥已经进入长公主府 他将成为长公主打击位法的 一张王牌 魏月泽叹了口气 很老实地说道 宁哥 我是个男人 有最起码的生理需要 你有需要 关我什么事 你每次都不将我喂饱 我心里着实不好过 魏月泽说得十分委屈 我儿再多吃一些下火的药 只怕要不举了 你 他越说越混账 月宁哥听了都想打人 什么吃下火的药 明明是去找下火的女人 月宁哥瞪大了眼睛 眼里传来深深的怒意 宁哥 你这样看着我 我做错了什么吗 月宁哥咬牙 没有吭声 都这样了 难不成还要他 清清楚楚地说明白吗 魏月泽道 我曾经是有很多女人 可那也是贴上门来的 我知道 送上门来的 不吃白不吃 那是 魏月泽嬉皮笑脸地说道 可现在的我冰清玉洁 为了月宁哥 魏月泽都惊奇地发现 自己有好些日子 没有开婚了 可怜了他 堂堂招五都尉 竟然会轮到 吃素的地步 月宁哥愤愤地说道 魏月泽 你若是说谎 你一辈子都不举 不举 就是不能分了快活 月宁哥 索性说得直白 也懒得和魏月泽 弯弯绕绕的 魏月泽松开月宁哥 小狐狸现在的感觉 要好了些 没有方才的剑拔弩张了 魏月泽道 我没有说谎 说着 魏月泽便是从怀里 取出一张纸来 你瞧 那天夜里 我可就帮你办成了这事 月宁哥将信将疑地 将纸拿过来 却是一纸文书 是天道院的推荐书 你要我办的事 我哪一次没有办成 魏月泽十分得意地说道 他本是想着 第二日就将这东西 给月宁哥的 好让他夸夸 自己办事效率高 那这第二日 就没了月宁哥的踪迹 魏月泽想到此处 又问 你那夜没事 都为乏来做什么 想到这里 月宁哥就忍不住 一肚子的活气 我来抓接 他声音的调子 有些怪 有着浓浓的酸味 嗯 你好好说话 魏月泽有些 不习惯这样的月宁哥 可有享受 他这样的态度 他的小狐狸终于有些 在乎他了 这么久的努力 没有白费 他是一只 会吃醋的小狐狸 魏月泽十分欣慰 我这不就是在和你好好 说话吗 月宁哥还生着气 一想到那夜 窗户纸上的两个人影 交织在一起 月宁哥就忍不住 觉得恶心 月宁哥越想就越生气 越生气就越是要乱说话 魏月泽 你当我是什么 是妓女吗 月宁哥 魏月泽眼底生出怒意来 一张俊俏的脸也垮了下来 你再乱说话 信不信我在马车里绊了你 月宁哥道 我说错了吗 我是你二弟的未婚妻 你却不禁不处地纠缠我 我和妓女有什么区别 魏月泽 你要告诉我 我和别的女人不一样吗 你觉得我很好骗吗 月宁哥 我再告诉你一次 你别侮辱你自己 魏月泽 我也告诉你 我已经决定了 回去 我就同长公主说 我要和魏月 立刻澄清 月宁哥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 忽然就脱口而出 然而当他看到魏月泽发红的双眼时 才察觉到 魏月泽就像一头野兽 他不该随随便便地刺激他 魏月泽微微眯起眼睛来 你说什么 我要和魏月 魏 魏月泽 你 你坐 你松开 月宁哥就不该在马车里面 惹怒魏月泽 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魏月泽趁势而上 直接将月宁哥扑倒 马车都忍不住晃动了两下 亏得贺平有娴熟的驾车功夫 也真是够呛的 魏月泽的吻狂躁而热烈 让月宁哥根本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甚至有些话 全数被魏月泽给吞进嘴里 他疯狂地掠夺着 让月宁哥根本无法防御 马车在大街上行走 月宁哥不能发出一点点 让行人驻足的声音 他捂着嘴 确保自己的身影 不被传出马车 终于忍不住 眼泪落下来 咸咸的味道 落在魏月泽的嘴里 宁哥 他缓缓地抬起头来 有些懊恼地 看着满脸泪痕的月宁哥 他从月宁哥身上爬起来 虽然并没有做出 什么实质性的侵略 可月宁哥的身上 已经是红斑累累 映在他白皙的皮肤上 十分刺眼 你 你走开 月宁哥咬着唇 真脏呀 再这么下去 他会疯的 月宁哥步步为营 他现在都会想 当初怎么就踩进 魏月泽这个无底深渊 说到底 是他有顾忌 是他有把柄 被魏月泽抓住了 是他不如他狠 不如他绝 宁哥 你为什么生气 魏月泽就觉得纳闷了 他敢听敢地地 为他拿到这一纸文书 又一不解代地 在城门处接应他 按理说 这丫头不该感动得 痛哭流涕吗 怎么这相见到他 又是说些混账话 第六十二集 月宁哥咬着下唇 牙齿的印子 在他红唇之上 分外明显 魏月泽知道 他性子倔强 其中肯定是发生了什么 魏月泽拧着眉 大手用力地捏住 月宁哥的脸颊 松口 再这么下去 他肯定会将自己弄伤的 魏月泽可见不得 月宁哥吃痛 可也不松口 既然魏月泽不放过他 那么他索性硬碰硬 拼得鱼死网破 魏月泽心中很不识滋味 他知道月宁哥这回子 是发狠了 可他无计可施 这样子的月宁哥 让他无所适从 宁哥 你别生气了 再咬下去 会破皮的 魏月泽软声细语地说道 他从不介意 在月宁哥面前服软 忍输 男子汉大丈夫的 欺负女人 不是个事 魏月泽知道 月宁哥在想什么 他松开手 然后又爬起来 往车壁旁退了退 这样之后 月宁哥才松开自己的牙 红唇之上 一排小巧的牙齿印 并不浅 真疼呀 魏月泽刚刚要挨过来 却被月宁哥一个防备的眼神 给拒之于千里之外 他们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这短短的几日 就回到了最初的原点 宁哥 你有什么话就好好同我说 我不喜欢去猜 魏月泽发现 自己眼下真的是对牛弹琴 不管他说什么 月宁哥都是一副 不想搭理他的模样 月宁哥不想理 不想问 也不想说 他最怕的 不是魏月泽说出什么 甜蜜的谎话来 他知道 魏月泽从不屑于对他说谎 他最怕的 是魏月泽说出那些 伤人的真话来 他无处可逃 在平时 月宁哥心里在想什么 魏月泽都能够轻易地捕捉到 可眼下 魏月泽却傻眼了 他的宁哥现在抗拒着他 到了毒房 月宁哥就像躲避毒蛇一样 快速地下了马车 魏月泽的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他刚刚一下马车 却见月宁哥 已溜烟地跑进了大门 燕武正打算关门 可一见魏月泽那副 要吃人的表情 当时又不敢了 贺平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 这些天 魏月泽着实够累的 从庆功宴下来 那些来烦他的破事就没有一天消停过 加上他还要去城门守着 免得这位月小姐被人逮住 日以继夜 不眠不休 这双眼下都出现了清代 人是憔悴了不少 贺平心中对月宁哥 都有了一些怨念 哪个女人能够得魏月泽这般上心 真是身在府中 不知福 这几日 铁柱和曹森两人 将赌方上下都打点得妥妥当当 上次 月宁哥和魏月泽好赌之后 曹森明白 月宁哥的意思 特意花关系 请了两个老千来坐镇赌场 避免有人在这里捞钱 月宁哥随意地问了些事 曹森和铁柱皆简单作答 而后 他们也不敢就留 贺平和燕武赶紧带这两人下去 月宁哥实在是不想和魏月泽 单独出一块 心中甚是烦闷 正打算要走 魏月泽却如门神一样 不肯挪步 你倒是让开 好果不挡道 月宁哥说话很冲 让外面偷听的人都面面相去 这是要闹哪样 魏月泽道 你闹够没 我闹什么了 从一开始 你就对我极其不耐烦 甚至带着敌意 宁哥 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在想 怎么离开你 拜托你 门外的四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当时觉得自己如果再偷听下去 只怕小命都快没了 四人赶紧乖乖地离开 魏月泽道 想都别想 我为何不能想 月宁哥觉得有些好笑 你以为 你可以一手遮天吗 你以为你嫁给魏渊 他就可以护你一世周全吗 月宁哥 我不介意做肩夫 你无耻 从你认识我的第一天开始就该知道 惹上了我就没有脱身的一日 月宁哥当下真的很想撞墙 什么叫惹上了他 明明是他来招惹他的 他何其无辜 魏月泽道 你若是胆敢和魏渊成婚 我不介意在你们大婚之日 将魏渊绑在新房里面 让他好好地看看 我和你行房 他越说越过分 月宁哥心中的那团火 一下子就起来了 他捏着拳头 如果杀了他 什么事都解决了 月宁哥 除了我 你不能有第二个男人 否则 我会牵手杀了他 魏月泽的霸道 月宁哥不是第一次见识 再不能忍下去了 月宁哥咬着牙 与其苟且偷生 不如斩断孽缘 月宁哥运行出武力来 他出掌的速度极快 几乎是毫不犹豫地 朝着魏月泽心脏处就拍了过去 魏月泽岂是泛泛之辈 在月宁哥运行武力的时候 他就知道 他养的这只小狐狸失控了 曾几何时 贺平都曾告诫过他 月宁哥是个炮仗 指不定哪天就爆了 可他却生怕自己的这只小狐狸 武力不够高 时不时地拧些心法给他听 让他的武力不断提升 眼下却是自找苦吃 月宁哥到底是没有经过系统学习的 也不像魏月泽能够在沙场之上 悟出招式来 他只能借助于上一世的搏击和这一世的武力 交织在一起 对付些小毛贼还是可以的 可对付魏月泽就差了许多 月宁哥的双手被魏月泽快速地按住 可他不服输 抬起脚冲着魏月泽的下身就踹了过去 魏月泽几乎是抱腿 他哪里想得到月宁哥减会出这么一脚 这可是段子绝孙腿呀 宁哥 你这是要谋杀亲夫啊 魏月泽虽然心中有气 不过还是忍不住逗了逗月宁哥 他不是个喜欢和女人计较的人 他觉得月宁哥生气肯定是有原因的 在他的眼里 他的小狐狸不是个无理取闹的人 魏月泽先发之人 三招便是将月宁哥收得服服帖帖 别说双手了 就是双脚也没法攻击人 魏月泽道 你到底在生什么气 这样自己呕着 不如告诉我 若是我的错 我改 这样的低声下气 魏月泽都觉得大为感动 月宁哥道 魏月泽 你个王八蛋 你放开我 我放开你 你还不得要了我一生幸福 魏月泽嬉皮笑脸道 我这宝贝还没有吃到你呢 无耻 夏柳 我就对你无耻了 就对你夏柳了 你是 我呸 月宁哥气极了 你对每个女人都那样 送上门的 不吃白不吃 魏月泽倒是个聪明人 从月宁哥 恼怒至极的话语中 听出了些许端倪 送上门的 这段时间 迪迪确确是有官员 将自己的妹妹 女儿 送到他成交一处 光明正大的别院里 可那时 他已经为了她 受身如玉了 宁哥 你该不会是那夜 魏月泽 忽然想到那夜 的的确确 是有个女人 在他房间里面 你别说了 我都觉得恶心 这乡和人浓情蜜意之后 那乡又和别的女人 勾三大四 如此多情 脚踩两条船 还不得经分 魏月泽却是在看到 月宁哥丈红的脸后 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宁哥 你 你真是太可爱了 月宁哥并不觉得 此事有什么好笑的 魏月泽的笑 更是在侮辱他 魏月泽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月宁哥 愤愤地叫道 我要和你单挑 我要杀了你 你杀了我 还有什么人 会像我这般对你 你怎么对我的 月宁哥怒道 你侮辱我 你毁我清白 你让我和你一样 变得很脏 我都瞧不起我自己 你让我觉得 我就像个妓女 月宁哥 魏月泽将月宁哥搬正 他满脸的怒意 我说过什么 我说过你别侮辱你自己 不是吗 月宁哥冷笑着 他嘴角挽起弧线来 就像一柄尖刀 狠狠地扎进魏月泽的眼睛 生疼 月宁哥道 你和我上床 然后呢 魏凡荣的下我吗 你会娶我吗 你舍得你这些年打拼回来的基业吗 若你和我的事曝光了 大齐容不得我 更容不得你 你和未来的弟媳妇 勾搭在一起 我们就是肩负淫妇 魏月泽气得脸上 越发不好看了 他很生气 可月宁哥说的是实话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 是肩负淫妇 魏月泽心疼地软下声音来 宁哥 我会处理这些的 你拿什么处理 月宁哥冷笑 是和一个门当户对的女人成亲之后 再继续和我不亲不楚吗 正好了 到时候你和徐如冤成婚 我和魏冤成婚 反正都在同一个屋檐下 你闭嘴 我就不闭嘴 两个弄意冲冲的人 在一个房间 那就是天雷勾地货 魏月泽想都不用多想 一个强吻就上去了 对付月宁哥 他有的是法子 他的手划进他的衣巾 触及他的柔软 他喜欢听他动情时候的身影 可当下只有音音的哭声 月宁哥很难过 难过得忍不住痛哭起来 魏月泽松了口 一时间手足无措 他一点点地吻着月宁哥的眼泪 很想将眼泪吻干 可却发现他越是亲吻月宁哥 月宁哥就越是哭得厉害 女人的眼泪 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力 好了好了 宁哥 你别同我说狠话了 我不动手动脚了 魏月泽就像一个犯错的大孩子似的 他站在原地 心中已经知道月宁哥在生气什么了 叹了口气 魏月泽道 那夜 的确是徐如烟到了我房间 月宁哥听到了他所想的 可他又不想听到实情 他真的很害怕 怕魏月泽说出那些 伤人无情的话来 我不想听了 你必须听 魏月泽气势逼人地说道 我若真的和徐如烟有什么 这十年来早就发生了什么了 魏月泽道 他自小父母双亡 是徐家的忠良之后 所以父亲才允许徐氏 将其养在胃房 早年他性子孤僻 有阿渊做伴要好些 我从来都将他当做妹妹 你当我是什么人 什么都吃吗 我怎么知道你个流氓心 在想什么 流氓心里想的是你 魏月泽气呼呼地说道 然后又松开手来 那夜我和你赌完 返回魏法的时候 正好遇上他 他也送上门来吗 你就不能安安静静地听我说吗 魏月泽翻了个白眼 第六十三集 向他堂堂为法招五都尉 居然沦落到在这儿同个小女子解释 可要命的是 他并不觉得憋屈 魏月泽继续说道 他是天道院的学生 在武道会上排行一百三十八 实力不容小觑 是以天道院的司业先生都十分给面子 我让他给我天道院的入学推荐 就是方才给你的一纸文书 大半夜的 你们 我大半夜的同人家说 人家大半夜的将事情给办了 谁知道有人大半夜的夜谈未乏 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魏月泽冷冰冰地说道 你倒是同我说说 大半夜的你来未乏做什么 我 我其实 你 那个 月宁哥支支呜呜了好半天 一句完整的话都没有说出来 他十分窘迫 要是现在他告诉魏月泽 那夜他其实是想同他说 他的心里已经接受了他 肯定会糗大了 月宁哥家脑袋垂得滴滴的 他哪里会想到那两个人大半夜 居然是为了他的事 这下 误会大了 我说宁哥 方才不还信誓旦旦了吗 现在认怂了 魏月泽挑眉 一手捏住他的下颚 将他的头抬起来 这家伙 脸蛋红扑扑的 看起来就让人心圆一马 月宁哥看着魏月泽那张俊朗的脸 呼的捕捉到他眼底闪出的一丝戏谑 当时又觉得不对劲 该死的 不是他在审讯他吗 怎么现在掉转了 魏月泽不愧是大旗第一审讯高手 月宁哥回过神来 一把拍掉魏月泽的大手 道 你这就算解释了 你凭什么说 你们在房间里面 什么都没有做 你倒是个喜欢追根究底的小泥子 魏月泽将双手抱在胸前 怎么 要我解释吗 嗯 嗯 容我想想 还需要想吗 其实不需要 魏月泽笑道 若我对徐如烟动了什么歪念 你觉得现在我还会截然一身吗 魏月泽说的在里 徐如烟和他在一个屋檐下 年少气盛的时候 若是做了什么乐举的事 魏夫人只怕早就张罗着 魏两人筹办婚事了 就算徐如烟配不得魏月泽 那至少也是个侧夫人 即使这未发的侧夫人 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的 对于魏月泽来说 他的一生就该在战场上 而女人就是解决生理问题的工具 在遇上月宁哥之前 他从来不会让自己有羁绊 但是现在 月宁哥着实让他割舍不下 宁哥 你瞧我这么可怜 你就笑一笑 别蹦这张脸了 魏月泽卖乖地看着月宁哥 那模样十分滑稽 月宁哥忍俊不惊 他实在没有想到 魏月泽堂堂一将军 居然会对他这个小女子卖乖 见月宁哥笑 魏月泽才暗暗地松了口气 这妮子脾气不小呢 月宁哥问道 你平宿里就这么哄女人的 开什么玩笑 我就哄过你一个人 我不信 真以为你得信 魏月泽道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 男人在床上的话是不能信的 听过 魏月泽一本正经地说道 你瞧 我和你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我连睡都没有睡过你 就对你说这般贴心的话 你是不是该信 他说得这样笃定 好似月宁哥不信 就要被天打雷劈一样 月宁哥嘴角忍不住抽了抽 论口才 他还真的说不过魏月泽 魏月泽 你为什么要对我服软 你是我的新头宝 是拿来宠的 怎么能不服软呢 魏月泽笑道 谁说为法招五都尉 是一介武夫 这情话说的 那叫一个甜蜜 两人从赌厅大堂走出来的时候 外面的天色正好 月宁哥伸了个懒腰 动静不小 正好被在假山后面 窥视的燕吾给看到 燕吾见两人的神色 都如往常一样 可谓情色和鸣 看来暴风雨已经过去了 燕吾正打算走过去 贺平却将他拉住 你现在过去做什么 他们的事情解决了呀 燕吾可不想在这儿多待 一群大老爷们的 他一个姑娘家 夹在中间做什么 贺平道 你就不会让他们单独出处 燕吾心中本就有疑问 他又不好 直接问月宁哥 见贺平一副 什么都知道的模样 燕吾想了想 猜道 其实 你有没有觉得 韦都为何我家小姐走太近 不大好 到底他家小姐的未婚夫 是未发少将军 这大伯和弟媳走到一起 传出去 是不大好听 贺平呵呵一笑 看来月家小姐的口风甚紧 就连贴身的势必 都对她的事情 知道的不是很多 贺平道 那你觉得 是我家将军人品好 还是少将军的人品好 自然是 多位大人的人品好 燕吾说到这儿 都忍不住愤愤的 少将军和大小姐 朱胎暗结 此时还不知道 怎么了结呢 一想到自家小姐 尚未过门 就被夫家 搞出这么一茬子事 燕吾的心里 就很不舒服 贺平笑道 那不结了 若是我家将军 和你家小姐 成就天作之和 岂不美在 那怎么行 燕吾道 一女 怎么能配二夫呢 月小姐和少将军 不过是上一辈的人 定下的娃娃亲 你不请我不愿的 何必捆绑在一起 贺平道 可是我家将军 和月小姐就不一样了 你瞧 两人眼里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这些 怕不是咱们能干预的 燕吾听的被急声寒 他到底是太单纯 在王宫时候 只觉得少将军太过分 后来在岳府 也只是觉得 魏月泽是在单纯的 魏月宁歌出气 到现在 他才反应过来 魏月泽和月宁歌 燕吾想了想 十分郑重地问道 可如果 我家小姐 还未和少将军 解除婚约 此时被人传出去 岂不是 谁敢在外面 乱交射根 贺平道 此事 你大可放心 将军十分在意 岳小姐 岂会让这些事发生 燕吾还是觉得不妥 可这样下去 也不是办法呀 的确不是办法 这一点 不仅仅是燕吾觉得 就连魏月泽 也觉得不妥 当下 魏月泽 虽然和月宁歌 闲停信步 可他眉头深锁 好似心中 有什么事一样 你在想什么 月宁歌 站定了身形 我在想 要怎么帮你解除婚约 魏月泽 并不想瞒着月宁歌 月宁歌摇头 婚约的事 暂时不慌 你想担着 魏法少夫人的名义 魏月泽眉头 皱得越发的紧 宁歌 你还想嫁给魏月 我不想嫁给魏月 可我需要 魏法少夫人的名义 他在想什么 魏月泽不会知道 他也不打算多说 魏月泽猜到了 月宁歌有想法 可他不说 他就不问 免得给他压力 魏月泽道 可宁歌 你总不能让我这样一辈子 无名无分下去啊 呃 月宁歌表示 很想一巴掌 拍到魏月泽那张 俊朗的脸上 这什么人呀 他都没有计较名分什么的 他居然还想着这事 魏月泽很认真的 按住他的肩膀 然后十分正经地说道 月宁歌 我郑重其事地告诉你 本将军的耐心有限 我给你半年的时间 你处理好和阿渊的关系 否则 否则怎么样 我带你私奔 魏月泽的话 让月宁歌 愣了许久 直到一点亲吻 落在他的额上 他才回过神来 心中涌出暖意 比阳春三月天的威风 都还让人心中舒畅 很快 魏月泽便是笑了起来 小妮子 还真盼着我带你私奔啊 很明显 他只不过是一句玩笑罢了 月宁歌脸去 脸上出现的微微异样 嘴角宛出冰冷的弧度 你家大业大的 为何要私奔 魏月泽道 对了 有件事要提醒你 嗯 每年的元宵节 王后都会宴请 未及婚配的男女 进宫一续 魏月泽道 届时只怕你和你的 那位长姐 避不开了 月宁歌从未想过 要和月锦绣避开 有些事 不能让其自生下去了 月宁歌得好好的 盘算一番 处理好赌方的事 月宁歌又嘱咐了曹森 和铁柱两人之后 才坐着魏月泽的马车 回了长公主府 长公主府并不是 他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的地儿 所以这段时间 他也只能安心地 在长公主府住下了 可长公主府上 却还有一条八宫 月宁歌刚刚走到府门 八宫便是绣着 八卦的魏道 奔了过来 幸好魏月泽的马车 走得快 不然还不知道 要被扒出些 什么八卦来 你方才和谁出去了 是男是女 你们出去做什么 那车是不是魏法的 江吉木 迅猫迅猛奔过来 扭着月宁歌不撒手 俨然一个孩子的模样 只是 他的年岁 月宁歌瞧了瞧 问道 你 有二十了吧 我刚过若冠之年 江吉木十分自豪地说道 他从小就被放养在 银丘之地 为的就是远离朝堂王权之争 他本就无心此事 是以更玩的如咸云以鹤般 每回子长公主要将他拖回来 他都想方设法地跑 这不 根据大喜礼法 若冠之年的男子 是需要返回宗族之地 接受洗礼 所以江吉木就算是再怎么玩性大气 也不敢乱来 可他也想好了 回到银滋城后 随便找个地儿住下来 那只被王姐发现 眼下被软禁在长公主府 不小了 月宁歌嘴角抽了抽 你比我年长那么多 比我还八卦 这说不通吧 人生在世几十年 不好好享受八卦 怎么活 江吉木说的 头头是道 月宁歌忍不住 眉梢都抖了三抖 月宁歌道 你堂堂王爷 太八卦了 不好 江吉木道 谁说的 我那是大发善心 成为你们土露心生的对象 那我不得谢谢你 好说好说 江吉木不要脸至极 你赶紧告诉我 方才马车里面 是不是魏冤那家伙 月宁歌一愣 你怎么会想到他 这平白无故的 魏冤来寻他做什么 旁人不知道 可他们两个当事人 清楚得很 狼无情切无意的 硬扯在一起 只能两败俱伤 江吉木道 这还用多想吗 魏法的马车来找你 不是魏冤 难不成还得是 说到这儿 江吉木讳莫如深地 看着月宁歌 那声音拖得老长 吊足了月宁歌的胃口 第六十四集 月宁歌心都选到 嗓子眼里了 这家伙 该不会是发现了什么吧 难不成 还得是魏夫人 好在江吉木一想的人 并不是魏冤泽 月宁歌悄然地松了口气 月宁歌陪笑道 你想得太多了吧 江吉木道 谁说我想多了 你那是不知道 你今天刚刚前脚出了府 后脚 你那长姐就来了 月锦绣 正是 月宁歌皱眉 她来做什么 这个风头上 月锦绣不该在家中 好好地养胎吗 万一未发的人 动了什么外念想 要她和肚子里孩子的命 那怎么办 我哪知道 江吉木倒是个慧眼 不过我瞧着 那女人也不是个善茬 见月宁歌没有说话 江吉木又道 这个你放心 李嬷嬷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 这不 连大门都没让她进呢 江吉木说话的时候 眉飞色舞的 将方才马车的事 抛到了九霄云外 她的性子 跟孩子似的 月宁歌道 她都怀着身孕呢 你们还不让人进来 她呢 怀的是野种 月宁歌一愣 她以为江吉木在外游离 至少会和别人的想法不一样 哪知在对待月锦绣 未婚先孕的事上 竟然和众人如出一辙 江吉木道 你放心吧 等元宵节的时候 我一定要在王嫂面前搬弄是非 让月锦绣以后的日子 不好过 嗯 一个大男人 居然说出搬弄是非的话来 江吉木还真的是怀着一颗 赤子之心啊 那个 月宁歌有些尴尬 其实 你不用这样的 那是我的事 就不用王爷插手了 说的什么话 我怎么能看着别人欺负你呢 咱们可 同是天涯 沦落人 这句话 江吉木说了不下三遍 月宁歌着实头大 这位王爷 是不是傻 不过 元宵节 月宁歌心里 呼的冒出一个念头来 有些事得好好酝酿一番 你在想什么 江吉莫糊地觉得 眼前这个十四岁的少女 不像她想象的那般简单 她天真的笑容里面 总是能够暗藏一些 旁人捉摸不定的神秘 就像那天在城门处 她出其不意地 用刀子 抵着她命门的时候 等等 那天 她有刀子吗 江吉莫算是想起一出 试一出 随即问道 月宁歌 我问你个事 你说 那天 你真的是用刀子 抵住我的命门吗 江吉莫算是平易近人了 说话很少用本王自称 所以月宁歌有些时候 都快忘记 她原本是个郡王 月宁歌善善一笑 我这一届女流的 哪能随身带着武器呢 江吉莫的脸瞬间就黑了 感情遮压的是兵不厌诈 不过王爷 有些时候 并不只有武器 才能杀人 月宁歌很正经地说道 所谓兵器 一寸长 一寸强 一寸短 一寸弦 有时候 没有兵器的人 更可怕 江吉莫想了想 说的是有道理 江吉莫平缓了下 又跟着月宁歌 往里面走去 一路上 江吉莫都不安分 一直在追根究底 你难道 不打算对付月锦绣吗 她和魏渊 做出这样的事 置你于何地 现在坊间可都在传 是你这位嫡小姐 没本事 所以未婚夫 才和别的女人有染 你走能快做什么 月宁歌 你到底是不是女人 怎么听到未婚夫 和别的女人 犄胎暗结了 都不生气呢 月宁歌 你难道不想 将月锦绣进猪笼吗 她可怀着 你未婚夫的孩子呢 万一生个儿子 出来母凭子贵 你以后再喂罚 还怎么混得下去 还不得被欺负死呀 月宁歌 月宁歌只觉得 江吉莫实在是太花牢了 赶紧快步回了房间 然后让燕舞 将其拦在了门外 该死的 若是再被她说到几句 这耳朵还要不要了 很快 江吉莫见月宁歌 并不想理她 这才幸幸离开 燕舞忍着笑 推门进了房间 月宁歌连眉眼都没有抬起来 漫不经心地说道 阿八走了吗 阿八 燕舞有些缓不过神来 直到月宁歌指了指门外 燕舞才笑道 阿小王爷走了 阿小王爷 这么大个人了 跟八宫一样 月宁歌摇摇头 燕舞笑嘻嘻的 嘿嘿 小王爷也是关心你 月宁歌丢给燕舞 一个无语的眼神 谁要他关心了 燕舞道 在朝堂里面 能够得到王孙贵重的看重 将来走的路才更远 这是他耳闻目染的 也是后宫存活的真谛 只是他错误估计了月宁歌 月宁歌并不是后宫 那些依仗男人而生的女人 不过燕舞的这些话 却是提醒了月宁歌 若是有些机会可以利用 何必让其白白浪费了 如果说岳府不能成为他的依靠了 那么他就需要一个更强 更有实力的人 作为他的银子城 盘踞的依靠 到目前为止 魏月泽不是最理想的人 和魏月泽纠缠在一起 也就是说 他必须和魏法反目 而眼下 他还得利用魏法 为他镇住岳府的那个恶毒继母 李沧和在想什么 月宁歌都能够想得到 月锦绣今日来 只怕不是李沧和所想的 按照李沧和眼下的态度 他在按兵不动 以劲之动 很可能已经放弃了月锦绣这颗棋子 能把自己的女儿当作棋子 李沧和也是不简单 气局宝帅 果然要击溃李沧和 得从月和明下手 月宁歌已经想到了下一步 可这一步甚为关键 月宁歌道 燕舞 你立刻去替我办些事 紧接着 月宁歌便是在燕舞耳边 小声地说了些什么 燕舞的脸色越发地慎重 这一步只能在元宵晚宴上进行 时间飞逝 元宵这一日来得很快 长公主一早便是拆了人 为月宁歌送来华衣和名贵的首饰 这些他做足了功夫 他在告诉天下所有人 这一局他押宝在了月宁歌身上 卫阀若是执意要将月锦修抬进府门 那就是明摆着和长公主作对 所以卫阀最近也安静了不少 卫阀安静了 月府也安静了 所有的人都安静了 只有一个人不安分 月宁歌已经猜到了 他一面换衣裳 一面意味深长地对燕舞道 你觉得今天会是个安宁的日子吗 燕舞的手一掷 凭借他在王宫多年的经验 今天怕是不寻常 狗急跳墙 吐急要人 眼下月锦修已经被逼到了墙脚下 接下来月锦修能够做的只有一件事 月宁歌换好了衣裳 便跟着长公主以及迎秋郡王出了府 府门外停着三辆马车 马车装饰滑贵程度各有不同 从此便可以看出长公主的身份尊贵 如果按照礼数 将急墨见了长公主 都该行礼 换一声 殿下 长公主府的马车气势非凡 行走在街上都没有人敢靠近 月宁歌正好趁这个机会 好好地想想 一会儿到底要怎么做 到了王宫 月宁歌才知道 长公主的仪仗规格 竟然比一般的公主要高得多 简直可以和王后平起平坐了 看来最近说的风挺准的 对于其他的人来说 元宵是晚宴 可对于王族成员来说 这一天都得在王宫好好地待着 每期名曰共续天伦 不过众人都各怀鬼胎 实在是让人防不胜防 月宁歌并不是王室成员 所以长公主将她安排去了 丽贵妃的清华宫 温泉环绕 清华宫倒是格外地让人舒心 月宁歌泡了个澡 然后换了一身简单的衣裳 便去了偏殿休息 到了傍晚时分 才有公鹅来请她起身 又为她穿好了衣裳 等公鹅带着月宁歌 来到晚宴的地方时 几乎所有人都到了 一个个地坐得规规矩矩 一点也不像当初 在清华宫时候的先情意志 中间的高位之上 只摆了两个位置 而长公主便是坐了其中一个 丽贵妃却只有坐在右边 第一位上的资格 王后的晚宴 规格不小嘛 不过照旧 有些老朋友是早就来了 月宁歌显得十分随意 轻描淡慧地扫了一眼月锦绣 后者垂着头 一副盘算着什么的模样 她应该是被逼到了绝路了 再看未冤 她脸色如常 好似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一般 许是注意到了月宁歌的目光 魏渊朝这边看了过来 十分有礼貌地将桌上的茶杯端起来 远远地静了下月宁歌 月宁歌闪闪一笑 不慢不紧地回了理 有些时候 还是不要将事情做得太绝 不过 当她刚刚喝了一小口茶水的时候 却是发现 斜对面的魏月泽 正十分不善地盯着她 呀的 当本大爷死了吗 居然敢当着我的面和魏渊那小子没来眼去 月宁歌 微微一哆嗦 该死的 明明她又没做亏心事来着 怎么心中发怵了 那眼神实在够善人 吓得她差点一口茶水 呛在喉咙里面 您姐姐 翠甜甜的声音 呼的在月宁歌耳边冒出来 郑重下怀 厌恶的办事效率挺高的 不过 月宁歌也得装作 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她转过头去 一脸的诧异 嗯 世子怎么也在这 连城听说你要来参加这元宵夜夜 便是跟着来了 袁夫人走过来说道 月宁歌淡淡地呜了一声 这场晚宴 得要袁连城这个孩子 才能成事 本来他们坐在前面的 袁连城那双鬼灵精怪的眼睛 一下子就看到了月宁歌 撒花似的跑过来 袁夫人不似她这般没有体统 所以步伐要缓慢些 月宁歌赶紧站起身来 同袁夫人倒了个万福 袁夫人微汉手 便是对袁连城道 你见着了宁姐姐 就同娘亲回位置上坐好 王后娘娘不喜欢人没规矩 不嘛不嘛 我就要挨着宁姐姐坐 袁连城好不客气地 将月宁歌旁边的那位姑娘 给挤开 那姑娘一看就没有什么后台 只怕这一次也是来硬个紧的 又哪里感同袁家小世子争 袁连城赶紧道 你莫要觉得委屈 小爷的位置给你坐 嗯 这孩子 说话倒是挺小大人的 袁夫人道 连城 你若是再不听话 回到府中 我可告诉你爹了 第六十五集 袁连城将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摆明了就是不听袁夫人的话 袁夫人这样怒声呵斥 却是听到远远的声音传来 王后驾到 袁夫人见袁连城 是铁了心要同月宁歌挨着坐 又不敢怠慢王后 只能道 宁歌 你得替我好生看着这小子 别让他乱来 基于袁夫人和丽贵妃之间的关系 王后对袁夫人十分逼迹 所以这一次 袁夫人并不想惹眼 袁夫人快走了两步 可还是有些不放心地 转过头来看袁连城 哪知这小子 做得规规矩矩的 比在他身边都还要规矩 袁夫人看着袁宁歌的侧脸 温雅大方 那双眼睛干净透明 这样的女子 在迎资城 倒是少见 袁夫人刚刚回到座位上 王后的遗仗 便是来了 月宁歌觉得 这一辈子 真的算值了 不仅仅见了丽贵妃 还和长公主 盼了些交情 眼下连大旗的王后 都给见了 实在是 不过这王后嘛 林姐姐 你是不是也觉得 丽贵妃娘娘 比王后要漂亮一些 都说童言无忌 这是汁汁的 哪里是漂亮一些 根本就是漂亮很多嘛 难怪丽贵妃能够厌贯六宫 独得三千宠爱 这分明是莫大的差距 月宁歌嘖嘖地摇摇头 别告诉她 齐王的后宫 全都是这等货色 王后年老色衰 一脸的皱纹 别说和风姿绰约的 丽贵妃无法相提并论 就是与和新归来的长公主 也比不得 不过这个女人 一点点姿色都没有 却能够稳坐王后的位置 怕是不简单了 难不成是外妻 月宁歌正如此响着 王后的声音便是响起来 众里寻她千百度 莫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本宫姗姗来迟 也不知道各位选好了没有 她这话说的 月宁歌无所适从 也不知道选个什么 倒是袁连成 她瞅了瞅月宁歌 便是站起了身子来 袁连成不过才五岁 就算是站起身子来 也不大引人注目 但见她迈着小短腿 跑到了红地毯的中央 公公静静地 朝着王后磕了个头 然后笑了起来 她有着孩童那样天真的笑容 加上袁侯爷 袁夫人将她养得很好 并不似那些富贵公子小胖堆一样 所以十分得人喜欢 不过她混是魔王的名声 也不是浪得虚名 袁连成一出来 王后身边的内侍 就要上前将她拉开 这位小魔王又要做些什么 娘娘 我选好了 她的声音十分稚嫩 但也让晚宴的众人 忍不住笑出了声 笑得最大声的 莫过于高位上坐着的长公主 袁夫人 你这教的什么儿子 才五岁大 就要准备给你赢个儿媳妇回来了 啊 殿下莫要乱说 这 连成只是童言无忌 袁夫人站起身来 走到袁连成的身边 就要将她拉走 这下 月宁哥算是明白了 感情啊 这是相亲大会呀 起初她还以为 大齐的王会参加 眼下看来 齐王是不会来了 男子汉大丈夫的 来这个相亲大会做什么 月宁哥显得发霉 吃食又没有端上来 面前的暗机上 只摆放了茶水和水果 已经饿得心发慌的月宁哥 只能用水果来填肚子 娘亲 你莫要拉我 我选好了 我要娶宁姐姐 好巧不巧 月宁哥刚刚将一粒葡萄 放在嘴巴里面 还没来得及品味 葡萄是什么味道的时候 便是被袁连成的话 抢得葡萄卡在喉咙里面 不上不下 着实难受 什么鬼 巨大的咳嗽声 让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月宁哥的身上 宁姐姐 月宁哥着急地 朝月宁哥跑了过去 然后乖乖地为她拍着后背 那模样 简直欣傻旁人 与此同时 有些人的脸色 已经铁青了 她失策了 她只是想着 她的小狐狸 要慢慢地养着 可也忽略了一点 他们的年龄差距 眼下她的小狐狸 可嫩着呢 不止要防着年长的 连年幼的也得防着 忽然 魏月泽就觉得 自己未来的道路 充满了挑战 宁姐姐 好些了没 元侯爷的世子 那将来 可是要继承爵位的 虽然元联成才五岁 在座的妙龄少女 都不可能将注意力 放在她的身上 可当看到元联成 这般对月宁哥的时候 心中 还是有些犯算 月宁哥嘴角抽了抽 闭着不及 我 我没事 她怎么会想到 这个小家伙 居然还会对自己 起了非分之想 元夫人恨铁不成钢地 将元联成 给拉了过来 然后 走到王后面前跪道 小子童言无忌 还望娘娘和殿下恕罪 这有什么 长公主倒是玩性大气 小魔王 你倒是说说 为何要娶你的宁姐姐 王后眉头微微一簇 这是怎么了 此事不该就这么算了吗 长公主这么大的人了 还不知小分寸 元联成到底是个孩子 人家问什么 她就答什么 我要保护宁姐姐 你的宁姐姐有人保护 你瞎操什么戏 长公主若有似无地 朝魏渊看了过去 魏渊的脸色自然不是很好看 自己为过门的媳妇 当众要被人抢 是个男人都做不下去了 宁姐姐老是被人欺负 哪有人保护她 元联成虽然还是个孩子 可有些三姑六婆 到元侯爷府上闲聊的时候 说的那些八卦 她可是听得滋滋的 最近 迎自成最大的八卦 莫过于魏伐少将军 和岳府长女之间 朱胎暗结的事了 长公主笑道 小魔王 你这话说的 可让魏少将军 如何自处呀 她画风一条 准确无误地 将众人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了魏渊身上 被点到名的魏渊 不得已走了出来 对王后 长公主 吉利贵妃三人 行礼之后 猜到 长公主是何意 微臣可不动 长公主道 小魔王说的 您姐姐 莫非不是你的未婚妻 长公主这么一说 在场的女眷 无一不开始 嫉妒月宁哥了 都有了未婚夫 居然还能够得到 元侯爷世子的青睐 也不知道 她有什么本事 魏渊点头承认 尚未答话 便有一个带着哭腔的声音 从角落传了出来 求王后娘娘和长公主殿下 为民你做主呀 月宁哥心里一喜 终于来了 魏渊承认和月宁哥之间的婚约 这是毋庸置疑的 只是落在月锦绣的眼中 却是刺眼非常 她一直折服着盘算 而眼下 就是最好的时机 当魏渊点头的那一刻 她容不得魏渊 再说些什么 狼情窃义的话 便是逼迫自己 落下几滴珍珠泪来 求王后娘娘 和长公主殿下 为民你做主呀 那声音出来的一刻 魏渊的脸色 刷得就白了 什么人 在晚宴上大哭小叫的 内侍立刻做出了反应 而公额也将月锦绣的位置 给点名了 这晚宴的人数庞大 容不得出一点点乱子 很快 月锦绣便是被人 给带到了红毯子上 月锦绣枯功 那是一流 可当下落在魏渊的眼里 竟有说不出道不明的嫌弃 月锦绣抹着泪 也不知道用了什么 颜值水粉 竟然哭 都哭得这么好看 惹得下面的少女 都忍不住 窃窃私语 这位是 王后并没有见过月锦绣 但见她哭得如此娇媚 心中也不免 生出了怜悯 长公主道 这位 不就是月府的那位长女吗 她的声音 显得无比轻蔑 本来长公主 就看不惯离仓河 眼下更是恨不得 将月锦绣 也给狠狠地踩上一脚 她的话说的不用太明 知道此事的人 也就呕了一声 王后虽然常年 久聚公众 可未发的是 她多少还是知道一二的 当时脸色 也不是那么好看的 未婚先孕 勾搭妹夫 这些在女人眼里 可都是大忌 以父亲 可是李布侍郎月丰 王后声音低沉地问道 月锦绣知道 这是她唯一的机会了 娘亲已经对她 下了最后的指令 如果今夜不成 那她就真的是一枚气子了 月锦绣道 正是 身为李布侍郎 竟然交出这等 不守礼法的女儿 月锋这关帽子 只怕是不想要了 王后说话十分有分量 听得月锦绣胆战心惊 可她此番也是兵行献招 月锦绣深吸了一口气道 娘娘 明女和少将军 是真心相爱的 她声音七楚 带着绵绵情义 怎么听 都不是假的 月锦绣道 少将军和我妹妹宁歌 乃指父为婚 他们之间素未谋面 又谈什么情义呢 还望娘娘成全 锦绣姑娘 你这是在为难本国 王后自知 有些事 她不能插手 譬如卫法的事 娘娘不妨直言 末将在这 就是日后卫法 也不敢多言半句碎语 输的 一直不吭声的卫月泽 却是这么 冒了一句话出来 她嗅到了一股味道 是个机会 月宁歌皱眉 看着卫月泽 那副慵懒的样子 也不知道 她在打什么鬼主意 卫月泽都这么说了 长公主 更是借着九亿道 娘娘 既然为乏的都尉大人 都如此说了 此事有关乎儿女情长 不如你就为这位锦绣姑娘 做一做主 王后劝衡了一番 又觉得有魏月泽在这儿 应该不会出什么大乱子 这才缓缓地说道 如此 那本宫就听你说一说 月锦绣赶紧磕头弦 然后 才说道 明女和少将军 相识于威 年少时候 便已亲目于她 后来我俩便是花前月下 本来少将军 是答应了明女 此日来明女府上提亲 那只 那只 她说到这儿的时候 更是哭得 雨打梨花 惹人脸 第六十六集 王后听得兴致勃勃 却是被人中途掐断 不免身子都往前坐了坐 那只怎么 那只少将军 竟然和旁人有了婚约 而那个人 竟是我家嫡妹 月锦绣眼泪哗哗地流 明女自知数出 配不得少将军 可嫡妹咄咄逼人 在知道明女和少将军的情谊之后 便是将明女赶出了家门 月宁哥一面听 一面瞪大了眼睛 啊喂 睁眼说瞎话呢吧 每回子都是她这个嫡女 挨飞刀得好吧 月锦绣和李沧和这两母女 就没有消停过 怎么到了王后的面前 她月宁哥还成了恶人 兵女流落西宁镇 恰逢少将军剿 兵女和少将军重逢 心酸之下 便是伟山与少将军 月锦绣说得会声会色 天下 比你怀了少将军的骨鞋 可嫡妹且 她话音至此 月宁哥已经收到了不少 如刀似剑的锋利目光 哎呀呀 真是没有想到 不大点年纪 却做出这样很多的事情来 是啊 瞧她也不过十三四岁 怎么能够如此狠心 都说嫡女有毒 咱们这些输出的可得小心呢 真是坏了我们嫡女的名声 七嘴八舌的声音 伴随着不善的目光 接踵而至 如果眼神都可以杀人的话 月宁哥相信 刺激已经死了 千回百回了 月锦绣这样的 怎么不去当编剧呀 月宁哥七苗旦会地端起茶杯 将所有不友好的目光都避开 自顾自地饮着茶 王后朝这个方向看了过来 确实觉得奇怪 怎么这位岳父的嫡小姐 在听到这么多的控诉之后 竟然没有来解释一番 此事怎么能够听 这女人的一面之词 在所有人都议论纷纷的时候 袁连城却是用自己小小的身躯 为月宁哥振臂一呼 月宁哥饶有兴趣地看着袁连城 这小娃子 还真的不负当初她的救命之恩 袁连城道 我不信您姐姐会是这样的人 月锦绣赶紧道 狮子 明女绝对没有半句谎言 否则 否则就不得好死 她这话说得有些重了 可月宁哥不由地冷笑一番 有些誓言 还是不要乱说得好 可当下 月锦绣 别无选择 她在岳府这么多年 怎么可能一夜之间 变成母亲的弃子 她要东山再起 她要母亲的注意力 重新回到她的身上 她要 嫁尽未发 你说这些 有证据吗 袁连城倒是不蠢 知道要让月锦绣提供证据 月锦绣看向魏渊 脸上默默的出现些娇羞 少将军 那也在西宁镇 咱们 锦绣 你别闹了成吗 闹成这样 她魏渊还有脸吗 魏渊的心中无比抓狂 如果不是看着 有这么多人在场 她一定要狠狠地 将月锦绣给骂醒 都走到这一步了 难道她还不知道 该如何做吗 不是说好了 一切都等着她来解决吗 这个女人 太不安分了 相比之下 到目前为止 都还规规矩矩 安安静静的月宁哥 倒是惹人喜欢 魏渊朝月宁哥 看了过去 后者正在 不慢不紧地 饮着茶 这副甜蛋的模样 让她的心情 疏得就变好了 当家主母 该是这样的 魏渊的心里 已经有了确定 只是她没有察觉到 眼下 就在距离 她不远处的魏月泽 正杀气腾腾地 看着她 吃着碗里的 还看着锅里的 天下什么便宜 是都让你给占了 居然还敢惦记着 她的宁哥 找死 魏月泽秀中的手背 已经清净冒起 阿渊这小子 是活得不耐烦了 不过 当她看到 月宁哥 那副甜蛋的表情时 却又微微 眯起了眼睛 这丫头 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月宁哥 若是真的专心饮茶 那神色 绝对不会是这样的 月宁哥脸色 虽然是安静的 可那双 本该是 干净清透的眼睛 却微微眯起来 满是狐狸般的脚侠 和坏眼 这眼神 她再熟悉不过了 她的小狐狸 只怕又在算计着 怎么咬人了 也罢 且让她瞧瞧 小狐狸 还有什么本事 到最后兜不住的时候 她再来收拾残局 也未尝不可 王后朝内侍瞧了一眼 内侍赶紧道 岳父嫡女 上前问话 被点到了名 月宁哥才缓缓地 从位置上走过来 颇有礼数 长公主不由地点了点头 这些天 李嬷嬷还当真没有闲着 能够让月宁哥 以最快的速度 掌握王宫礼数 月宁哥来到王后的面前 贵道 名女月宁哥 见过王后娘娘 娘娘千岁 嗯 本宫有话要问 娘娘试下 方才你长姐 说了那么多 你就 不辩驳一二吗 月宁哥道 长姐说的话 其实不用名女多言 在座的 便是有人知晓 王后挑眉 哦 是谁 月宁哥道 卫伐都尉大人 和卫伐少将军 都知道此事 这事儿 还能牵扯 两位卫伐的将军 此事 关乎月府声誉 其实宁哥并不该说 王后道 本宫让你说 你便说 月宁哥道 当初宁哥被人绑架至西宁镇 正是得少将军相救 至于为何长姐也在 宁哥就不得而知了 月府嫡女被人绑架的消息 也是传得满城风雨 毕竟当初可是卫伐的都尉 和少将军 一同将其送回来的 而就在那一日 月府的当家主母 被当街抽打 也是在那一日 月府的长女自报 和卫伐少将军 逐胎案劫 此事风起云涌 百姓都说 比看戏还过瘾 月宁哥道 娘娘问民女 不如问少将军 她将所有的一切 都推给卫渊 目的很简单 要卫渊做个决定 卫渊刚刚想说话 长公主 却不合时宜地插嘴道 其实吧 要本公主来说 这事其实很简单 王后疑了一声 既然月府长女 都怀了未发的孩子了 何必大费周章 不如成全了两人 她这么一说 王后便是明白了 长公主的意思 有时候 外部压力过大的时候 自家相斗的闹剧 也该暂时停一停了 本公主听闻 元侯也有意 要收宁哥小姐为义女 可有此事 当长公主 说出这话的时候 元夫人都觉得诧异 而此刻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 元夫人身上的时候 一茶杯掩面的月宁哥 却微微上扬着嘴角 元夫人有些尴尬 她上前一步回话 却有此事 不过尚未落实 她的宝贝儿子连城 对月宁哥喜欢的景 她在思考了许久之后 与元侯爷商量后 做了此决定 也算是 报答月宁哥的 救命之恩吧 不过 他们尚未选好 良辰吉日 也未同月宁哥 提过此事 为何 长公主 会知道 听了元夫人这句话 王后和长公主 忽然就相互对视了一眼 就像两个 惺惺相惜的对手 在看到了 同一目标一样 长公主道 本公主觉得 宁悔一座庙 不差一桩婚 娘娘一下如何啊 长公主这一招 算是高明 她没有让王后 亲自说出这番话来 避免了王后 以后难做 倒是她 做了自己的份内事 她招齐王知晓了 也得暗暗 记她一功 王后道 长公主说得及时 她虽然没有角色的容颜 但胜在能够驾驭 这样的大场面 只需稍稍变个脸色 便能不怒自威 看起来 公正严明 王后道 事已至此 我看 锦绣姑娘也不错 不如就配于 未发的少将军 此话一出 月锦绣大喜 富贵显中求 她做到了 然而 娘娘 魏冤脸色不大好看 她都还没有说一句话 便是被人定了终身 心中实在不愤 请娘娘 输回承命 别说是月锦绣 就是月府的嫡女 月宁歌要陪她 都还算是高攀 当下 王后娘娘和长公主 莫非是糊涂了 少将军 月锦绣有些惊骇 她想过 月宁歌会出来阻拦 也想过 一直重视月宁歌的长公主 会出来阻拦 可万万没有想到 第一个提出反对意见的人 竟然是她 心心念念要嫁的 少将军 他们曾情意绵绵 痴产于床地 可眼下 为何她要求王后 收回成命 月锦绣不甘心 她有些难堪地 笑了笑 少将军 怎么了 王后娘娘觉得 卫乏少将军 配一个庶女 合适吗 卫冤 直接了当 声声地 给了月锦绣一巴掌 她竟然 在意她的出身 她不是敌女 她只是一个 贫贱的庶女 月锦绣不由地 朝月宁歌看过去 宁歌迎上 她怨怼的目光 心中忍不住想笑 月宁歌心道 月锦绣啊月锦绣 你千算万算 可没有算到卫冤 是个渣男 卫冤是什么人 她是看得真真的 就算在西宁镇那一次 她出手搭救 月宁歌也不觉得 她会有什么善心 不过是为了 未发未来少夫人的 声誉罢了 王后和长公主 又对视了一眼 两人的心中 都在盘算着一件事 这件事 关乎着大旗的稳定 这件事 也是月宁歌 一直在谋划的事 元侯爷手握重兵 和未发交好 是众所周知的事 眼下大旗 虽然国泰民安 可乱世出枭雄 在相对安稳的大旗里面 有这么两个交好的猛将 对于齐王 甚至大齐王室来说 都不是一件好事 虽然王族不打算 在其中搞破坏 毕竟 军阀之战一旦爆发 劳民伤财不说 更多的 还是王者更替 可王族也不打算 任由他们继续合作 作大 如果定远侯 打算收月宁歌为一女 也就是说 在不久的将来 定远侯的一女 要嫁给未发的少将军 这无异于是 亲上加亲 就算这段婚姻 是早前定下的 可现在看来 政治因素的味道颇重 不仅仅是长公主 要计算一番 甚至王后 齐王 都需要好好的计算一番 第六十七集 月宁歌算得十分精细 他每一步都走得恰当 在这个局面上 他不用多言 不用多说些什么 自然会有人 想要将这桩婚事 给破坏掉 魏渊当着众人的面 提出这个意义 无异于是对王族 起了质疑 难道他这个少将军 连配个嫡女都不成 王后有所考虑 长公主也有所考虑 长公主道 不如 不如请魏渡魏来断 王后接过长公主的话 两人忽然发现 他们合作起来 也可算是天衣无缝 魏月泽嘴角 一直都保持着笑容 看起来漫不经心 可实际上 却暗藏玄机 让月锦绣嫁给魏渊 郑重下怀 可月锦绣到底是个庶女 配魏渊 倒是差了一大截 身为魏法的都尉 就算魏月泽 再怎么相踩魏渊一脚 也不能太过分 魏月泽再三权衡之后 才缓缓地说道 不如这样 他这么一说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又转移到了他的身上 他表情微淡 淡定一笑 都让人觉得 这位都尉大人 可真是风华绝代 此刻的魏渊 却是提防着 魏月泽与他素来不和 加上天道院的事 这回子 魏月泽还不知道 要如何落井下石呢 既然锦绣姑娘为庶女 不如就让阿渊 纳她为侧夫人 然而 魏月泽并没有 如想象之中的 落井下石 魏渊都有些惊奇地 看着前者 不过缓了缓 魏月泽又继续说道 不过 到底锦绣姑娘 已经有孕在身 这着实让魏法 未来的少夫人 难堪了些 身为魏法的都尉 又是阿渊的兄长 在此 我替阿渊 对宁哥姑娘 说句抱歉 月宁哥一愣 虽然有些不情愿 但还是勉强一笑 啊 魏队说的是哪里话 他们一来二往的 显得十分生疏 旁人更没有生疑 月宁哥心想 魏月泽 在打什么算盘 魏月泽的举动 让魏渊很受用 他堂堂卫法的少将军 代表的是卫法 怎么能够给 月宁哥赔不适呢 魏月泽这个野种 倒是懂 怎么收拾残局 魏渊回到迎资城 这些日子 可算是看出来了 在府中 虽然父亲 没有表露什么 可祖母那里 却是十分 喜欢月宁哥的 如果这次 他将事情给搞砸了 只怕到祖母那里 他也说不上话了 幸好魏月泽 没有落井下石 让月锦绣 成为他的妾室 想到将来 可以左拥右抱 共享其人之福 魏渊的心情 便是大好 可惜 魏月泽 并不如魏渊的意 他斜眼挑适了 一番魏渊 是阿渊没有这个福气 咦 魏渊有些奇怪地 看着魏月泽 什么叫 他没有这个福气 明明他福气 好得很嘛 魏月泽继续说道 虽然两女共事一夫 并不是什么大事 可眼下宁哥姑娘 虽然对长姐 没有怨对之心 但两人的关系 只怕不是那么好 魏月泽叹了口气 其实 如果可以 我都打算让阿渊 想其人之福 可是 岳父嫡女和长女之间的事 相信 不用我多说 在座的 也都知道一二 是呀是呀 我也听说了 清华宫的事 月锦绣 还想着要性害那嫡女呢 就这嫁到一个地方去 还被你闹出大麻烦呀 虽说姐妹 共事一夫 可以传出美化来 可这不合的姐妹 那是要闹出大事的 谁让月锦绣 有个那样的娘呢 我可是听说了 敌女刚刚回来的时候 拿韩服当街 边吃敌女 打得敌女 眼泪汪汪 还不准人哭呢 宴席上的人 窃窃私语 有些落入月宁歌的耳中 倒是让人 忍不住审笑 果然三人成虎 有些谣言 传来传去 就变味儿了 月锦绣听得 那么多事事非非 确实没有忍住 你们胡说什么 明明她是棺材子 我娘 我娘不过是 放肆 长公主呵斥道 就算月府敌女 出生晦气 但在香爷养那么多年 身上的晦气早没了 她到月府那么久 也没看你们出什么乱子 倒是你 与人苟合 朱胎暗结 却还能如此枪子夺理 长公主 一改之前的漫步惊心 眼下一副严肃的表情 吓得月锦绣 大气都不敢出 卫冤当下 恨不得将月锦绣给掐死 她弄这么一出 只怕她的名声 也都要毁了 末将觉得 若是让月府二位姑娘 都嫁给阿渊 日后再出什么 王后娘娘和长公主殿下 实在难断 卫独卫说的在里 长公主道 清官难断家务事 锦绣姑娘 又是王后赐婚的 若是以后母凭子贵 只怕宁哥姑娘 在卫法 也不好生存 长公主话中有话 更是让魏冤 咬牙切齿 还以为魏月泽 是有意要帮她 可怎么这样听完 却又觉得 她有意 要让这桩婚事作废 魏月泽 到底在盘算些什么 魏冤心中生疑 她忍不住 朝月宁哥的方向 看过去 却见月宁哥 垂着小脑袋 一副听命的模样 心中又不由地 微微疼痛了一下 呼的 她觉得 对不起月宁哥 月宁哥温门尔雅 大方得体 不喜争宠 这才是 她理想之中的 当家竹母人选 月锦绣风情万种 妖娆万分 若是在床地之间 倒是个人间有物 可要是主持家务什么的 魏冤却是不放心了 月宁哥一直低垂着头 一句话都不说 反正眼下看来 大局已定 退婚的事 已经板上钉钉了 她做了那么多 总算是有了回报 只需要等定远侯那边 为她主持一下公道 收她为义女 以后在迎资城 她就有了另外的靠山 她知道眼下是什么形式 靠男人是靠不住的 还不如靠个孩子 她对袁连城有救命之恩 相信定远侯上上下下 也不敢看清她三分 再说了 当下是为冤对不起她 就算以后遇上什么事 她去找魏法的人帮忙 魏法也不敢不帮 她这一局 算是大获全胜 月锦绣眼泪速速而下 她十分委屈 可当下她说什么都无济于事 早前李沧河编吃月宁哥的事 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传得满城风雨 而后她当街说出 自己与魏冤私情的事 也算是错了一大步 可那个时候的她 是一心就母 那这母亲转头 却是将她弃之如碧析 长公主悠悠地说道 魏少将军 你觉得本公主说的是否在里 她不喜欢人家说她一言堂 便是象征性的问魏冤 魏冤赶紧道 长公主多虑了 若是以后宁哥嫁到府上 那是当家主母 谁敢欺辱她 就算是别人要欺负她 身为丈夫的我 也绝对不会姑息 她这话说得极其动听 连月锦绣听了都忍不住咬唇 又一次加深了对月宁哥的恨意 凭什么她得天独厚 一回迎资城就拥有了全世界 她一定要让月宁哥 死无葬身之地 月锦绣气得浑身发抖 可在这样的局势下 她必须要让自己冷静下来 男儿志在四方 长公主冷笑 魏少将军 你能担保一天十二个时辰 都在宁哥身边吗 魏冤一愣 心知自己是招了长公主的道了 魏冤尚未开口 长公主又道 这些日子 宁哥在我府上小住了几日 就算是寂寞也看出来了 她性子弱了些 若是以后 侧夫人母嫔子贵欺负当家主母 此事传出去不仅不好听 还会让魏法和定远侯交恶 长公主将这件事给点出来 又朝袁夫人意味深长地看了过去 她可有另外的打算 长公主叹了口气 这些事并不是我们王族想要看到的 王后赶紧打蛇上棍地说道 此事也就定了 岳府嫡女和魏法少将军的婚事作罢 魏都尉 劳烦你回去同元帅 及夫人交代一番此事 魏月则道 末将知道 还有一件事 本公主忽然兴起 长公主话锋一转 又是悠悠地看着袁夫人 袁夫人被这么一看 心中生处不安来 每回子长公主这样看她 都会发生一些什么 莫非 本公主瞧着 小魔王挺喜欢您搁这丫头的 女大三抱金砖 何不承认知美呢 长公主这话说得十分犀利 惊得月宁歌都出了一身的冷汗 哎呀呀 怎么一下子变成乱点鸳鸯谱了 好艳 袁连城拍手跳了起来 一点都不畏惧现场诡异的气氛 袁夫人赶紧拽住袁连城 又对长公主道 殿下 可别 你放心 我知道狮子还小 不过我瞧着狮子对宁歌甚好 万一人长大了 嚷着要娶宁歌 怎么办呢 长公主抢白之后 说得头头是道 你现在收了宁歌为义女 这以后姐弟 这 不大好 她说的虽然隐晦 可明里暗里都在示意 袁夫人是聪明人 一下子就明白了 长公主是在告诉她 放弃收月宁歌为义女的打算 当然 这些个意思 月宁歌也听出来了 月宁歌 显得莫名其妙 她找个靠山容易吗 长公主是来坑她的吗 将未乏的靠山给断了之后 还不准她搭上定远侯这条大船 莫非是想整死她 不对呀 她和长公主无缘无仇 难道 月宁歌的心里 刚刚冒出个想法来 便是听到长公主 悠哉哉地说道 宁歌这丫头 在我府上小住了多日 我和她甚为投缘 不如 我来收她做义女 袁夫人总不至于 和我争抢吧 那你 不只是月宁歌 就是在场的少女们 都觉得不可思议 她月宁歌何德何能 居然有人争着 要收她为干女儿 月锦绣更是愤愤不平 她在英姿城十六年 参加丽贵妃的腊八夜宴 也有好些个年头了 每次她都精心打扮 可从未赢得 长公主打人的青睐 月宁歌怎么能够 月锦绣越响越气 心中的那股气团 都快涌了出来 袁夫人嘴角抽了抽 长公主 这是在盘算些什么 可长公主都开口了 她也不能和长公主抢人 袁夫人道 啊 无妨无妨 反正侯爷也没有定下时间 此时八字尚未有一撇 殿下说什么就是什么 啊 那本公主就不客气了 长公主雍容一笑 宁歌 别傻愣着了 第六十八集 月宁歌的确现在是在傻愣着 这才多久的光景 不过是一呼一息之间的事 她居然就成了长公主的一女 这这 这分明是不按常理出牌 月宁歌知道 长公主在打什么主意 眼下她正在风头上 又得未发老夫人的宠 若是再和定远侯府走近了 她招成了两者的联系 也会让未发和定远侯关系更密切 这些对于当权者来说 势必得防 长公主倒是很有正直头脑 月宁歌深深一响 看了许久好戏的江吉墨 呼得高声道 快 我的外甥女儿 快来拜见我这甘舅舅 我擦 月宁歌简直想抱粗口 江吉墨和长公主 是同胞姐弟 若是她认长公主为义母 那就是说 也得乖乖地 称江吉墨一声 舅舅 天哪 还要不要她活了 长公主笑得意味深长 她做事 从来都是站在大局之上 若不是站在大局之上 当初她就该不顾王族脸面 强行将岳峰招入公主府 让其成为面首 当下收月宁歌为义女 也算是变相地了了当年的一段念想 于公于私 长公主收月宁歌为义女 也算得上是情理之中 长公主对王后轻轻地点了点头 后者便是明白了 长公主 这是要让她 做个公正人 虽然王后和长公主 很多时候理念不合 但在这一刻 王后还得站在 长公主这边 岳父敌女 人品贵重 晦之兰心 得重赏识 请长公主有义 特收为义女 王后说到这儿 又朝月宁哥瞧了瞧,一颗七巧玲珑心忧了忧,最后便是草草说道,繁文入节,也就下来再说,先将此事给定了。 快了,当听到这儿的时候,与王室沾亲戴故的少女便是懂了,竟不赐予月宁哥封号。 长公主的女儿,虽然不至于承袭公主的爵位,但至少也是个县主,好歹也得有封地和俸禄,可方才王后压根就没有提及此事,这么随意吗? 不过仔细想想,月宁哥是什么身份,礼部侍郎的女儿,她有什么资格能够得到封地,和黄金国戚平起平坐? 道地王后精打细算,月宁哥并不期待什么封地和俸禄,只要有个人做他的靠山就成。 本来他打算让定远侯府做他的靠山,哪知天生变数,阴差阳错。 罢了,长公主此人酸臣腐颇深,好歹也对他有些赏识,将就着用吧,日后小心一些便是。 月宁哥不动声色地叹了口气,然后才领命,将寂寞倒是为他打抱不平。 王后娘娘,我这小外甥女儿的封号呢? 一语识破惊天,一时惊起千层浪,王后恶狠狠地动了一眼将寂寞。 随即又碍于大局,道,封号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定的,此事得由大王做主。 长公主道,吉莫啊,你就别在这儿插课打混了。 嗯,本宫有些乏累,就不猖和你们这些事了,接下来的晚宴便是让丽贵妃来主持吧。 王后这一招实在高深,为了避免将吉莫的纠缠,顺带将余下的一些烂摊子都脱手,便是将所有的事都扣在丽贵妃身上。 他招若是出了什么岔子,届时他又可以说全都是丽贵妃促成的。 就算他年老色衰,可依旧风头正茂。 众人一起站起行李,齐声道。 宫送王后娘娘。 王后微微一笑,在众人貌似恭敬有礼的目光中,缓步走出。 直至阴暗处,王后才缓缓地转过身来,意犹未尽的目光落在月宁哥那张单纯的脸上。 岳父嫡女,年纪轻轻,颇有本事嘛。 今日的事实在有些蹊跷。 王后眼底露出怀疑来,却又想不通。 内侍瞧着王后的视线,笑道。 娘娘也觉得月家那姑娘可人儿吗? 你们觉得她可人,本宫却觉得她犹如蛇蝎。 王后话里有话,内侍不敢多猜。 自古军心南侧,王后能够长办君王侧,足以看出她心思缜密。 王后奉年离开之后,蜿蜒之上热闹起来。 这里好些姑娘都在上一次丽贵妃的清华宫见过月宁哥。 事已说起话来,也显得热情的很。 月宁哥被人围在中间,竟有一种众星拱月的感觉。 月锦秀虽然站起身来,挺直了腰板。 可当下,她却被人无视了。 哪一次的晚宴不是她风头最近? 月锦秀用力地拽着一脚,眼底的怒火根本藏不住。 那被少女们仰视着的人,原本该是她。 也种月宁哥也配。 月锦秀咬着牙,她自第一次参加晚宴,便是所有人目光聚集的焦点。 她的衣裳,她的配饰,总能让影自成刮起一阵风潮。 可这些,全都因月宁哥的到来,而被衣毁掉。 她恨。 只是现在,比她心里还恨的人,却另有其人。 魏月泽。 魏渊忍了许久的怒火,终于爆发出来了。 她和月宁哥之间的事,什么时候轮得到这个野种出生了? 魏渊如一阵风似的冲上前来,一把拽住魏月泽的衣领,怒火中烧。 你凭什么对我做决定? 你凭什么代表未法说话? 你不过是个野种! 刹那之间,周围叽叽喳喳的声音,停了。 气氛,异常诡异。 松手。 魏月泽,脸色如常,只是那双眼睛充满了威胁。 魏渊心中一领,当时发怒。 可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这样兴兴松手,岂不是太没面子了? 而且也是他先冲过去的,今夜他足够糗了。 魏渊没有松手,魏月泽也没有给他说第二次的机会。 魏月泽一把抓住他的手腕,手下力度不轻,当时让魏渊倒吸了一口凉气。 眼见这两人即将恶斗,丽贵妃赶紧道。 放肆! 在王宫大院里面,这两个武将居然敢当着众人的面寻衅。 两位卫伐的将军,可是打算去进军大牢坐坐? 堂堂卫伐将军,既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武,别说丽贵妃会恼怒了。 就是长公主的脸色,也不是那么好看。 真是不知体统,不知所谓。 贵妃娘娘。 魏渊松开手。 请贵妃娘娘为末将做主。 王后和丽贵妃素来不和,这些魏渊知道。 是以王后一走,她便是想要求丽贵妃为她主持公道。 她不想和月宁哥解除婚约。 丽贵妃为难地看着魏渊。 少将军,这是在为难本宫。 娘娘。 此事既然是王后娘娘定下的,本宫就不该多嘴。 丽贵妃显然也不想趟这趟浑水。 少将军还是回去同爹娘好好地商量一番,何时迎娶岳父的锦绣姑娘。 这日子不能再拖了。 丽贵妃说到这儿的时候,不由地朝月锦绣的肚子望了过去。 再过一两个月,肚子就大了起来。 虽说现在,岳父这位长小姐和卫伐少将军朱胎暗结的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 可总不能让人挺着个大肚子上花轿吧。 这一巴掌打在月锦绣的脸上,脆声声地响。 她脸色微微一变,心中满是惆怅。 怎么办? 月锦绣脸色微沉,在灯光之下显得有些苍白。 锦绣姑娘,你脸色怎么这样白? 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月锦绣身上。 我,我只是觉得有些累了。 既然这样,不如让少将军送你先回府。 丽贵妃倒是体贴地说道,话又说回来,接下来他们还有很多的节目,这个人在此倒是让人心中不大舒服。 丽贵妃素来就不喜欢月锦绣,这番让她走也在情理之中。 少将军以为呢,丽贵妃象征性地问卫冤,可后者好似没有听到一样,眼睛直勾勾地落在月宁哥的身上。 之前见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月宁哥就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瓜果什么的,实在是吃了有些胃疼。 月宁哥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长公主,扑闪着大眼睛。 那个,殿下,你们不饿吗? 月宁哥不说,所有人都没有察觉。 暗机之上摆放着新鲜的瓜果和香醇的美酒,可就是没有顶得住事儿的肉。 月宁哥是食肉动物,再这么饿下去,它都快扁了。 长公主看着月宁哥那双清澈的眼睛。 这个义女虽然是处于政治因素来说的,可一点也不影响月宁哥的形象。 当下的月宁哥就像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承欢膝下,软糯糯地告诉她。 娘亲,我饿了。 长公主心里一软,曾几何时她也想过要儿女成群,可因为身份,她不能够。 大齐血脉怎么能够被大秦之咒?为此她付出了何等代价,这是外人所不知道的。 开席吧。 长公主看着月宁哥,眼里有些湿润,可她不能有任何情绪表露出来。 她是大齐长公主。 红毯子中间的人都散了去,一一落了座。 袁连城依旧撒花似的朝月宁哥跑了过去,袁夫人抓都抓不住。 这一切仿佛都是闹剧。 曲终人散之后,并没有谁再特意地去注意月宁哥。 除了魏月泽,她的目光时不时地朝月宁哥这边看过来。 如果可以,她并不想将目光挪开,可她不能。 当下正在风头上,她不能让月宁哥再有什么麻烦。 她端着酒杯,想象着将她的手握在手里的感觉。 当时心脏都喷喷地快跳了起来。 在旁人眼中,月宁哥是人畜无害的兔子。 可在她魏月泽的眼里,这家伙分明是狡黠的狐狸。 宁哥,你逃不掉的。 今日算是办成了一件大事,虽然有了瑕疵,可不妨碍魏月泽的好心情。 她连连饮了三杯,眼底运出绵绵情意。 可惜当下的月宁哥还真的像是被关了许久的犯人,丝毫不察异样。 挟着筷子,大块朵頤。 不得不说,王公御厨倒是有两把刷子,比起最相仿的味道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她的宁哥,吃相都那么好看。 魏月泽自贞自拙,一副风雅的模样,引得不少少女的青睐。 可为何这位威武的魏法都尉大人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了? 那些胆子较大的少女端着酒杯,正要往魏月泽的方向组团走过去, 却是被她沉下来的脸给唬住了,连连后退。 宁姐姐,我要吃那块翡翠豆腐。 宁姐姐,我要吃葡萄。 宁姐姐,我要吃桃片。 宁姐姐,我要吃珍珠虾仁。 宁姐姐。 有完没完了,如果不是特殊时期, 她一定要将那混世小魔王给拧起来。 喂,你搞清楚,这是我女人? 月宁哥温柔地为圆连城布菜, 柔和的举动落在魏月泽的眼里, 就如针扎似的。 她健硕的胸膛一起一伏, 更是惹人侧目。 月宁哥,你好样的。 第六十九集 用完膳之后,本来还有些节目的, 可因为月锦秀不大舒服, 丽贵妃发了话, 所以魏冤不得不亲自送月锦秀回府。 而月宁哥不大喜欢这样的环境, 她总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事宜也同长公主说了声。 好巧不巧, 长公主却是指了魏月泽 送月宁哥回公主府。 长公主有所考虑, 希望在路上 以月宁哥的单纯 来化解魏法的猜忌。 目前在魏法 能够在元帅面前 说得上话的人, 只怕就只有魏月泽了。 月宁哥上了魏月泽的马车, 还未开口, 便是听得魏月泽同贺频道。 却最相仿。 你没吃饱啊? 月宁哥完全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有些好奇。 方才一桌子的佳肴, 他都还剩下不少。 月宁哥恨不得自己有三个胃, 那些菜真汁的好吃。 魏月泽铁青着一张脸, 并不说话, 他还在生气。 月宁哥也察觉到了 魏月泽的气息不对。 他冷着一张脸的时候, 好似周围都贴满了符咒, 而符咒上写着 伤人勿尽, 熟人勿扰。 月宁哥无所谓地坐在角落, 这一路还真是漫长呀。 好不容易到了最厢房, 魏月泽先下了马车, 月宁哥并没有下车, 而是探了个脑袋出来。 那个, 都尉大人, 我有些累了, 就不加餐了, 你自便。 他刚刚已经吃得太多了, 再这么吃下去, 还不得长成猪。 下车。 可是魏月泽好像不大肯给他这个 保持身材的机会。 月宁哥知道, 魏月泽在军营里面 已经养成了说一不二的性子, 这头狼得顺着毛末, 要不然炸毛了, 可不好惹。 魏月泽转身就走进了最厢房, 月宁哥只能默默地跟上。 到了雅间, 魏月泽静自点了菜。 翡翠豆腐, 桃片, 珍珠虾仁, 对了, 还有葡萄。 小二有些奇怪, 这些菜和水果。 不过小二不敢多言, 赶紧退出了雅间。 刚刚在宴席上不是有这些吗? 月宁哥觉得奇怪, 玉初做得不合口味? 魏月泽不答话, 倒是像在生闷气。 月宁哥无奈地耸耸肩, 等着菜和水果上来。 魏月泽要的东西, 最相反不敢怠慢, 就算是再晚也得有人做, 而且速度极快。 当菜肴和水果都被端上来之后, 月宁哥拖着腮, 静静地看着魏月泽。 你快些吃啊, 万一长公主先回了府, 我可说不清楚去哪儿了。 他的催促对于魏月泽却没有用, 他无动于衷。 宁哥, 今天我不开心。 魏月泽没有气快, 嘴角挂着令人发寒的微笑。 月宁哥转过头来的时候, 正好看到魏月泽仿如鬼魅一样地盯着他。 月宁哥忍不住抖了抖, 魏月泽道, 我要吃那块翡翠豆腐。 月宁哥朝天翻了个白眼, 你吃就吃呗, 还用得着说。 我要吃那块翡翠豆腐。 月宁哥一愣, 扑上了两下眼睛, 有些怀疑, 你在同我说话? 魏月泽保持着笑容。 雅尖里除了你, 还有谁? 你没手吗? 月宁哥粗眉, 不懂什么叫自己动手封一族石? 不懂。 魏月泽继续保持笑容, 看得月宁哥心发慌。 时间不等人, 我并不知道该如何通长公主解释, 你为何晚归。 月宁哥心道, 这个人真讨厌, 就会威胁人。 魏月泽轻轻挑起他的下巴, 继续重复。 我要吃那块翡翠豆腐。 他加重了豆腐二字, 言下之意再明显不过, 你不给我吃那块翡翠豆腐, 我就吃你的豆腐。 月宁哥拍掉他的手, 有手调戏我, 还没手用筷子。 嘴上这么说, 可月宁哥还是挺没有骨气地 为他加了一块豆腐。 月宁哥本来是打算将豆腐放在他碗里, 哪知魏月泽却是张开嘴巴凑了上来。 这是, 还得喂他, 真是够了。 月宁哥忍着, 想把一盘子豆腐都泼到魏月泽脸上的冲动, 将豆腐喂到他的嘴里, 心道, 果然还是个变态。 宁哥, 我要吃葡萄。 宁哥, 我要吃桃片。 宁哥, 我要吃珍珠虾仁。 宁哥。 这些话怎么有点耳熟。 等等, 这不是方才在晚宴上 袁连成让他给他夹菜时候说的话吗? 月宁哥的嘴角忍不住抽了抽。 魏月泽, 你好幼稚。 我乐意。 为了早些时候回公主府, 月宁哥不得不将夹菜的速度加快。 幸好魏月泽航武出身, 用餐本来就迅速, 所以一餐饭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 为魏月泽吃完最后的一颗葡萄, 月宁哥才松了口气。 我可以回去了吧? 宁哥, 有些话我得好好同你说说。 月宁哥猝眉, 你又打算如何? 魏月泽脸去脸上的笑容。 宁哥, 别让我再发现你为第二个男人不菜。 他只是个孩子啊。 月宁哥觉得魏月泽有些不可理喻了, 圆连城才五岁, 五岁的孩子知道些什么。 他为圆连城布菜是因为他手短, 魏月泽这长手长脚的, 二十好几的人了, 还要和一个孩子斤斤计较, 也是没谁了。 反正我不乐意。 魏月泽十分不满, 他的女人居然替别的男性物种布菜, 他俭不惯。 圆连城小又如何, 算起来月宁哥比他只是大了九岁。 今日王后一句话, 便是让魏月和月宁哥断了婚约。 谁知道哪天会不会齐王一句话, 让月宁哥嫁给月宁城。 反正老七少夫的事, 在大齐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王后不就比齐王大了整整六岁吗? 魏月泽越想, 心中越是觉得不舒坦。 月宁哥现在既然没有婚约的束缚了, 不如早些将他们的事提上日程来。 你别想着叫我们的事公众于众。 月宁哥仿佛猜到了魏月泽心里的主意, 当时李生道, 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魏月泽显得很吃惊。 你还需要什么准备? 他们都这样了, 难道还要他一辈子见不得光? 起初是他想要偷月宁哥, 处处要挟月宁哥, 哪知道后来却是他越陷越深。 魏月泽念及自己的诗策, 倒也不懊恼, 反而有些甜丝丝的感觉。 月宁哥很认真地看着魏月泽, 事到如今, 有些事该说个清楚了。 之前我和魏夫人有过约定, 因为我敌女的身份被辱, 魏夫人体贴我, 所以才会允许 我拿魏夫人来做靠山。 不过我和魏夫人约定好的 是一年之期, 哪知现在 全都被搅黄了。 魏法做不成你的靠山, 可长公主还能做你的靠山? 长公主是可以做我的靠山, 但我必须在银子城立足。 月宁哥郑重地说道, 魏月泽, 你懂我的意思吗? 要在银子城立足, 必须干干净净。 如果这乡刚刚才解除婚约, 那乡就和魏法的都尉大人 不清不楚地搅合在一起, 银子城只怕又会迎起一些 闲言碎语, 到时候只怕魏月泽都护不住他, 鞭长莫及。 你为何要在银子城立足? 这是魏月泽很早就想问的话。 他迫切地想要逃离这个地方, 若不是因为有人在背后算计他, 不仅仅安插了细作在宣甲军里面, 更阴谋想要夺取他的性命, 只怕他也不会回到这个是非之地。 在筑地, 在边境, 他更能活得随心所欲。 岳宁哥叹了口气, 我还要查出十四年前, 我娘惊死的真相。 这件事魏月泽听曹森提及过, 赌方现在还没有正式开业, 所以曹森时不时就要往西宁镇跑, 与此同时也带给魏月泽不少的消息。 魏月泽知道岳宁哥, 这妮子就是一头倔脾气的牛, 如果是决定了的事, 基本上是无法改变的。 那你小心一些, 最近我得去西宁镇交费。 这是早前就安排下来的事, 因为岳宁哥, 所以耽搁了不少时间, 也不能再拖了。 迎姿城有魏渊和岳和明在, 本来魏月泽是不大放心岳宁哥孤身在此, 所以才会在上一次豪赌的时候, 提出那样非分的要求。 不过眼下, 他不需要再操心了。 岳宁哥很聪明, 加上有长公主这个大靠山, 就算魏渊和岳和明还有什么动静, 最近这段时间, 应该也不会玩出什么大花样来。 毕竟这两人自顾不暇。 岳宁哥点头, 你去吧, 不用担心我。 说不担心, 那是假话。 魏月泽握住岳宁哥的手, 他恨不得时时刻刻都将他带在身边, 一刻都不分离。 意识到自己这个想法的时候, 魏月泽忍不住笑了起来, 什么时候他也这般痴蝉。 你笑什么? 宁哥。 魏月泽画到嘴边, 却又硬生生地咽了回来。 他想问问岳宁哥, 若是有朝一日, 他什么都没有了, 他不是魏伐的权贵, 他不是高强的舞者, 他还会不会这样跟着他? 他不敢问, 他怕听到岳宁哥的回答。 所有的一切, 岳宁哥都是在他一步步地逼迫之下做的。 和他在床上缠绵, 温顺地像一只小绵羊, 那都是屈服在他的淫威之下。 可他知道, 岳宁哥不是小绵羊, 他是一只会算计人的狐狸。 什么事啊? 等了好半天, 岳宁哥都没有听到魏月泽的后半句, 有些费解。 魏月泽将他的手握得很紧, 许久才开口。 宁哥, 今晚跟我回别院吧。 不行。 几乎是斩钉截铁的, 岳宁哥给予了否定。 怎么可能? 他清清白白的一个姑娘, 怎么可能也不归宿? 万一被长公主发现了怎么办? 他才刚刚拿到好彩头, 虽然这件事还有些棘手, 但至少他现在算是彻底在迎自成稳住了脚。 接下来就只需要做该做的事就行了。 魏月泽, 瘋了。 魏月泽松开手, 垂下头, 这话怎么能问呢? 早就知道的答案, 又何必再问呢? 可他就想在临走之前, 好好地抱着岳宁哥, 仅此而已。 有时候魏月泽自己都发现, 他的想法竟然如此单纯。 魏月泽站起身来, 我送你回去。 岳宁哥松了口气, 他终于肯放人了。 魏月泽送岳宁哥回公主府的时候, 长公主和江吉墨都没有回来, 看来晚膳之后的花样还挺多, 长公主乐不思蜀了。 话别魏月泽, 岳宁哥赶紧回了自己的房间。 燕武在房间等候, 一见岳宁哥回来, 赶紧将茶水给倒好, 然后走到门外瞧了瞧, 确定外面没有人, 他才谨慎地将门给关上。 小姐, 岳宁没有将事情告杂吧? 没, 事情很成功, 只是, 出了一点点小乱子。 岳宁哥有些疲惫, 说话都显得无精打采, 这样燕武心中不安。 燕武像木棍一样处在原地, 满脸的愧疚。 第七十集, 岳宁哥一抬头便是看到, 又寻思着方才自己的话, 赶紧解释道, 不是你的问题, 你办得很好。 那, 小狮子帮了不少忙, 原夫脸帮了不少忙, 只是, 我没有算到长公主。 岳宁哥将在晚宴上的事说了一通, 用来安慰燕武。 什么? 那只素来安静稳重的燕武, 在听到岳锦绣所作所为的时候, 却是发出了震惊的声音。 岳锦绣怎么能这样? 岳宁哥疑了一声, 不等他开口, 燕武继续道, 小姐都处处忍让了, 他居然还有脸, 在晚宴上说什么, 和少将军情意绵绵的, 这, 这让小姐之后怎么自处呀? 都过去了, 不要担心。 岳宁哥拍着燕武的背, 安慰着。 小姐, 燕武懂您, 岳锦绣那个贱人, 处处使坏, 少将军又从来不把您当为事, 这段婚约早些断了也好。 燕武说到动情之处, 不由地抹了一把泪。 这只可惜了小姐, 年纪轻轻就要落个被人抛弃的名声。 嗯, 岳宁哥安抚燕武的手, 微微一致。 那个, 燕武啊, 你哭个什么劲啊, 此事得高兴。 他费尽心机, 好不容易处理好这个 有上一辈人促成的烂摊子, 当下正该庆功的, 怎么这鸭的竟还哭了起来, 能不能盼着他点好。 小姐, 燕武是为您可惜啊。 燕武抽气着, 未完好歹也是家大业大, 如今您没有嫁进去, 岳锦绣那个贱人却是嫁进去了, 他找你回岳府的时候, 还不知道二夫人要如何趾高强呢。 亏得燕武提醒了他, 岳宁哥赶紧道, 是了, 我得回岳府一趟。 燕武当时止了哭, 有些费解地看着岳宁哥, 小姐, 你现在回岳府, 岂不是遭人奚落。 岳锦绣是什么人, 燕武才到岳府没多久, 就摸清楚了, 如果这几日, 岳宁哥回岳府, 还不知道要被欺负成什么样子呢? 那种人, 给他一点点的颜色, 就怕要开染房了。 岳宁哥并没有打算同眼无解释, 在长公主府九住, 并不是长远之际, 倒是岳府。 当下的岳府热闹得很, 自从魏渊亲自将岳锦绣送回来的时候, 岳府就开始闹腾起来。 岳峰迎接, 李沧和垂泪, 岳和明赞许, 就差没有将那些睡着了的人给拖起来大肆庆贺一番了。 魏渊的脸色极致不好看, 他厌恶这样的场面, 于是草草地选了个借口, 便是回去了。 李沧和终于又扬眉吐气了, 他拉着岳锦绣有些冰凉的手, 满脸都显露出疼心来。 哎哟, 女儿啊, 你的手怎么这样动啊? 许是累了, 是的是的, 你现在不必往常, 你得好好地休息。 李沧和赶紧换来丫鬟, 小心些, 扶小姐回房间, 仔细脚下, 切莫将小姐伤着了。 她的脸笑得就像一朵盛开的菊花, 岳锦绣看着, 心中有些悲凉。 岳锦绣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正要开口, 李沧和又道, 一会儿给小姐炖钟燕窝, 让小姐啊, 好好地补补身子。 娘亲的关怀在这一刻, 油尾浓厚, 岳锦绣悠悠地叹了口气, 却是什么, 都没有再说了。 等等。 岳峰见岳锦绣要走, 赶紧问道。 你妹妹呢? 老爷, 不仅仅是岳锦绣, 就连李沧和都觉得不快。 你问那个野种做什么, 现在是咱们的宝贝女儿, 要嫁给少将军了, 观彩子那般晦气, 等下, 指不定在哪儿哭呢。 岳峰思前向后, 都觉得此事不对劲。 你将前因后果全都告诉我, 王后娘娘怎么可能做这样的决定, 宁哥和少将军的婚事, 是魏伐亲自定下的。 我说老爷, 魏伐能有王族大吗? 李沧和不快, 你怎么就见不得自己女儿好? 岳锦绣假装疲惫地看着岳峰。 爹, 女儿今日太累了, 想要早些休息。 你长话短说, 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 岳峰是觉得不大妥当, 方才李沧和只顾着谄媚去了, 一点都没有察觉到魏伐那不爽的表情。 岳锦绣傲不过岳峰, 只能道。 是女儿, 女儿貌似对王后娘娘说, 女儿和少将军轻易深重, 非军不嫁, 还有…… 说到这后面的时候, 岳锦绣的声音就小了一些。 还有…… 和少将军, 朱胎昂节…… 本来此事岳锦绣并不打算说出来, 她虽然机关算尽, 但也知道什么叫人言可畏。 当初在大厅广众之下说出来, 本就是为了救母亲, 那样的家法落在母亲的身上, 还不得掉一层皮。 她的确是逼不得已。 她又岂会想到, 成一时口舌之快, 最后要被这事儿给缠得脱不开身。 你…… 哎呀, 做得好! 岳峰和李沧和两个截然不同的反应, 让两者都相互瞪了一眼。 李沧和赶紧夸奖道, 锦绣做得好, 眼下这是你最大的武器了, 卫伐不认账, 带有王后娘娘为咱们做主, 这下娘就放心了。 娘得循个时间去趟卫伐, 定下你们的婚期, 这肚子可不能再脱了。 你怎么能这样娇女儿? 岳峰斥责道, 未婚先运本就不是光彩的事儿, 如果此事不牵扯到了卫伐, 你…… 你可知锦绣是由禁猪笼的? 大齐律令, 女子无德不争, 以猪笼尽之。 身为礼部侍郎, 岳峰已经在想法子将此事低调处理, 为的就是保住岳锦绣。 虽然他已经确定了前途在岳宁戈身上, 可岳锦绣的举动实在太冒险了。 好在岳锦绣此番是凯旋归来, 可…… 岳峰还是有些不快。 锦绣, 你这…… 你这让爹的老脸往哪儿割? 是女儿的幸福重要, 还是你的脸面重要? 李沧合忍不住反驳。 你别忘记了, 现在和未发有婚约的人是锦绣, 不是那个野种。 李沧合顿了顿, 又带着挑剔的模样问岳锦绣。 对了, 那个野种呢? 该不是躲哪儿哭去了吧? 岳锦绣刚刚想要开口, 却又忍住了。 不行, 不能告诉爹娘, 岳锦绣现在是长公主一女的事, 否则, 她的风头就盖过自己了。 岳锦绣从小到大都是府中的佼佼者, 在岳府, 在银自成, 她都是风头最近的一个。 如果不是岳宁哥忽然杀出来, 她现在早就和未冤结成情境之好了, 她只不过是拿回了自己应得的。 可凭什么? 凭什么岳宁哥居然能够得到长公主的锤爱, 收她做了一女? 此事断然不能让爹娘知道。 岳锦绣心中有了打算, 洋装可惜地叹了口气。 爹, 岳宁哥因为气不过王后解除她与少将军的婚约, 所以在王宫起了些争端, 现在正被长公主软禁在府上。 岳锦绣的脸沉了下去。 爹, 女儿思前想后, 此事并非是宁哥的错。 岳锦绣想过了, 她当下最重要的是嫁给未冤, 其他的事最好少节外生枝。 李沧和又提议道, 既然野种! 什么野种? 那两个字, 此得岳锋耳朵生疼。 每回子想到岳宁哥棺材死的身份, 她都会被噩梦惊醒。 年少气盛, 哪能不犯错? 当初就是自己贪图一时的肉体痛快, 而住下了大错。 她好不容易修复了一点点和岳宁哥之间的妇女情, 难不成又这么断了? 岳风呵斥道, 她是岳府的嫡女, 就算王后娘娘下令解除了婚约, 但错不在宁哥, 至少王后娘娘应该会给宁哥补偿。 她分析得极为透彻, 惊得岳锦绣脸色苍白, 出了一身冷汗。 哎呀, 老爷, 方才锦绣不是说了吗? 李沧和十分不满, 岳风还想将前途放在岳宁哥身上的想法。 岳宁哥和王后起了争执, 现在正在被软禁在公主府。 岳锦绣心虚地看着李沧和, 她可从未说过, 岳宁哥和王后起了争执。 锦绣, 可有此事。 岳风的脸色越发地难看了, 真是糊涂啊, 和王后起了争执, 若是王后一怒起来, 吵架灭族都是有可能的。 李沧和赶紧对岳锦绣使了个眼色, 不管是真是假, 都要将此事给做实了。 岳锦绣已经被自己逼到了这个地步了, 也不管不顾地赢了一声誓。 岳风亮腔亮步, 心中十分惆怅。 她一直将岳宁哥当成了前途, 当初让岳宁哥来迎资城, 为的就是魏夫人要退婚。 当初岳风可是打好了如意算盘, 若是魏夫人要退婚, 怎么着也得让她割块肉下来。 可谁又想到, 魏夫人竟然没有退婚。 好了, 她的仕途又稳当了, 现在要冒出这么一档子事。 宁哥啊, 你怎得这样糊涂, 就拿着未发退婚的事, 也能捞到不少好处的, 敢甚要和王后争执。 李沧和见岳风陷入了深深的惆怅之中, 赶紧煽风点火。 老爷, 既然岳宁哥已经没用了, 不如咱们就将他送回乡下去吧。 这…… 老爷, 您还在犹豫什么? 岳宁哥触怒了王后娘娘, 若是再留在迎资城, 王后娘娘哪一天若是想到此事, 咱们岳父可就完了。 李沧和脸上显露出惊恐的表情来, 他这一次一定要将岳宁哥那个野种送回乡下。 不, 不仅仅要送他回乡下, 他还得给岳宁哥准备一份大礼。 岳风摇摇头, 不是说宁哥现在长公主府吗? 老爷! 李沧和气急败坏地说道, 老爷还不知道长公主是什么性子的人吗? 这些年, 老爷在朝堂上头衔置散, 还不是因为长公主? 说到这儿, 岳风有些尴尬地看着岳锦绣。 锦绣, 这里没你什么事儿了, 你下去吧。 岳锦绣迎了一声, 赶紧撤退, 他摸着自己的肚子, 心思百转千回, 得怎么样才能圆了这个谎呢? 而此刻在大厅里面的两个人更是显得欲见难输了。 李沧和生怕岳峰将岳宁哥接回府里来, 他已经发现了, 自己从来都低估了岳宁哥, 一开始岳宁哥就是回来寻仇的。 李沧和心中有鬼, 老爷, 岳宁哥现在在长公主府上, 也就是说长公主捏着您的软肋, 若是他借此来要挟老爷, 那…… 你胡说什么, 我堂堂七尺男儿怎么能够…… 岳峰一张老脸都被气红了, 虽说他功于心计, 但还是有底线的, 怎么能够去做那样的勾当。 李沧和赶紧附和, 是的是的, 老爷还要面子呢, 不过老爷, 咱们当务之急, 是得将岳宁哥赶紧送走, 这当下王后是没有责罚岳宁哥, 可万一哪一天他老人家不高兴了, 拿咱们岳父来开刀, 咱们可怎么办啊? 岳峰醋眉。 王后是那么小气的人? 去啊, 自古军心难测啊, 咱们也不知道, 王后娘娘这奶日心情就不好了是吧? 第七十一集 一来二去, 岳峰到底是被李沧和给说动了。 你寻个时间, 去掌公主府将宁哥接回来。 这回乡的事情, 我得好好同他说, 至少让他心里没有怨怼之意。 还说些什么, 不如就…… 不成。 岳峰知道李沧和是什么意思, 他不待见岳宁哥, 不是一日两日的事了。 到底宁哥是嫡女, 要将嫡女送回乡下, 得将事情都说清楚。 李沧和见岳峰已经有了主意, 也不好再将事情弄得太过表面, 也是陪笑地挽着岳峰的手, 眼角飘出极须妩媚来。 他声音软软的, 老爷, 这些夜里您去二房, 三房那边, 阿和闲来无事, 却是翻了翻曾经您放在床头的书, 眼下有几门功夫, 要和老爷讨教讨教, 不如咱们…… 他轻轻地朝岳峰耳边吹了口气, 温香软玉, 哪个男人不动心。 此刻的岳峰早就将要修掉李沧和的事, 抛住脑后了, 惊虫上脑, 一心想着雨水之欢。 李沧和眼角闪过一份灵力, 月宁哥, 这回子, 我看你怎么死。 一日清晨, 月宁哥尚未起床, 李嬷嬷便是在外面呼道, 宁哥姑娘, 是时候给掌公主奉茶了。 本来以前都没有这等事, 可昨夜, 王后娘娘惊口欲言, 允了掌公主受月宁哥为义女。 从今日开始, 在掌公主府, 月宁哥的身份就不一样了, 自然要做的礼数也就不一样了。 月宁哥刚刚从温暖的被窝坐起来, 燕舞便是推开门, 领着李嬷嬷和一众势币 走了进来。 掌公主的一女, 在这个公主府里面也是主子, 所以这些奴才们也不敢怠慢。 仔细地为月宁哥梳洗了一番之后, 李嬷嬷才道, 宁哥姑娘, 请一步乐月宣。 李嬷嬷在前面带路, 月宁哥在后面紧紧跟随。 他没有参观过掌公主府, 今日这么一转才发现, 掌公主府 竟比三个岳父都还要大, 真是猪门酒肉臭, 路有洞丝骨。 掌公主早就在乐月宣等着了, 虽说昨夜玩得很晚, 但他今日的精神却是不错。 掌公主的面前摆了个扑团, 月宁哥乖乖地走上前去, 朝掌公主跪道。 宁哥, 叩见义母。 他抬起头来的时候, 李嬷嬷便是将茶杯递给了她。 月宁哥接过茶杯, 又将茶杯双手奉上。 一母喝茶。 按照惯例, 掌公主还是给了月宁哥一个大红包, 这才算里程。 月宁哥站起身, 掌公主看了一下左手边空唠唠的位置。 这个吉墨又睡过头了。 谁说睡过头了? 清朗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江吉墨一身白衫偏然而来, 让人看了便是觉得如暮春风。 屋子里面有暖暖的火炉, 可他穿的也实在太过淡薄了。 江吉墨走到月宁哥山边, 起没弄远之后才坐回座位上。 来吧, 外甥女儿, 给舅舅奉茶。 你这么晚才到, 还不是睡过头了? 我这是给外甥女儿准备大红包去了。 江吉墨神神秘秘地看着月宁哥。 想要大红包吗? 银子。 方才月宁哥在拿到掌公主的红包时, 小心翼翼地捏了下里面的厚薄程度, 一下子就明了, 掌公主给她的红包至少是上千两, 这不是个小数目。 如果江吉墨这里也给她个大红包, 那她不就成了小富婆? 月宁哥脸上赶紧挂起了微笑, 为江吉墨奉了茶。 江吉墨好饮一口。 好茶? 果然外甥女奉茶就是不一样。 月宁哥奉完茶, 然后便是眼巴巴地将江吉墨给望着, 一副孩子讨要糖吃的模样。 掌公主也等着看江吉墨的好戏。 你的大红包呢? 昨夜两人都玩得太疯, 约摸凌晨之后才回复。 掌公主是习惯了早起, 可江吉墨到底年轻贪睡, 方才李墨墨是先去招呼的江吉墨, 那压的就跟死猪一样, 在床上呼呼大睡, 怎么拖拉都不行。 掌公主是不相信她去准备大红包的鬼话, 眼下就看着她怎么穿帮。 江吉墨闪闪闪一笑, 又瞅着月宁哥。 快起来吧, 跪着不累吗? 舅舅没有给红包, 不累。 月宁哥眼底闪出脚匣, 她才十四岁, 掌公主知道她聪明, 但也不会怀疑她动机不单纯。 江吉墨笑道, 我方才想过了, 若是给钱也太俗气了, 不如我们玩点新花样。 月宁哥鄙视地看着江吉墨, 搞什么呀, 居然不给钱。 掌公主忍不住笑道, 我见过死鸭子嘴硬的, 可没有见过你都已经快下锅了, 还嘴硬成这样。 谁说嘴硬啊? 江吉墨道, 你给你的面首也是银子, 给干女儿也是银子, 像话吗? 江吉墨啊。 先别发火。 江吉墨笑嘻嘻地看着掌公主。 我只是觉得, 有必要改改咱们府上的规矩。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 江吉墨这样笑嘻嘻地, 掌公主也不好发火。 你打算怎么改? 江吉墨道。 没打算大动, 只是觉得干女儿进府 和那些面首进府得不一样。 说来听听。 我就不给宁哥红包了, 给她一个心愿。 哦? 掌公主看着江吉墨, 这个弟弟永远都没个正经, 明明是他自己早上起不来, 还诸多借口。 江吉墨道。 宁哥在岳府受了不少苦头, 不如我给他一定的权利 让他将过往的债 一笔笔地讨回来? 这倒是一份大力。 岳宁哥正想谢谢挂名舅舅, 哪知掌公主却道, 宁哥眼下没有封号, 能成个什么大气? 嗯, 倒也是。 江吉墨想了想。 既然宁哥不能动手, 那我这个做舅舅的 总可以动手吧? 胡闹。 掌公主立声道, 好歹你也是王族中人, 岂能和一般的 借名雕妇计较? 既是王族, 就该高高在上, 这也是为何他大权在握, 却又没有强行将岳峰 招入公主府的原因。 他不屑于李沧河争夺, 那只会让他掉架。 江吉墨无所谓的耸耸剑。 宁哥, 瞧, 那也是你义母不让你报仇的。 小孩子家家的, 整日将报仇挂在嘴边, 这是你做长辈该说的。 江吉墨吐了吐舌头, 岳宁哥却道, 舅舅, 其实, 我还真的有事要求你。 说。 是这样的。 岳宁哥有些不好意思, 我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 一个痴, 一个哑, 听闻宫中, 御医功夫了得。 宁哥想请舅舅开个金口, 让御医到岳府, 为我两个妹妹治病。 李嬷嬷等人都随即一愣。 岳府的人如何对这位狄小姐, 坊间早就传开了。 他们都以为, 岳宁哥会想法子对付岳府的那些人, 哪知岳宁哥却以得抱怨。 岳宁哥, 你这是傻了吧? 冤有头债有主, 也不是梁月和常乐换了我的婚事。 岳宁哥十分平静, 他本就想要将这桩婚事给退了, 只是没有想到事情发展得如此迅速, 让他尚有些措手不及。 长公主满眼地赞许, 到底是董事的孩子。 缓了缓, 长公主道, 此事就交给吉莫去办, 等确定好了御医出诊的时间, 再带着人去岳府。 岳府不是什么权贵, 御医不能立刻去诊断, 还得由内侍那边打点一番。 将公主站起身来, 今日宁哥, 你就随我去礼部走一走。 岳宁哥心里咯噔一声, 去礼部做什么? 难道是要去见他那个无良的爹爹? 岳峰从来都将他看成了前途, 若不是为了羊皮碎片, 岳宁哥早就和他翻脸了。 当初, 岳宁哥的生母是如何死的, 只怕当今世上, 也只有岳峰和李沧合知道各种内情。 曹森那边还在查, 但眼下还没有什么蛛丝马迹。 当年的事, 岳宁哥不会就这么算了。 宁哥, 你愣着做什么? 长公主行着岳宁哥的身边, 发现他都没有动, 反而那双智慧的眼睛放空了, 好似在发呆, 岳宁哥回过神来。 没, 只是宁哥不懂, 义母为何要去礼部? 昨夜王后娘娘虽然没有提及你的封号, 可丽妃娘娘也开了尊口, 说是去同大王商量一番, 这几日只怕圣旨就要下来了。 礼部那里啊, 好听的封号不多了, 咱们先选着, 免得有人证。 呃, 长公主办事还真的是火急火燎, 圣旨都没有下来, 就要去选封号, 会不会太急了? 不过岳宁哥可不相信, 长公主是带着他去选封号的, 去礼部应该是为了岳峰。 岳宁哥很是好奇, 岳峰就一个机关算尽的真小人, 如何能得到长公主的青睐? 长公主涂她什么? 老了, 苦头硬吗? 可岳峰那种人, 若是有绑匪将刀子架到她的脖子上, 她肯定是求饶的第一人。 岳宁哥悠悠地叹了口气, 这个爹也不知道是否会巫术, 竟然将长公主迷得神魂颠倒。 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 坐在马车里面, 岳宁哥都一直在想, 要如何才能让长公主看清楚自己那爹的为人? 可惜尚未有头绪, 便是到了礼部。 岳宁哥下了车, 站在一座巍峨建筑面前悠悠叹息, 难道真的要让长公主, 和自己那真小人爹成就情境之好。 想到这里, 岳宁哥自己都忍不住恶心了一番。 大旗设有六部, 其中吏部为主, 兵部为尊, 其余公部、户部、行部为次, 最咸的就是礼部了。 虽说礼部最咸吧, 可游水却是一捞一大把, 是以很多皇亲国戚 都愿意将一些游手好闲的亲信 安插在礼部。 所以礼部也是六部之中最复杂的一部。 岳宁进入礼部也有十余年了, 停留在侍郎这一位置上也有个七八年, 丝毫没有尽身的空间, 着实让他烦躁。 他需要一个跳板, 需要一个前途。 在此之前, 岳宁哥已经让他确信了自己就是他的前途。 然而眼下…… 礼部尚书听闻长公主前来, 当下可是亲自迎接。 当礼部衙门大门打开的时候, 岳宁哥看到了浩浩荡荡的一群人站在门内, 一个个地都摆出一副谄媚的脸, 毫不壮观。 长公主走在前面, 岳宁哥跟在后面, 两人的眼睛都十分有默契地在这些人身上掠过, 并不停留。 紧接着, 两人都双双地移了一声, 岳宁呢! 长公主朝岳宁哥看了过去, 眼里充满了期盼。 他在想些什么, 岳宁哥是知道的。 岳宁哥并不想如长公主的意, 若是没有看到岳峰也就算了。 难道还要让他来问吗? 这不是自寻思路, 是什么? 第七十二集 岳宁哥为难地朝礼部尚书看过去, 尚书大人倒是个和善的老头子, 花白的头发竖在发罐之中, 他和蔼地看着岳宁哥。 这位就是岳侍郎的女儿吗? 岳宁哥心中一叉, 闪闪地点头。 小女子岳宁哥见过尚书大人? 本官瞧着姑娘一双眼睛在寻人, 又觉得姑娘面善, 仔细一想, 觉得姑娘和岳侍郎有五六分的相似。 尚书大人说的那叫一个冠冕堂皇, 听得岳宁哥只想呵呵搭, 已经不像五个人同他说过, 他和岳峰那是一点都不像, 想来他是遗传了娘亲的容貌。 这个礼部尚书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亏得他还觉得此人和善, 能够做到礼部尚书一职, 并也不是什么泛泛之辈。 礼部尚书道, 这段时间岳父事情繁重, 岳侍郎请了休墓, 要下岳才回来当职。 这话分明不是对岳宁哥说的, 岳宁哥朝长公主望了过去, 后者的脸色并不是很好看, 这个尚书倒是慧眼时英雄, 明明知道是长公主要寻岳峰, 偏生要拉扯到他岳宁哥, 明明知道岳宁哥只要返回到岳府, 就知道岳峰请了假, 偏偏要解释得那么清楚。 看来长公主和岳峰之间的事, 是朝野内外公开的秘密。 没有看到岳峰, 长公主觉得无趣, 有些疲乏地说道, 啊, 宁哥是本公主说的义女, 此时王后娘娘经口已经定下, 至于封号, 王后娘娘和大王正在商量, 需要时间, 您那里还有什么好听的封号啊? 礼部尚书赶紧应了一声, 请长公主移步。 礼部尚书带着长公主和岳宁哥走到文青堂, 这里是礼部衙门存储王族档案的地方。 礼部尚书从书柜上取出一本厚重的本子, 亲自将其打开, 指着其中一行道, 按照大旗礼法, 长公主的女儿该封郡主以德为好, 不过…… 他一双浑浊的眼睛在岳宁哥身上打了个转。 不过这岳家姑娘只是长公主的义女, 所以也得降个等级, 只能以贤为好。 长公主此番本来就是来寻岳风的, 为岳宁哥选封号的事不过是借口, 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心情, 轻轻地叹了口气。 唉, 宁哥, 你自己选吧。 岳宁哥对这些事也是没有什么兴趣的, 所以随随便便地选了一个嫌疑仙主。 说实话, 这封号着实难听, 不过还算是正常。 他已经足够有风度了, 没有一面翻着礼部的子一面吐槽。 贤良, 贤惠, 你当是贤妻良母呢。 贤高, 贤低, 你当是选高矮胖瘦呢。 贤吃, 贤鱼, 吃啊。 岳宁哥已经是竭尽全力, 选了个最正常的。 在礼部衙门也没有待多久, 长公主便是毫无兴致地打道恢复。 刚刚回到府中, 江吉墨便是凑了上来。 乖外圣女, 舅舅的办事速度甚快, 御医已经答应了, 这个月底为你的两个妹妹诊断, 快夸我。 岳宁哥笑盈盈地欠身。 多谢舅舅。 嗯。 江吉墨每次回迎自成都是癌训的主, 在王族中他年纪最小, 所以家宁时候有什么错都是他来顶着。 他老早就想寻个能让他欺负的晚辈。 岳宁哥的出现, 甚好。 长公主无心理会他们, 呼得酒饮大发, 便是回请殿去寻面首, 饮酒作乐了。 见长公主离开, 江吉墨才神神秘秘地说道, 你可知今早发生什么大事了吗? 今早? 今早的大事不就是他正式败了异母吗? 今早, 魏伐的宣家军出征了。 江吉墨十分隆重地说道, 神情向往。 是了, 今日, 魏月则出征了。 西宁镇的事, 虽然表面上是定下来了, 可实际上, 那平静之下, 还是有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在暗中蠢蠢欲动。 曹森已经摸清楚了, 也正是因为他的证词, 所以魏伐才能又立一功。 这一次, 魏月则若是再立下功劳, 只怕在魏伐里面, 魏渊的话语权又得将个等级了。 为了此事, 魏夫人徐氏和元帅 还闹了不少矛盾出来。 怎么, 你也想参军? 本来, 魏宁戈只是瞧着江吉墨一副相望的表情, 开个玩笑, 那只他却当真了。 你怎么知道? 月宁戈诧异, 你真的想参军? 我打小就向往。 江吉墨哀怨地叹了口气。 只可惜, 身在王族, 不能到军营去历练。 顿了顿, 江吉墨又扶在月宁戈的耳边, 小声道。 其实吧, 我有个秘密告诉你。 其实吧, 我很想参军, 不过因为天道院不收我, 所以当年我打赌输了。 似乎这里面, 有故事啊。 月宁戈不得不承认, 在和江吉墨相处的这些日子里, 他什么都没有学会, 只学会了八卦。 江吉墨道。 的确有故事, 也怪当初我年少不努力, 否则就不会是这样了。 怎么回事啊, 说来听听。 其实就是我贪玩, 又好赌, 和我王姐打赌, 最后输了, 和天道院, 食之交臂。 江吉墨无奈地怂怂肩。 听说今年龙台头时, 便是天道院招收新生的时候, 我这把年纪…… 牛不老。 月宁戈很认真地说道, 虽然江吉墨是月宁戈的挂名舅舅, 可江吉墨才弱观之年, 正是年轻时候。 江吉墨摇摇头。 我这脸皮再受不得任何言辞侮辱了, 天道院的那些嘴巴, 我还是算了吧。 月宁戈疑了一声, 天道院的学生嘴巴很恶毒吗? 其实学生, 就是思业先生的嘴巴都十分讨厌。 江吉墨愤愤地说道, 嗯, 如果是按照月宁戈自己的意愿来看, 他现在是一千一万个不愿意去天道院了, 可那个神秘的七爷…… 其实, 天道院有什么好去的? 我知道一个地方比天道院还要好。 江吉墨笑得邪乎, 月宁戈醋眉, 不等他说什么, 江吉墨却道, 要不要舅舅带你去见识一番? 月宁戈没有拒绝, 江吉墨又自以为是的说道, 嗯, 我还是带你去开开眼睛。 不用月宁戈多想, 他都知道, 江吉墨肯定是要带他去那个地方的。 月宁戈几乎是被江吉墨塞进马车的, 由他亲自驾车出城。 坐在马车之上, 月宁戈的心思早就飞到了九霄云外了。 怎么办, 眼下破军谷的天书院内多了个七爷, 杜嬷嬷也是认识他的, 万一出了什么纰漏, 让江吉墨这个巴工给看出了端倪, 还不得出大乱子。 不行, 得想个法子。 月宁戈四千想后, 马车却是出乎意料地停了。 月宁戈疑了一声, 刚刚掀开车帘, 一抬头, 却见杜嬷嬷正提着一个黑乎乎的篮子, 站在马车边上。 月宁戈心里一紧, 糟了, 江吉墨以武力催动马儿快奔, 这速度杠杠的, 一转眼儿便是到了破军谷。 老伯伯, 您在这儿做什么呢? 江吉墨下了车, 一脸的细皮笑脸。 莫非是等我吗? 杜嬷嬷没有说话, 只是一个劲儿地顶着月宁戈, 让月宁戈心里有些发怵。 江吉墨自然也发现了杜嬷嬷神色异常。 老婆婆, 你看我的外甥女做什么呀? 杜嬷嬷依旧没有说话, 江吉墨觉得自己堂堂郡王爷, 和这个老婆婆连说了两句话都没有得到回应, 实在觉得脸面挂不住, 所以又笑了笑。 老婆婆, 你不认识我呀, 我是小嬷嬷呀。 小嬷嬷, 月宁戈嘴角抽了抽, 强忍住一股想吐的冲动, 一把年纪的人, 还说自己是小嬷嬷。 杜嬷嬷功力深厚, 居然能够忍到脸上没有半分动静。 江吉墨又啰嗦地问道, 老婆婆, 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杜嬷嬷这个时候, 才将目光从月宁戈的身上挪开, 轻描淡慧地冒了两个字出来。 等人。 他转过身去, 江吉墨赶紧对月宁戈道。 快, 咱们快跟着。 这里的野草诡异得很。 废话。 月宁戈嘴嘴地嘟捞了一声, 这里的草, 不用江吉墨说, 他都知道。 不过杜嬷嬷的话, 确实让他有些匪夷所思。 杜嬷嬷刚刚说, 等人。 莫非是…… 月宁戈已经猜到了一二, 等着进入天书院后, 杜嬷嬷便是镜子将两人 带到了藏书阁。 杜嬷嬷开了门, 冷声说道, 我家主子说了, 若是二位想在这儿多留些时候, 也无妨。 说这话的时候, 杜嬷嬷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月宁戈, 江吉墨十分不客气地朝杜嬷嬷挪了挪。 伯伯, 你家主子是哪一位? 我来这么久了, 可就只看到了你。 杜嬷嬷没有吭声, 只是定定地看着月宁戈。 江吉墨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赶紧到月宁戈的身边来, 一把揽住他小小的肩头。 晚上女儿, 舅舅我是不是很有本事? 你乔人老婆婆都特意为咱们开了后门? 月宁戈嘴角抽了抽, 迎上杜嬷嬷的眼光, 咯咯一笑, 到底是只孔雀, 一个劲地开瓶。 江吉墨觉得无趣, 便是一头扎进了藏书阁。 月宁戈站在门口, 静静地看着杜嬷嬷, 虽然没有说话, 但那双眼睛里面的疑惑, 已经足够让杜嬷嬷开口了。 七爷说, 让你在里面好好地学习心法和招式, 适用地自己取出来, 不要枉费了一纸文书。 月宁戈嘴心里咯噔一声, 他怎么知道的? 那张天道院的入学推荐书, 可是魏月泽搞到的, 而且就是他, 也是在不久前才拿到, 为何七爷会知道? 天下, 没有七爷不知道的事。 杜嬷嬷说得十分高深莫测, 那张脸都显得无比身亡。 月宁戈还想问些什么, 杜嬷嬷已经转身离开了。 月宁戈哀叹了一声, 只能走进藏书阁。 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自有黄金屋, 这里的心法和武学招式, 赢有尽有, 难怪江吉墨看起来不咋地, 但武力还算可以, 运行起来马儿奔跑的速度, 都要比贺平驾车的速度快得多。 只是当下, 月宁戈实在没有心思来看这些书籍, 他心中还挂念着其他的事宜。 第七十三集 魏月泽的那一纸文书, 免了他在街头巷尾抛头露面的考试, 但至少他还是得亲自去一趟天道院。 小舅舅, 你就在这儿乖乖看书, 我出去透透气。 月宁戈朝藏书阁喊了一声, 得到了江吉墨的回应之后, 他才敢离开。 他像做了亏心事一样, 透透摸摸地走出来。 月宁戈知道该去哪儿找七爷, 沿着回廊一直走, 果不其然, 七爷就在那停下看书。 他身着一席素摆, 手中一卷书籍, 眉眼微微垂下, 一副风度翩翩的模样。 月宁戈快步走了过去, 七爷并未抬头。 来了。 嗯, 月宁戈隆隆头, 有些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既然有了推荐信, 何必去凑热闹。 七爷一言便是戳中了 月宁戈的心思。 你寻个时间去天道院, 将事儿给办了, 不用来问我的意见。 你不想听听我的打算? 七爷将书放下, 他抬起头来, 定定地看着远方的一堵红墙。 无妨, 至今你也不知道我要杀谁。 月宁戈怂怂间, 他说得极是, 人说宜人不用, 用人不宜。 这位七爷倒是好, 又在怀疑他, 又在用他。 你想问我什么? 见月宁戈不走, 七爷才缓缓地挪了下眼镜, 看着他。 月宁戈道, 你如何得知, 我手里有推荐信? 这不难。 是玉兽术术吗? 七爷没有回答, 月宁戈已经可以完全地确定。 月宁戈求学心切, 你能教我吗? 七爷不藏桌。 教你没问题, 但你得在一年之内, 晋升到天道院的内修院。 七爷开出来的条件十分严苛, 在一年之内, 晋升到天道院的内修院, 这对于常人来说, 根本是不可能的。 月宁戈提前了解过天道院, 自然也明白其中的游戏规则, 莫说是一年, 就是有人在天道院三年, 都还没有资格去申请, 进入内修院。 七爷只是疯了吧。 你只需要得到资格, 一招玉兽术足够让人进内修院。 好狂妄的口气, 虽说七爷的口气不小, 但月宁戈却身心不疑, 玉兽术的威力如何, 他亲眼所见。 想到这个玉兽术, 月宁戈呼地想起来, 好似在倩起山, 落下了什么宝贝? 匕首? 月宁戈眼底露出惊慌来。 糟了, 当初以为魏月泽和徐如烟有个什么奸情, 为了在心里和魏月泽划清界限, 所以他赌气将匕首给丢了。 那禀魏月泽视若珍宝的匕首。 这回子麻烦大了, 若是魏月泽知道他将匕首给丢了, 还不得怒火中烧? 他可不像再受那种折磨。 拿去。 一抹耀眼的光芒几乎闪下月宁戈的太和惊眼, 他几乎是微微一闭眼, 再一睁开, 就看到七爷的手里拿着一把匕首, 匕首上的红宝石正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势而复得, 月宁戈的心情简直是无法言语。 他伸手将匕首拿起来, 又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七爷。 你怎么知道, 我想要找他? 七爷没有说话, 只是缓缓地站起身来。 他身子雷弱, 每走一步都仿佛摇摇欲坠那般。 月宁戈正要去扶他, 他却道, 我自己走。 他要强得很, 就算月宁戈和他相处加起来也不超过五日, 但这个人是什么性子, 月宁戈已经摸得七七八八了。 月宁戈不放心地跟在七爷的身后, 看着他从亭子走到自己的房间, 不过就一两百步的距离, 他硬生生地走了一盏茶的时间。 被困在山洞里面, 时常食不过腹, 加上五粒被封印, 他能活下来都不错了。 月宁戈心里十分佩服他。 看着七爷将房间门给关上之后, 月宁戈才叹了口气, 往藏书阁那边走。 杜嬷嬷早就不知道哪儿去了, 倒是将寂寞, 快速地探出个脑袋来, 东瞧瞧膝看看的, 模样像个贼。 月宁戈见状快步走了过去。 小舅舅, 你做什么啊? 噓噓。 江吉墨赶紧做了个静声的动作, 又确定了四周都没人, 才将怀里藏着的东西提了个脚出来。 惊得月宁戈忍不住喊出声来。 你偷说? 噓噓。 江吉墨一下子朝月宁戈扑了过去, 赶紧捂着他的嘴巴。 你能不能小声点儿? 月宁戈慌张地点点头, 江吉墨才松开手。 你懂什么? 我这是戒 不问自取是为贼 说是贼 我也是哑贼 江吉墨摇头晃脑地说道 月宁哥很正经地说道 你不能这样 江吉墨道 我要不是拿走就不还回来了 你瞧瞧现在什么时辰了 我们得赶紧回去 那你把书放回去 江吉墨将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宁哥 你想让你小舅舅走火入魔吗 月宁哥嘴角抽了抽 这是哪跟哪 我刚刚才学一半 这接下来如果胡思乱想了怎么办 这也成 江吉墨可不管那么多 拽着月宁哥就往外面走 你既然是我的挂名外甥女 就不要胳膊肘往外拐了 我为了你的那两个妹妹 可没有少费心思 很成功的 月宁哥的注意点 被江吉墨成功转移 御医那边 可有质哑病和吃病的高手 这个我哪知道 你怎么不问清楚 无妨无妨 等月底你亲自问他们 等后来 月宁哥被拽出了破心谷 才回过神来 他竟然帮着江吉墨当了一次贼 月宁哥呆呆地站在扶苏山下 回望着一人高的野草 瞬间回过神来 打直了胳膊 愤愤地指着江吉墨 你个混蛋 呀的 若是让七爷知道了 他协助江吉墨偷天书院的武学心法 可有的瘦了 月宁哥快速上了马车 然后盯着还呆呆地站在原地的江吉墨 你还不快点来赶车 得逃 一定得逃 万一七爷用玉兽术将倩吉山的什么魔怪给引了过来 万劫不复 隐隐地 月宁哥都好像听到了有魔怪的吼笑声 你快点 月宁哥这么一催促 江吉墨呕了一声 赶紧去车离开 月宁哥窝在车厢里面 等了好半天 确定了自己已经远离破军谷之后 才暗暗地松了口气 他将匕首拿出来 细细摸索 检查 上面可以看到有魔怪的齿痕 这 应该是七爷利用魔怪将这匕首捡回来的 有总比没有好 江吉墨一面赶车 一面嘟囔 哪个年龄段的女人都是善变的 一会儿要走 一会儿要留的 月宁哥不跟他一般见识 反正他算是摸清楚江吉墨了 整个就是一个愣头青 很快 两人回了城 月宁哥一下马车 便是看到燕武着急地在长公主府外 转来转去 就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 月宁哥刚刚下车 燕武便是一个机灵地窜了过来 小姐 月宁哥按着突突跳动的心脏 幸好他有了事前准备 否则 还指不定要被燕武给吓出个什么毛病来 哎 出事了 燕武气急败坏地躲着脚 月锦绣那见人 又来了 燕武特意加了个又字 让月宁哥费解 怎么 还来过吗 是来过一次 江吉墨慵懒地走过来 不过被我王姐给挡了回去 燕武赶紧欠身 对江吉墨行了礼 月宁哥诧异地看着两人 嗯 既然都被挡了一次 怎么又来了 燕武愤愤地说道 来者不善啊 小姐 恐慌有诈 你怕是有被迫害妄想症吧 虽然月宁哥也知道月锦绣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可眼下他已经得到了未约 听坊间传闻 就在这一两日 两家人就要坐下来谈谈婚事了 月锦绣应该不会来寻他麻烦的 顶多要无扬威一番 可在他面前有什么好炫耀的呢 那一夜的风头可全在他月宁哥身上 被迫害妄想症 这是个什么词 江吉墨好似发现新大陆一样盯着月宁哥 月宁哥呵呵一笑 没 就是看着谁都以为谁要害你的意思 江吉墨道 你这词新鲜 我乡下学的 江吉墨灯石凌乱 乡下都有这么新鲜的词了 月宁哥问 他在哪儿 谁 燕舞一个没有回过神来 呆呆地看着月宁哥 月锦绣啊 小姐 燕舞就差没蹦带起来了 小姐 你问他做什么 奴婢的意思是 让你给个话 奴婢去回了他 月宁哥挑眉 为何要回了他 还不如去看看 他有什么想法 江吉墨显露出一副八卦的模样 我也要去 两女争一副 他有兴趣 虽然在元宵晚宴上 月宁哥的确是表现出对魏伐少夫人的位置没兴趣 可江吉墨却不这么认为 他隐隐觉得这小妮子在谋划些什么 你去做什么 我是你小舅舅 怎么就不能去了 江吉墨道 再说了 我又不是没见过月家的长女 是是是 王爷说的对 燕舞 抓住这个机会道 有王爷在 就不怕小姐吃亏了 月宁哥的确是经常吃亏 这一点江吉墨也知道 只是他有些不明白 明明月宁哥古灵精怪 怎么可能吃亏呢 就拿他在入城的时候 用个什么不知名的玩意儿抵住他 要他乖乖配合来说 就算是奇人大胆了 他不可能就这样相信 月宁哥 是个会吃亏的主 你们瞎查我做什么 都别跟来 我自己去 不成 江吉墨可不会浪费 这么一次看好戏的机会 我要去 他斩钉截铁 不容月宁哥有半分否定 燕舞趁其赶紧到 请王爷 孙奴必来 月宁哥待在原地 足足十秒 才回过神来 那个 好像 月锦绣要见的人 是我爱 这么一说 昂首挺胸 兴致勃勃勃走在前面的两个人 狠煞风景地 顿住了脚步 然后 整齐画一地 转过身来 用迫切而期待的目光 将他牢牢锁定 无奈之下 月宁哥只能拖着两个油瓶 来到了河塘边 第七十四集 长公主喜欢荷花 所以 公主府大大小小的池塘 都种满了荷花 不过眼下 尚未到荷花盛开的季节 所以池水里面 什么都没有 月锦绣 正百无聊赖地 坐在池塘边 想着一会儿 该如何动手 只可惜 当他抬头看到 月宁哥的时候 还看到了 迎秋郡王 姜吉莫 月锦绣的脸 瞬间就垮了下来 妹妹这是怎么了 是害怕和姐姐 单独相处吗 她的不爽 全都表露在脸上 并不像装出来的 月宁哥心道 怎么 这朵绿茶 不愿再伪装下去了 她走了过去 音音一笑 姐姐说的哪里话 不过是我和小舅舅 刚刚出去了一趟 送了回来而已 小舅舅 月锦绣听得 咬牙切齿 月宁哥真是会攀关系 才认长公主 为义母多久 就直呼 迎秋郡王 为小舅舅了 不过 她也没有在 将吉莫面前 露出不满的情绪来 只是有些尴尬的 笑了笑 啊 小王爷 我有些事要 单独和妹妹商量 不知小王爷 可否行个方便 月锦绣 已经将话说得 十分直白了 江吉莫没有吭声 月锦绣 就一直看着她 为了保证 月宁哥的安全 燕舞 也将期盼的小眼神 投向江吉莫 彻一来而去的 空荡荡的地方 就有三双眼睛 盯着她 然后是江吉莫 再厚脸皮 也承受不住 江吉莫 善善一笑 那个 小王爷 看出了江吉莫 要打退堂鼓 燕舞陡然 拔告了声调 虽然燕舞后面的 半句话 还没有说出口 但江吉莫 明白她的意思 江吉莫 冲燕舞 点了点头 在后者 放下 悬着的那颗心脏时 江吉莫 却开口道 我觉得身子 不大舒服 燕舞 送本王回去 什么 燕舞盯着江吉莫 良久 好半天 没有回过神来 小王爷 你是专门来 坑我家小姐的吧 月锦修一听 赶紧道 燕舞 你没听到 小王爷说什么吗 还不快些 赴小王爷 回去休息 燕舞不肯 他知道 月锦修 根本没安好心 走吧 江吉莫 一手拽着 她的胳膊 将她火速拉开 燕舞 愤愤不平 小王爷 小王爷 你住手 你这不是 将我家小姐 往火坑上推吗 小王爷 江吉莫一把捂住 燕舞乱叫的嘴巴 神色 呼得变得冷清 素来 她都是一副书生模样 以至于很多人都会忘记 她身上流着王族的血脉 是在波局云鬼 血雨腥风的王室争斗之中 残活下来的 迎求郡王 江吉莫将燕舞 拉到隐蔽的角落 这里可是能看到 池塘边上发生的事 但池塘边上的人 却看不到他们 小王爷这是做什么 江吉莫刚刚才松开手 燕舞便是疑惑地问起来 江吉莫冷笑 有时候 外人在场 狐狸尾巴露不出来 池塘边有着悠悠的凉风 月锦绣站在围栏旁 静静地看着湖面 妹妹来迎自成有多久了 月宁哥这埋头苦酸 月锦绣却已经给出了答案 快三个月了吧 姐姐记性真好 不是我记性好 只是你一来 彻底扰乱了我的生活 月锦绣的声音 从平缓 渐渐变得阴沉 你若是从未出现过 该多好 她眼底闪过一丝狠毒 月宁哥心灵神会 月锦绣这一次 不是简单地来找她谈话的 两个人站在池塘边 到底月宁哥才十四岁 在身形上是要矮瘦一点 月锦绣垂眸看着她 有时候我在想 为何当年你的命那么大 娘都死了 你居然能够活下来 我上位子鸡的福多 否则只怕是要沦入畜生的 月宁哥半开玩笑地说道 有些人在背地里做了什么 与我不知道也就算了 老天爷却是知道的 我不懂了 你好好地在乡下待着 为何要来迎自成 月锦绣大声质问道 她怎能不知月宁哥的意有所指 但她心中的怨怼 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消散的 她曾经是月府的骄傲 是迎自成众多少女的偶像 偏生这些 全都被月宁哥的道来 给打破了 她知道 有些事 就算她能够瞒得了一时 也瞒不了一事 月宁哥被长公主 说为一女的事 再过些时候 整个迎自成都会传遍了 这些天父亲是兄母在家 没有出门 可府上也没有安宁 时不时的 就会有官员送上贺礼 所有人都以为是送给她的 只有她和李沧和知道 那些贺礼 都是送给月宁哥的 为伐少将军的侧夫人和长公主的义女 孰轻孰重 就是三岁的小娃子 也都知道 这些天 她很累 为了一句话 她备受折磨 而这些折磨 我在月锦细的心里 已经固执地认为 就是月宁哥带给她的 她不会就这么算了 月锦细静静静地看着月宁哥 你到底为何而来 父亲手术一封 我便来了 她是让你去为罚退婚的 月锦细忍不住 拔告了声音 月锦细声音好听 但这个时候 却显得尖锐 她做梦都没有想到 一直看她不顺眼的魏夫人 居然亲口同意了 月宁哥的婚事 她不甘心 月宁哥道 诚然 她是让我来退婚的 那你为何不退婚 你觉得 退不退婚的选择权 在我 月宁哥显得 颇为无奈 那天 可是你的母亲 亲自带着我去为罚的 缓了缓 月宁哥又道 你何必执着 反正你现在 不是已经如愿以偿了吗 所以我来好好谢谢你啊 月锦细嘴一脚 微微上扬 迎着阳光 倒是有一种 别样的美 她身姿风韵 是属于那种 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的类型 就是走在大街上 都会有男人 忍不住 瞄两眼的 月锦细 缓缓地走过来 她扬起高傲的头颅 丝毫没有注意到 脚下的碎石子 呼的 月锦细 嘀呼了一声 整个人 都往前扑去 这一扑不得了 她还怀着孩子 小姐 燕无脸色 惨白大呼 她就知道月锦细 是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这还不是存心来找茬的 明明有孕在身 偏要孤身起来 这池塘边上 到处都是碎石子 偏生 要扬起脑袋走路 这 这不是损人不利己吗 当事时 月宁哥眼疾瘦快 立马伸手 抓住月锦细 武力稍微一运转 手臂发力 要将月锦细拖过来 也不是难事 月锦细完全没有想到 月宁哥有这样大的力气 他不是舞者 哪里知道 武力在运行的时候 能力扛千斤 月宁哥另一只手 搭上月锦细的腰身 把他搂抱过来 月锦细一不做二不休 顺势就朝月宁哥 压了过去 随着那风韵的郊须 一压过来 月宁哥自己 反倒被压倒在地 池塘边上 修建了防落水的围栏 锐利的尖角处 在月宁哥倒下去的瞬间 狠狠地偷袭了他的背脊 顿时 月宁哥便抽了口气 小姐 燕武几乎是带着枯枪 跑过来的 如果不是因为月锦细 怀着身孕 他一定要狠狠地 将这个剑人 从小姐身上脱开 月锦细到现在 都还没有回过神来 怎么可能 月宁哥小小的身子 如何能有这么大的力量 居然能够 将他拽回来 他的计划 应该是天衣无缝的 姐姐 你压着我了 月宁哥几乎是从牙齿缝里面 憋出这几个字的 锐甲的撞击 以及月锦细的压力 让他感觉到了腹背受敌 这双重撞击之下 月宁哥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 都快要被撞碎了 江吉墨倒是看出了一些端倪 款步从后面 扇扇而来 他极其有风度 对月锦细伸出手来 月小姐 你压着我外甥女了 月锦细一抬头 脸上何其尴尬 月锦细从地上爬起来 厌恶赶紧将月宁哥给扶起来 这边的动静太大了 引来了不少吓人 江吉墨粗眉 不如请个御医来瞧瞧 你这怀着身孕呢 万一出了什么事 可不大好 他不过是随口一说 月锦细却是脸色大变 不 不用了 不行 得瞧瞧 江吉墨说着便吩咐道 快 请个御医到长公主府来 月锦细更是慌乱 不用了 我实在没事 你在长公主府跌倒 万一回去孩子有什么 本王也不好同魏法交代 江吉墨忽而玩事不恭地笑了起来 这个责任本王担不起 王爷多虑了 月锦细抬起头来看看天色 时候也不早了 我真的没事 月小姐着什么急 等御医来了再说 江吉墨越是这么说 月锦细就越是着急 王爷 虽然王后娘娘赐了婚 但到底锦细未婚先孕 此事万不可再传开了 求王爷犯过锦细 他这三言两语 却是将江吉墨给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江吉墨定了定 月锦细赶紧对他欠身道 锦细告辞了 说着便是一溜烟的逃走了 徒流江吉墨意味深长地 看着他消失在转角处的背影 月宁哥撑着自己快要断掉的腰 丝丝地吸着凉气 月锦细可真重啊 小姐 你怎么就这样糊涂 那两个人压下来 你受得了吗 燕武称怪道 你都说了 那是两个人 我可不想一时两命 你确定是两个人 江吉墨皱起眉来 眼底浮现出狐一来 你们当真认为 他怀着身孕 回想起月锦细的种种举动 月宁哥也不由地皱起眉来 他心中虽然有这些怀疑 但毕竟 眼下他在一个十四岁的少女身上 如果斩钉解体地说出 月锦细没有怀疑的话来 岂不是平白地惹人嫌疑 若是有孕在身 岂会这般不当心 江吉墨唯唯道出自己的怀疑 若是有孕在身 为何本王说要诏狱一时 他竟表现得如此慌张 这不合逻辑 江吉墨忽的又看着月宁哥 你和他有多大的仇 月宁哥十分无辜 我和他无冤无仇 只是他老是将我当作假想敌 我很明确 我不喜欢未冤 也无意和他争宠 那便是了 如何 既然不是抄家灭族的仇 他也不至于用自己腹中的孩子来陷害你 除非 除非他没有怀孕 燕武说完 赶紧将自己的嘴巴捂着 然后小心翼翼地看着周围 幸好月锦绣离开之后 夏二人便是散了 所以并没有人听到他的惊呼 第七十五集 这是欺君大罪 江吉墨抱着胳膊 一有所指地看着月宁哥 欺君当诸九族 燕武娃的一声就哭了起来 小姐 小姐这回子可被月锦绣给害死了 你哭什么哭 我还没死呢 月宁哥撑着腰 脸上有些发白 被撞击的那一下 真的很疼 江吉墨见状 满条丝里地说道 燕武 你再这么哭下去 你小姐的腰就要废了 燕武回过神来 抹了一把泪 小姐 你疼得厉害吗 我马上去请大夫 不用了 御医都快来了 江吉墨道 你将他拂回房间去就好 你是替我教的御医 月宁哥纳闷地看着江吉墨 江吉墨哼哼道 谁让你是我的外甥女 不过别怪小舅舅没有提醒你 月锦绣的事 你若是不处理好 他招连累到岳父 你也脱不了身 月宁哥回到房间 趴在床上以后 踩手指掐着棉被 痛得眼泪都要出来了 燕武 鱼怎么还没有来 快帮我看看 是不是背脊骨都断了 燕武赶紧将 月宁哥的衣裳 给撩起来 轻子了一大片 小姐 燕武速速地落下泪来 为月宁哥十分不值 月锦绣那个贱人 居然用怀孕的事来撒谎 还要闹到王后娘娘那去 这只包不住火 万一穿帮了 怎么办呀 月宁哥疼得 吸了两口凉气 穿帮 穿帮都还是小 有件事却是不得不防 什么事 今日月锦绣 分明是要来 栽赃嫁祸的 月宁哥的眼底 露出一丝狠意来 月锦绣真的是 活得不耐烦了 居然敢有 栽赃嫁祸给她的想法 不值死祸 之前和江吉墨 说到恩怨的时候 月宁哥自然是要避忌的 江吉墨虽然看起来 就像个书生一样 但实际上是如何的 月宁哥自己都不知道 暂时还得防着 很快 御医来了 检查了月宁哥的伤后 才对站在门外的江吉墨道 王爷 月小姐并无大碍 只是有些皮外伤 索性没有伤及筋骨 江吉墨道 宋医医 她这需休养多久 月小姐尚且年轻 一两日就可以下床走动了 说到此处 宋语又到 不过到底有伤 还得用药酒来揉揉 我那倒是有药酒 王爷的东西都金贵得很 月小姐万福 燕武送走了宋医医之后 才回到房间 江吉墨已经拆了人 将药酒送过来 虽说他和王位沾不上边 但至少是个皇亲国戚 用的东西也是顶好的 药酒沾到皮肤的时候 凉悠悠的 十分舒服 燕武揉搓的力道也不大 很快 月宁哥趴着睡着了 当真如宋医医所言一样 月宁哥就在床上休息了一日 后来就可以下床走动了 此事关系重大 江吉墨并不像之前八卦那般 到处同人说 反而是守口如瓶 月宁哥十分感激 于是在商好之后 便拆了燕武去请江吉墨 到他小院子来饮茶吃糕点 算是答谢 然而当燕武孤身一人回来的时候 月宁哥都显得十分诧异 他那个挂名小舅舅 不是特别喜欢往这边走动的吗 眼下他派人去请 竟然不为所动 小姐 王爷不在 燕武走到月宁哥面前 听府上的侍卫说 今儿个一早 王爷便入宫去了 听闻有什么差事要交给王爷来办 兴许是 他这个贤王做得太久了 宫里的那位主 不愿意 江吉墨素来就一副 插颗打混的模样 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 可到底他身体里面 流着王族的血 对于齐王来说 江吉墨应该一辈子 点儿郎当的才好 怎么会看不下去 难道是掌公主 月宁哥悠悠地喝了口茶水 叹了口气 江吉墨说得不错 掌公主玩弄拳术 倒是有一套 燕武乖乖地在一旁伺候 月宁哥饮完茶 吃完糕点 江吉墨便如一只斗败的公鸡 扇上而来 他一屁股坐在月宁哥的对面 猛地叹了口气 听说你着啊 有什么事吗 月宁哥挥了挥手 燕武便是明白了 奴婢再去沏壶茶 做些糕点过来 他退下之后 月宁哥才到 怎么 又被一目坑了 江吉墨拖着塞 入朝为官 嗯 月宁哥自问 了得不错 六步吗 江吉墨这才抬起头来 哀怨地叹了口气 廷尉 呃 廷尉 月宁哥还是大概了解的 营资城所有坐监犯科的案件 都由府都衙门来审定 遇上一些和王室牵扯的 就由刑部来审定 可不管怎么审 最后都会落到庭卫府定案 也就是说 江吉墨即将成为大旗审案第一人 想到这儿 月宁哥的眉梢都忍不住抽了抽 一个完全不懂如何查案 审案的人去做庭卫 齐王的脑子被驴踢了 为了确定 齐王的脑袋真的被驴踢了 月宁哥忍不住继续问道 长公主说的 大王说的 江吉墨垂下脑袋 宁哥 我现在想撞死 月宁哥扯了扯嘴角 其实吧 你应该往好的地方想 江吉墨哀怨地抬起头来 宁哥 你知道我现在的心情吗 嗯 说来听听 一个大晴天 我心情正好地要出门 可一落脚就踩到了狗屎 江吉墨形容得十分生动 可他却是连苦涩的笑意 都扯不出来了 江吉墨这个人 咸云也喝惯了的 画风也不是一身正气 要他做庭卫 实在是有些为难他 可这一天迟早都要来 王室成员 怎么可能陆陆威一辈子 长公主不谋划 齐王也得谋划 他并不想与人诟病 宁哥 以后我判错案子怎么办 万一杀错人怎么办 我会内疚的 江吉墨很善良 这一点月宁哥是知道的 宁哥 我不想成为草菅人命的主 江吉墨忽然地站起身来 我要去向王兄请辞 啊 月宁哥还来不及吭声 便是看到江吉墨往外冲 这还了得 虽说江吉墨是先帝的幼子 但眼下当朝做主的人是齐王 岂容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必须将江吉墨给拦下来 月宁哥赶紧追了上去 只可惜他脚步慢了一些 没有看到江吉墨是如何摔得四仰八叉的 只是当他赶到大门口的时候 确见江吉墨像一只被人翻了盖的王伴一样 摔得四脚朝天 长公主有令 迎丘郡王不得擅自出府 气势辉红的声音从府门传来 月宁哥一抬头 便是看到一个棺材脸正气势汹汹地 等着江吉墨 好一个狗状人士 江吉墨灰溜溜地从地上爬起来 又看了看府外 最后只能垂着脑袋折身回来 月宁哥跟在他的身后 正准备苦口婆心一番 江吉墨却道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没用 江吉墨寻个地儿坐下来 也不管身上的巢符是否会被弄脏 宁哥 你得快些处理好月锦绣的事 我现在处在这个位置上 不好办 憋了许久 江吉墨终于是将心里的话给说了出来 月宁哥此刻才恍然大悟 难怪前些日子月锦绣来找茬的时候 江吉墨的语气和手段都让他有些陌生 月宁哥还以为是自己多心呢 没想到江吉墨是有后招的 月宁哥也坐了下来 你认为我能怎么做 欺君之罪不小 是不小 咬住酒足 月宁哥心中有数 可月锦绣自作孽 他能怎么办 现在去拆穿他 无济于事 宁哥 我真心将你当朋友 江吉墨看着月宁哥 一脸的真诚 他从小就被孤在礼教之中 很少有真心实意的朋友 就算是在一起饮酒作乐 那都是酒肉朋友 要么就是看中他的钱 要么就是看中他的身份 从未有一个人 能像月宁哥这样 和他嬉笑打骂 江吉墨很享受 月宁哥点点头 我知道 月宁哥很聪明 他已经猜到了事情的原味 江吉墨要做庭位的事 不可能是今早才知道的 长公主至少会给他通个气 身为庭位 要做的就是公正严明 不能偏私 所以当江吉墨知道 月锦绣犯下这样的大罪时 是绕了个弯来提醒月宁哥 算是人之意尽了 江吉墨不会查案 不会断案 可能学 长公主就是要让他学 学会如何打点自己的一切 长公主能够当他一时的靠山 可当不了一辈子的靠山 长公主比任何女人要强的地方 就是懂得该怎么去放手 月宁哥对长公主又生出一丝敬佩来 这样好的女人 为何要偏偏惦记着月峰呢 小舅舅 月宁哥拍了拍江吉墨的肩膀 其实 你往好的方面想 不要老在月锦绣的事上纠缠 你做庭位也有好处的 不一定会草菅人命 说不定还能有更多八卦 一听到八卦 江吉墨黯淡的眼珠子都明亮起来 只是很快又暗了下去 庭位府能有什么八卦 还不是东家死个谁 西家又死个谁 谁说的 月宁哥精灵的眼珠子 滴溜溜地转 你忘记我异母的八卦 还少吗 你说我异母这样 善于权术的女人 怎么就会看中我呢 不成器的爹 你还别说 此事我也想过 愣是没有想通 江吉墨的心思 一下子就被转移了 瞬间 那些自怨自爱的心情 都被抛制 九霄云外